第180章 与俄决斗 长孙燕学聪明了 直接把李红抱了下来 生怕再摔着这祖宗 这是养殖场 阿娘宫里的沙发你也看到了 就是用这些家禽的羽绒生产出来的李燕然扫了眼四周 李燕然直接就垮了进去 入目所见到处都是鸡舍 鸭舍和鹅舍 里面是数不清的鸡鸭鹅等家禽 李斯文 过来李燕然瞅了眼前前静静的秦舍 直接喊了养殖场的负责人李斯文 李哥 怎么了 李斯文凑到李燕然身边 不知道对方要他所为何事 这里的鸡粪 鸭粪和鹅粪呢 你别给我说都扔了啊 李燕然现在很怀疑 李斯文这二愣子能潜出这事来 这些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物资 但是也算有机肥的一种 要是真被李斯文扔了 他非得敲对方满头包不可 怎么会呢 周围的庄户不少 看我们这里养殖场开起来了 就自告奋勇来帮收拾 要求只有一个 收拾完的勤奋交给他们处理 李哥你不是总教导我们 不能为父不仁吗 我就答应了 如果你要这些勤奋 从明天开始 我就不让那些人来了 李斯文皱了皱眉 虽然他不知道这些勤奋拿回去有什么用 但是平白多了这么多人帮自己收拾养殖场的粪便 高兴还来不及呢 不用了 随他们去便是了李燕然摇了摇头 只要那些勤奋不是被扔掉了就行 至于谁得了便宜 反正他不亏就行 阿姐 你看那只鸡 长得好肥啊 肯定很好吃李燕然跟李斯文说话的时候 李红盯着一只肥鸡已经好长时间了 听到李红的话 李燕然也是一愣 这可都是自己沙发厂的员工 你要吃我的员工 吃吃吃 就知道吃 你可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想要吃鸡先给阿姐打工 李红郁闷了 我只是说说 又没有真要吃 再说不就是一只鸡罢了 你至于打你亲爱的老弟吗 还有 打工是啥意思 为何先生没有教过 打工就是工作 算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李斯文带我红弟去拔羽绒 就让他负责大鹅的区域吧 大鹅 几人听到李燕然的安排 全都傻了 你让李红去拔那些大鹅的毛 李哥 坑弟弟不是这么坑的 那些大鹅 就算还成人过去 都被欺负得死去活来 你让一个六岁孩子过去 他真是你的亲弟弟吗 李哥 要不让殿下去负责压设吧 我怕大鹅他承受不了 李斯文仿佛已经看到了 李红的惨状 打了个哆嗦之后 还是建议让对方去压设那边吧 怎么 你看不起本王否 区区大鹅有什么好害怕的 本王就要去大鹅那 李红不屑地看了眼里斯文 你竟然瞧不起本王 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 区区家禽 又能如何 本王又不是没吃过鹅肉 还会怕他不成 这殿下 还是三思啊 这大鹅可是很凶猛的 长孙燕快哭了 小祖宗啊 你就别成能了 惩处逼够状吧 当初都被一群大鹅 打得抱头鼠窜 你还真就算了吧 凶猛如何 带本王去 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天之骄子 李红双手插兜 不知道什么是对手的样子 踢了长孙燕一脚 让他不要磨叽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要给自己阿姐展示一下了 好了 咱们一起去吧 李燕然微微一笑 小李红 阿姐再给你上一课 让你知道一下 什么叫做从善如流 让你明白什么叫做 实践出真知 亮丽而行 好吧 长孙燕几人护着李红 静止朝娥社行去 这就是大鹅 李红看住 快跟自己一边高的大鹅 整个人都猛了 这他妈是鹅 怎么跟自己吃过的不一样 这个头 说他是怪兽 自己都信 小弟 要是怕的话 就别去了 反正阿姐不会笑话你的 看了眼有些惧怕的李红 李燕然也是微微一笑 那怎么可以 我乃是大唐储君 说话就要一诺千金 我去听到李燕然这话 李红的小脾气又起来了 阿姐你要是说别的 我还能忍 说我害怕 这是万万不能忍的 今天红帝就让你看看 大唐储君的厉害 好 抓只大鹅出来 给我红帝练手 在长孙燕几人 给了李红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 然后程楚碧眼疾手快 直接抓了一只大鹅出来 放在了李红的面前 李红和大鹅大眼瞪小眼地 看了一阵 最后李红忍不住了 大喊 沙哑迈开小步子 就朝大鹅冲了过去 大鹅看到李红朝自己扑来 也是双翼张开 伸长脖子 静止朝李红扑了过去 扑李红还没反应过来 直接就被大鹅啄中了胸口 疼得李红眼泪直接救下来了 一击得手 大鹅也是乘胜追击 接连几次 啄在了李红身上 阿姐 我不敢了 救命啊 李红接连遭受暴击 终于憋不住了 掉头就朝李燕然跑去 大鹅看到李红逃跑 也是一阵兴奋 扑扔住翅膀 对住他的屁股 又是来了好几下 阿姐 要死人了 这大鹅太凶了 李红被拙的整个人都崩溃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一盘菜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屁滚尿流 就是他现在最好的写照 看到李红泪奔 李燕然也是闪电出手 直接就抓住了大鹅的脖子 然后一个过肩摔 就把大鹅摔到了地上 阿姐 这大鹅好凶 看住被李燕然 按在身下的大鹅 李红的小眼泪 好像断了线的珠子 噼里啪啦的掉了下来 哭什么 还有没有个男人样啊 还不快来报仇 李燕然瞥了眼李红 小样 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阿姐 我怕 我不敢虽然大鹅 被李燕然制服了 但还是扑拢住翅膀 一对绿豆大的小眼睛 死死地瞪住李红 看到大鹅如此凶悍 李红还是打了得哆嗦 不敢向前 我让你快来 拔了他的毛 等会阿姐给你做铁锅 炖大鹅 看到李红被吓得够呛 李燕然也是一拳 敲在了大鹅头上 疼得他又是一阵扑扇 铁锅炖大鹅 听到有好吃的 李红也是重拾信心 缓缓走到了大鹅的旁边 先是一脚踢到了大鹅的身上 然后就开始残酷地拔毛工作 伴随着大鹅的哀鸣 没过多少时间 李红就把大鹅身上的毛 拔了个七七八八 阿姐 你放开它 我要跟它决斗 第181张三尺男二 看住没有毛的大鹅 李红又支棱了起来 让李燕然放开那只鹅 你确定 李燕然看了眼小李红 缓缓松开了大鹅 被松开的大鹅瞬间又恢复了战斗力 瞪着小眼睛就朝李红扑了过去 看到大鹅凶狠的样子 李红当场就耸了 又开始人鹅赛跑 阿姐 救命 救命啊 李燕然看住眼前的场景 不由的也是拍了下脑门 这就是自己的好弟弟 大唐的储君 他也是醉了 小李红 加油 只要抓住大鹅的脖子 他就废了听到李燕然的喊声 李红扭头看了眼凶狠的鹅中战斗机 还是不敢下手 铁锅盾大鹅 想想铁锅盾大鹅 看到李红又被啄了好几下 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意识 李燕然只能高喊 给老弟大气 果然 听到有好吃的 李红早已被大鹅吓破的胆气又起来了 看到大鹅又朝自己屁股啄了过来 也是灵机一动 岔开双腿 让过大鹅的攻击 然后双腿用力 直接夹住了大鹅的脖子 脖子被夹住 大鹅瞬间丧失了战斗力 而李红也是眼疾手快 一把抓住了大鹅的脖子 抱着他摔到了地上 骑在大鹅身上 李红好像一个得胜归来的将军 冲着李燕然大喊 阿姐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李燕然点了点头 这小子还不算没救 来人听到李燕然的喊声 马上有下人过来向李燕然行礼 吩咐对方将鹅带走 下去收拾 然后在院中架起篝火 又拿来了大铁锅和佐料 阿姐 我厉害吧 李红满身都是泥土 脸上也是脏的一批 但是眼中却满是兴奋 嗯 厉害 等会铁锅炖大鹅好了 赏你一个大鹅腿 李燕然用袖子帮李红擦了一下脸 然后 帮他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好嘞 大鹅腿 大鹅腿 李红也是兴奋了 铁锅炖大鹅别说吃了 他连听都没听过 但是 既然出自阿姐之手 那必然是人间美味 他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 贪吃鬼李燕然 在他头上拍了一下 小鬼头 整天就知道吃 一会功夫 后厨就将收拾好的大鹅 带了出来 放在了李燕然面前 李燕然先往锅里倒了宽油 然后将佐料放了进去 紧接着将切好段的大鹅 放进了锅里 滋啦滋啦的一股白烟 带着浓郁的香味 直接冒了出来 阿姐 这大鹅好香啊 李红垫着脚 看住锅里大鹅 嘴角已经有口水的踪迹了 还有好东西呢 李燕然抓起一包黄酱 直接倒进了锅里 紧接着又放入豆角 豆腐 菌类 最后命人拿了一坛好酒过来 混住烧好的井水 倒了进去 阿姐 这还要多久啊 李红看到李燕然盖上了盖子 不由得一阵失落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看住火李燕然白了李红一眼 这个小弟哪都好 就是做事太心急 这点要改 哦 李红席地而坐 看住面前的铁锅 不断地往里面添加柴火 平常睡一个觉的功夫 现在李红却是感觉到了 什么叫做煎熬 看住锅里冒着白气 他的口水已经止不住了 又过了一会 李燕然也是带着满身飞毛的四大天王走了过来 阿姐 哎呦 李红一个飞奔朝李燕然奔了过去 然后又是一个跟头栽了下去 祖宗 小心点啊 长孙燕傻眼了 这特么都什么事 这太怎么这么菜呢 本王没事 李红撇开长孙燕的胳膊 直接扑进了李燕然的怀里 阿姐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李红看了眼李燕然 直接亮出了自己的肚皮 我听到了 是某个蝉虫肚子在叫 李燕然拍了一下李红的肚皮 那还不快点 我都要饿死了 我要吃大鹅腿 李红满意地将肚皮收了起来 眼里满是祈求 吃吃吃 开锅吧 听到李燕然的话 程楚臂直接将铁锅上的锅盖掀开 一股奇特的香味 直冲所有人的鼻腔 好香啊 饶是成楚臂 跟住李燕然这么长时间 也没闻过这样的味道 香 当真是香 阿姐 阿姐 我要吃大鹅腿 李红又点起脚尖 看住在锅里孤独的鹅肉 眼中满是欢喜 给你李燕然加了的大鹅腿 放在碗里 递到了李红的手中 阿姐 那我就不客气了 鹅腿在前 李红已经顾不上其他了 直接大块朵鱼地吃了起来 嗯 阿姐 这铁锅炖大鹅果然很香 比我在宫里吃到的都好吃 一边吃 李红一边点评 眼里满是兴奋之色 看到李红吃得这么香 其他几个人也忍不住了 开始对锅里的大鹅进行扫荡 李燕然加了两个鹅翅 坐在李红身边 惬意地吃了起来 酒足饭饱之后 几人全都躺在地上 看住头顶的太阳 说不出的满足 李哥 你 是不是该回宫了 李斯文看了眼李燕然 玩也玩了 吃也吃了 是不是该回去了 要是再晚点 被人知道李红和李燕然 悄悄出宫 就完蛋了 我不要回去 宫里闷死了 还是这里好 舒服 自由 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李红擦了把流出来的鼻涕 小眼睛里满是拒绝 阿姐 不要回去 咱们姐弟两个浪迹天涯 仗剑走天下 不好骂 看到李燕然不说话 李红也是翻身 瞪着大眼睛看住自己的阿姐 李燕然直接敲在了李红头上 眼中满是不屑 就你还仗剑走天下 你都没有剑高 阿姐 难道你想回宫 李红捂住小脑袋 满脸都是委屈 我不想 那你明白阿姐 为什么今天让你去抓额吗 李燕然摇了摇头 她自然不想回宫了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为什么让我去抓额 不懂李红摇了摇头 难道阿姐不是为了看我出丑 这里面还有什么深意 笨 再想想李燕然又敲了李红一下 阿姐是要我从善如流 多听多看 有些事情需要切身体会 才知道对错 还有做人不要自不量力 大额 我确实打不过李红很聪明 马上就想到了抓额之前 众人的话语 你猜他会怎么想 李燕然点了点头 这小李红果然不愧是自己的亲弟弟 就是比长孙燕那几个憨批聪明 父皇肯定会夸我有长进 然后我再顺势提出要多多走动 到时候父皇就不会阻碍咱们出宫了 李红歪了歪头 看住李燕然 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不妥 不妥 要是这么去跟父皇说 他不就知道我偷了金牌 到时候会打死我的 李红突然又想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偷金牌出宫 这是要被老爹打死的 自己这么去了 岂不是自投罗网 挨顿打而已 难道小李红怕了 李燕然瞥了眼李红 这小子还真是开窍了 连这些都能想到 看来小孩子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了 怕 本王什么时候害怕过 听到怕这个字 李红的小脾气又起来了 不就是爱顿打吗 又不是没挨过 自己怎么能在阿姐面前露窃呢 这其实七尺 三尺男儿所为 好 那还等什么 回宫李燕然拍了拍李红的小脑袋 直接跳了起来 好 回回宫第182章 齐天大圣 长孙燕的马车悠悠转转来到宫门 进军看到金牌也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放行 把李燕然和李红放下 长孙燕飞逝地逃离了皇宫 他们不知道自己偷偷出宫这会 东宫已经炸了锅了 堂堂太子竟然就这么凭空消失 那些小太监 小宫女都已经哭了 而且这件事皇帝也知道了 更是下了严令 如果天黑之前见不到人 这些宫女太监都要掉脑袋 看到李红脏兮兮地出现 东宫的长世太监孙旭 好像看见了再生父母一样 直接跪在了他的面前 殿下 小祖宗 您去哪了 可即死奴婢了 本王还没死呢 你哭个什么 李红踹了老太监一脚 眼里满是不耐烦 殿下 您是不知道 你再不回来 奴婢 奴婢可要人头落地了 孙旭直接一个头磕在了地上 眼中已经满是泪花 哭哭啼啼的 还是不是个男人 李红白了孙旭一眼 整天哭哭啼啼的 算个什么 殿殿下 孙旭早已不是男儿生了 孙旭低下头 眼中满是苦涩 殿下 您就不能别出别人的要害吗 对了 殿下 陛下有令 一旦您回来 马上去皇后娘娘的寝宫 孙旭突然想起来皇帝的旨意 赶紧说了出来 完了 听到要去武则天的寝宫 李红的腿瞬间就开始打仗 殿下 快点吧 孙旭看了眼李红 现在你知道怕了 你玩失踪的时候 怎么不说这个 好了 本王知道了 李红被孙旭拉着朝寝殿行去 换好衣服之后 又是一番催促 让他赶紧去见皇帝和皇后 要见老爹老娘 李红也是感觉是丹丽姑 所以先去了李燕然的寝宫 阿姐 大事不妙 咱们出宫的消息 已经父皇和母后知道了 现在要我去母后的寝宫 我不敢去啊 李红说完直接抱住了李燕然的大腿 眼中满是恐惧 看把你吓得 做男人就该有错就改 父皇你都敢见 再加个母后又有何妨 李燕然撇了撇嘴 我愚蠢的欧弟弟啊 你也是时候该长大了 那阿姐你陪我去 李红看了眼李燕然 阿姐你说得这么厉害 想必是不怕父皇和母后了 阿姐还有事 你应该学会独自面对 总在阿姐的庇护下 怎么成长李燕然一牛李红 把她推了出去 阿姐 阿姐 你就跟我一起去吧 我怕我抵挡不住啊 李红委屈坏了 虽然金牌是我偷的 但阿姐你又不是没份出宫 凭什么只让自己过去 而且 那可是母后和父皇的双重威胁 我真的怕 李燕然看了眼李红 直接伸手从她头上 拔了几根头发下来 阿姐 你就我头发干嘛 好疼的李红摸着小脑袋 有些愤怒地瞪住李燕然 阿姐送你个宝贝 我的头发算什么宝贝 听到这头发是宝贝 李红更加疑惑了 这可是好宝贝 你听过孙悟空吗 孙悟空 李红不解地摇了摇头 什么孙悟空 阿姐说的什么跟什么 连孙悟空都不知道 笨敲了李红一下之后 李燕然继续道 孙悟空乃是灵明石猴所画 在协约三星洞 菩提祖师殿下学的 地煞72边 然后 听着李燕然讲的故事 李红瞬间就痴迷了 阿姐讲的故事 不比那些四书五经好玩 孙悟空大闹天宫 撕了地府的生死簿 这简直太厉害了 阿姐 继续讲阿 看到李燕然停了下来 李志赶忙催促李燕然继续 讲你个肘子 你只要知道这三根头发 叫做救命毫毛 只要危急关头 拿出救命毫毛 大呼齐天大圣的名字 她就会脚踏七彩祥云 过来救你了 李燕然又敲了李红一下 将她推了出去 李红看了眼手上的头发 也是有了点信心 朝武则天的请功行去 陛下 皇后 太子求见瑞安 看到李红的身影 赶紧进殿去向两人汇报 让她进来吧 听到李红来了 李志不由的一声冷哼 让李红进见 母后李红进屋 看了眼满脸冷意的李志和武则天 直接扑进了武则天的怀里 找你母后也没用 还不跪下李志一声冷喝 吓了李红一个哆嗦 赶紧冲武则天求救 跪下武则天也是凤梅一条 冷冷地喝了一声 李红也很光棍 直接就跪在了两人面前 低着头不敢看两人 朕来问你 你可知道你不在东宫 朕差点将东宫的太监和宫女 全部砍了脑袋 李志看住李红 眼中满是压抑不住的怒火 父皇 儿臣知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贪玩了 李红赶紧认错 李燕然教过他 见人先认错 他做到了 贪玩 谁都能贪玩 唯有你不可以 因为你是我大唐的太子 李志一巴掌就拍在了朱腕上面 吓得李红又打了得哆嗦 逆子 怎么不说话 说 你到底去了哪里 看到李红不说话 李志又瞪了对方一眼 大唐太子就这个德行 红儿 这次你是真的错了 你身为太子 一举一动都牵扯住大唐江山 你不应该如此啊 还不快说去了哪里 不要惹你父皇生气 武则天走到李红身边 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眼中满是慈爱 母后 儿臣 儿臣偷了父皇的金牌 出宫去了李红钻了钻袖子里的金牌 想到李燕然的话 直接将出宫的事情说了出来 长本事了 敢偷镇的金牌 还敢偷偷出宫 烦了你了 李志赶紧摸了一下自己的腰 果然金牌已经没了 突然他想起来了之前 李红突然来御书房 肯定是那个时候 对自己下手了 被儿子偷了金牌 让他这个大唐皇帝 颜面无存 一时间 李志也是气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生 抓起李红 就是一顿暴力输出 支打的李红 哭爹喊娘地向李志求饶 武则天看住李红的样子 也是眉头紧皱 坐视李志教子 在他看来 李红真的太不像话了 不但偷了皇帝的金牌 还敢偷出宫去 实在是该打 陛下 先停手 问问红儿是被谁带出宫的 单凭他哪怕有金牌 也逃不出去 武则天瞪了李志一眼 这是你亲儿子 不是突厥贼人 你至于这么打吗 说 谁带你出宫的 朕定不饶他 李志也是虎目一瞪 让李红交代同党 一人做事 一人当 我是自己出宫的 没有同党第183章大圣 速来救我 李红一耿薄 看住李志 眼中满是坚定 他如果这时候 把李燕燃供出去 以后对方 肯定不会带自己出去玩了 所以打药癌 人确实不能供出去 逆子 还敢隐瞒 听到李红还嘴硬 李志又怒了 抬手就要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天子之威不可期 陛下 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武则天又给了李志一个眼色 蹲在李红面前 红儿 母后知道你不想连累他人 这样吧 你供出那人 母后保证不会为难他如何 否则你父皇要再打你 母后可是拦不住了 哼李志在旁边坐下 直接冷哼了一声 算是应了武则天的话 母后 真是红儿自己出宫的 是打是罚 我认了李红也是男的奸挺了一次 死也不敢宫里奄然出来 你要当真汉子是吧 正满足你这个愿望 妹娘你不要拦我 今天不好好教训一下这个逆子 他下次能飞上天去 看到李红还敢嘴硬 李志直接走到李红身边 抬手就要让他见识自己的厉害 陛下 红儿已经被打皮了 用这个打 才能让他掌掌记性武则天 从旁边拿来一条竹鞭 递到了李志的手上 李志看住手上的竹鞭 反倒有些愣了 妹娘 这 李志看住武妹娘 真要用这个打 这可是你的亲儿子 当真要这么灭绝人性 母后 我可是你的亲儿子 宁宁这样 儿臣会被打死的李红也是傻了 阿娘竟然这么狠 巴掌自己还能忍的 竹鞭 自己的屁股真的扛不住啊 陛下 打吧 我帮你按住红儿武则天来到李红面前 直接把他按在地上 轻轻地冲李红道 红儿 母后很欣赏你刚才的硬气 但是做人贵在坚持 我相信你一定不怕疼的 母后 父皇 饶命啊 李红这下是真的怕了 打死他 他也没想到母后竟然是这样 难道自己当真不是母后的嫡子 饶命 一人做事一人当事吧 那你最好给朕坚持到底 李志直接一竹鞭 摔到了李红的屁股上 疼得李红再次勒奔 说不说李志 又是一鞭子抽了过去 疼得李红已经浑身发颤了 你还不说又是一下 李红也是忍不住了 瞪着眼珠子冲李之道 父皇 你在打我 儿臣就要生气了 听到李红的话 李志整个人都呆住了 生气了 你生气又能如何 生气 这让你生气郁闷过后 又是一记竹鞭抽了下去 而李红也很光棍地从怀里 掏出了李燕然给他的救命毫毛 齐天大圣 快来救我高举手中的头发 李红直接冲着天空大喊 齐天大圣 听到李红的喊声 李志整个人都不好了 齐天大圣 朕就是这大堂的天 你所谓的齐天大圣 岂不是要跟阵比肩 当真是反了你了 又是一记竹鞭 狠狠地抽了下去 疼得李红小脸 直接就拧巴在了一起 父皇 你再打我 等齐天大圣来了 就用金箍棒 敲你的屁股 李红再次冲李志吼道 他相信李燕然的话 齐天大圣 必然会脚踏七彩祥云 身穿梭子黄金甲 来救自己于水火 敲朕的屁股 你让他来啊 李志更生气了 又是一鞭子抽了过去 啊 阿姐你骗我 这会李红也明白了 李燕然所谓的齐天大圣 根本就是骗小孩玩的 谁说阿姐骗你了 我不是来了吗 就在李红绝望的时候 李燕然的小身影 也是出现在了门外 燕然 李志和武则天 看住李燕然的身影 不由的也是一论 他现在来干嘛 燕然拜见父皇 拜见母后李燕然 巧声声地向两人行礼 然后凑到了被打的人鬼不知的 李红身边 阿姐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没有把你带我出宫的事情 供出来啊 李红面色凄惨地看住李燕然 笨蛋李燕然一阵郁闷 你这不是全都供出来了 燕然 你 你竟然带你皇帝出宫 你听到竟然是李燕然 带李红出宫 李志也是郁闷了 你自己出去就出去吧 为什么还要带太子出去 当真是要气死他了 燕然 你当真是让母后失望武则天看住李燕然 也是一阵气恼 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带太子出宫 父皇 母后 您认为小李红一直在皇宫里面休克 当真好吗 李燕然直接无视李志 将目光放在了武则天身上 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皇宫里面藏书无数 又有许多大儒教他为人处事的道理 为何不好 你今天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不用你父皇 母后就先收拾你武则天瞅了眼李燕然 瞪了他一眼 也是有些气急 父皇 母后 皇宫里面虽然藏书无数 大儒众多 但是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 他能消化多少 又能明白多少道理 李燕然看住武则天 说不胆怯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些事他是不得不说 毕竟 这不但关系到李红 也关系到他以后能不能继续出宫 不管他能明白多少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 也是好的 再说不在皇宫 难道出宫他就能学到东西 李志皱了皱眉 你都是小屁孩一个 还敢教证怎么教育孩子 看吧你给能的 那父皇不妨问问小李红这次出宫 到底学到了什么李燕然微微一笑 看了眼李红 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父皇 儿臣今天出宫学到了很多东西 明白了什么叫做从善如流 多听多看 知道有些事情需要切身体会 才知道对错 还有做人不要自不量力 要量力而行 听到李红的话 李志和武则天全都愣了 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 以前李红虽然不错 但是对于经意上那些大道理 都是一直半解 现在是怎么了 一下子能明白这么多东西 红儿 这些都是谁教给你的 是不是你阿姐 李志一脸不相信地看住李红 看了眼在一边的李燕然 不是阿姐教我的 是大鹅教我的 李红摇了摇头 阿姐哪里有教自己这些 要不是那只鹅 他怎么能明白这么多道理 大鹅 第184章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李志瞬间就猛了 这么多大鹅 都教不会你个小鬼头 一只鹅能教你这么多道理 这话要是传出去 那些教你的大鹅 还不得撞墙而死 而且李红说的 他根本就不相信 鹅能教人 还要老实干嘛 父皇 真的李红赶紧将在农场 发生的一切 全都说了出来 生怕老爹不相信 他还把衣服掀了起来 将被大鹅灼红的地方 全都展示了出来 看住李红身上 红一块青一块 李志和武则天 全都傻眼了 有伤为证 难道自己儿子 真的从大鹅身上 学了这么多道理 父皇 母后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 红帝跟以前 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嫣然赶紧帮他 把身上的衣服盖下 然后看了眼 李志和武则天 有什么不一样的 好像确实有点不同 听到李嫣然的话 李志又是一愣 这么一说的话 好像儿子 确实跟以前 有点不一样了 哪怕面对父皇的竹编 他也能谨守本心 没将我供出来 多了一份担当 也多了一份 男儿应有的气概 李嫣然点了点头 李红的成长 他都看在眼里 不说别的 但是现在 李红在他看来 已经有点 小男人的味道了 武则天来到李红身边 自己的儿子 自己打可以 但是被别人 尤其是被一只鹅 给揍了 他实在是心疼 父皇 常言道 读万卷书 不如行你万里路 红帝现在正式认识 世界的时候 如果您真的将他 局限在书本之上 以后他得记大筒 难道要让他靠书本 去治理大唐吗 父皇我认为 就该让他多走走 多见识见识 明白什么叫做百姓疾苦 如此才能做一个 为百姓谋福祉 为苍生谋生计的 好皇帝啊 李嫣然看住李志 将自己心里的想法 全都说了出来 这 听到李嫣然的话 李志也是有些犹豫了 没有谁比他更明白 当皇帝的不容易 他也深知只会读书 根本不足以治理天下 但是李红还这么小 正是野心难寻的时候 要是被他学到 什么不好的东西 那大唐的江山 可就要蒙满了 嫣然 你不明白你父皇的顾虑 武则天最懂李志 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我明白父皇的顾虑 弘帝确实还小 皇宫之外 更是一个熔炉 有积极向上的 也有狼狈不堪的 但是如果咱们害怕 就不让弘帝去接触世界 这真的好吗 你看我从小在宫外长大 不也没有染上 那些不堪的东西吗 我能 我相信弘帝也可以 李嫣然眼睛一转 就明白李志 和武则天担心的事情 但是因为怕 就不让他接触 这样真的对吗 你自然无事 但是他可是我大唐的太子 如果红儿变坏了 就不只是他自己了 而是整个大唐江山 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李志拍了拍李嫣然的小肩膀 不是他不想 是他不能啊 陛下 其实嫣然说的 有一定的道理 闭门造车确实不行 不如这样吧 每七天就允许红儿出宫一次 但是一定要有人跟住 这样既能避免他学坏 又能让他有所见闻 两拳其美 武则天看了眼满怀期待的李红 也是有些心疼了 这 李志又犹豫了 武则天说的办法倒也是个办法 但是他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毕竟这可是大唐的太子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谁知道会出什么问题 父皇 儿臣保证不会变坏 出宫之后我也会听话 绝对不找事 你就同意了吧 李红也是凑到李志面前 摇住他的胳膊 祈求道 好吧 七天太短 十天 每十天可以出宫一趟 扫了眼李红 李志也没什么说的了 让孩子出去见识见识 也没什么 大不了多派些人跟住不就得了 一 父皇万岁 哎呦 李红直接跳了起来 但是屁股一疼 他的小脸马上又拧巴到了一起 父皇 红帝的事情圆满解决 接下来该是我的事情了 李燕然小脸一笑 贼嬉嬉地看了眼李志 你的事 父皇决定不追究 你带你皇帝出宫的事了 不用挨罚了李志 瞥了李燕然一眼 先用话堵住了他的嘴 父皇 你坏李燕然 给李志做了一个鬼脸 一头扑进了武则天怀里 阿娘 你看父皇武则天 摸了一下李燕然的头发 满眼都是怜爱 他可以对任何人强硬 唯独对这个女儿心怀愧疚 毕竟放养在皇宫外面 这么多年 小燕然 你想说什么 阿娘 燕然还是那个意思 这宫里确实不适合我 不如放我出宫去吧 读万卷书不如行你万里路 这句话在燕然这里 也是适用的李燕然 揽着武则天的小蛮腰 眼中满是气球 这 听到这话 武则天也是有些迟疑了 他是真的不想让李燕然出去 在他看来皇宫才是家 出去的话 岂不是又要承受 骨肉分离的苦痛吗 想必父皇肯定能理解燕然的苦衷 是把李燕然看了眼里制 手指搓了搓 算是给了对方一个信号 老爹 你倒是赶紧加把火啊 否则你的钱 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媚娘 不行的话 就让他出宫吧 这皇宫容不下他 这才几天啊 先是顶撞许语诗 又带红儿出宫 再让他待下去 皇宫说不得 都要被他给掀了 李治白了李燕然一眼 你整天就会坑害老子 当真是醉了 这真的好吗 武则天愣了一愣 还是有些犹豫 母后 这皇宫虽然锦衣玉食 但是于燕然来说 犹如牢笼 在皇宫待下去的 我恐怕自己就疯了 再说父皇可以给我个金牌 只要母后想我 我立马飞奔而回 李燕然看住武则天 知道他是什么想法 马上开始撒娇 武则天摸了摸李燕然 还是下不定决心 这样吧 燕然以后白天出宫 晚上归来 这样总可以了吧 李治叹了一口大气 说出了自己的解决之策 好吧 那就按陛下所言 白天出宫 晚上必须回来 你答不答应 武则天抓着李燕然的小脸 一脸心疼地说道 好嘞 燕然保证早出晚归 绝对不让阿娘担心 能争取到现在的福利 他已经很满足了 毕竟能不在皇宫待 已经算格外开恩了 毕竟除了那几个不受待见皇子 还没有公主为出阁之前出宫呢 此已经是特例了 好吧 咱阿娘的小燕然可要按时回宫 否则我就让你父皇用藤边 抽你屁股武则天一把 将李燕然搂紧 事已至此 他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瑞安 吩咐人准备晚宴 今天朕就在这里吃了 尊命第185章 齐天大圣饿死了 吃过饭后 李燕然没有打扰武则天 跟李治两人 直接告李 返回自己的宫殿 谁知道李红 却是一瘸一瘸地跟在后面 皇帝 你还不回你的东宫 跟住我干嘛 李燕然白了李红一眼 大晚上你不回宫 让老爹老娘知道了 指不定怎么收拾自己呢 阿姐 我要去你宫里睡觉 李红直接揽住了李燕然的胳膊 眼中满是祈求之色 去我宫里干嘛 男女瘦瘦不清 就算咱们是亲兄妹 也要避嫌 知不知道李燕然 在李红头上敲了一下 对方马上变成了 小可怜的模样 阿姐 我今天哪怕被父皇打成那样 都没有想过 将阿姐供出来 难道你没感觉 我特像一个人吗 特像一个侯爸 李燕然 手指一捅 顾李红的鸽之窝 养得对方 咯咯咯的乱笑 所以阿姐 你就让我去你宫中吧 我还想听 齐天大圣的故事 嬉闹一阵之后 李红又摇起了 李燕然的胳膊 好吧 但是你要先派人 去东宫汇报 就说今天在我的寝宫休息 省得那些内侍宫女 一晚上都睡不好 李燕然也是无奈 毕竟是自己的弟弟 他又能怎样呢 总不能跟父皇一样 打一顿吧 那可是自己的亲弟弟 听到李红 要在李燕然寝宫过夜 孙旭当场就不干了 非要跟祝国去伺候 回到寝殿 李燕然就继续给李红 讲孙悟空的故事 一直讲到 被佛祖压在五指山下 李红的小眼睛 瞬间就湿润了 阿姐 为什么齐天大圣 要被压在五指山下 还有那个如来佛祖 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会多管闲事呢 李红看住李燕然 一脸的委屈 在他看来 齐天大圣是个大英雄 大英雄不该被这样对待 哪个小孩子 没有一颗英雄心 哪个少年不想仗见天涯 现在孙悟空被压制了 他感觉就好像自己 被压在了五指山下一样 别去 难受 五味杂陈 小李红 如果你是玉皇大帝 希望手底下出现 齐天大圣这样的人吧 李燕然敲了李红一下 直接冲他问话道 我不想当玉皇大帝 我要当齐天大圣 李红愣啊 我为什么要当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不好玩 哪有齐天大圣好玩 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手里金箍棒 能够横扫天际还宇 多威风 多霸气 碰 李燕然又给了李红一下 你当孙悟空 那谁当玉皇大帝 自己老爹吗 你要反自己老爹的江山吗 换句话说 你以后注定是要成为 大唐皇帝的人 等你登基之后 希望大唐之中 出现一个齐天大圣 这样的人吧 听到李燕然的话 李红歪住小脑袋 小眉头紧拧 一副纠结无比的样子 如果是我个人来说 我希望出现齐天大圣 因为好玩 但是对大唐来说 有这样的人出现 会影响江山的稳固 绝对不能出现 李红到底是皇家子弟 帝国的太子 这点见识还是有的 齐天大圣 可以出现在故事里 但是绝对不能出现在大唐之中 齐天大圣的下场 已经注定了 他必须被镇压 因为他影响的不只是自己 而是整个天地的安危 如来佛祖才会过来帮忙 所以李燕然说完之后 一脸兴致地看住李红 想要听听他有什么说的 所以如果齐天大圣 也有一个强有力的帮手 就能拿下如来佛祖了 砰 阿姐 你要杀人吗 为什么打我李红的头上 又挨了李燕然一记重击 捂住脑袋 不明白对方为什么会打自己 找帮手 我今天不打死你 就不是你姐李燕然 又吹了李红几下 当真是要气死自己 还找帮手拿下如来佛祖 你怎么不把老爹给钱掉了 岂不轻松 阿姐 那你想说什么 李红用手挡在头顶 一脸恐惧地看住自己的阿姐 她是真的不明白了 阿姐为什么突然发这么火 所以大唐之中 如果出现这样的苗头 你要前进力索 直接就镇压 绝对不能有丝毫怜悯 明白了吗 李燕然又捶了李红一下 将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说了出来 我知道了 至于这么打我吗 不就是不能有富人之人吗 疼死了李红点了点头 捂住小脑袋刮 一阵郁闷 明白就好 那睡觉吧 李燕然一拍手 直接宣布睡觉 阿姐 我不想睡 后来齐天大圣怎么了 这故事要这么结束 那齐天大圣也太惨了吧 李红却是根本没有睡意 直接拉着李燕然 要他继续讲故事 没了 后来齐天大圣 在五指山下饿死了 李红看住李燕然 整个人都呆滞了 饿死了 怎么可能饿死了 那可是齐天大圣 就这么憋憋屈屈地死了 这个结果他不接受 阿姐 你救救齐天大圣吧 他怎么能饿死呢 他不能饿死啊 李红瞬间就泪目了 抱着李燕然的胳膊 求李燕然放过齐天大圣 想救齐天大圣 李燕然看住李红 不由得也是一笑 嗯 阿姐 你可千万不要弄死 齐天大圣李红 赶紧点了点头 那你睡觉 明天我给齐天大圣 安排吃他最喜欢的桃子 怎么样 李燕然拍了拍李红的小脑袋 还置不了你了 小样 跟本姑娘斗 你再长三年吧 阿姐 那桃子好吃吗 有盘桃园的盘桃甜吗 不甜 苦的 吃一口能毒死人 你再说话 齐天大圣 舅舅不活了 李红撇了撇嘴 给李燕然做了一个鬼脸 直接滚到一边 一会功夫就打起了呼噜 当真是小鬼头一个 李燕然帮李红盖上了小被子 也是滚到一边睡觉去了 第二天天一亮 李红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竟然在地上 不由也是一阵郁闷 孙旭 孙旭 快帮本王更衣李红揉了揉眼 冲外面喊话 奴婢来了 孙旭直接就要往请殿里闯 却被在门口的李峰拦了下来 你拦我干嘛 看了眼里风 孙旭不以为意 一扒拉他的胳膊就要进去 却被李峰一脚给踹了出去 公主请殿岂容你擅闯 你想死吗 第186章准备闹事 李峰黑住脸看住孙旭 眼中满是冷意 别人的宫殿自己管不住 但是你想闯小姐的请殿 门都没有 哎呦 你个雕奴 可知我乃是东宫长氏太监 你是不想在宫里混下去了 是吧 孙旭捂住肚子 看住李峰 眼中满是阴狠之色 他可是东宫的长氏太监 是李红的踢级人 等以后李红登基大宝 得基大统 他就是跟瑞安一样的存在 谁敢惹自己 你一个小小的护卫 竟然敢踹自己一脚 简直是不想活了 我管你是谁 李峰撇了撇嘴 根本没把孙旭的威胁当回事 自己只对夫人和小姐负责 你哪怕是 整个皇宫的长氏太监 与自己合遣 只要小姐不厌烦自己 一切她都不在乎 你你 哎呦 孙旭算是被教育了 对李峰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只能捂住肚子在旁边哀嚎 人呢 孙旭 你死了 看到这么长时间 孙旭还没来 李红又吼了一声 吼什么吼 李嫣然从床上翻了起来 一巴掌就扇到了李红的头上 你个小鬼头 大早上的鬼吼什么 打扰本姑娘睡美容觉 阿姐 你怎么在我的东宫 李红被敲了一下 不由得一猛 自己阿姐怎么在我的东宫了 稀奇了 懂你个肘子 这是我的寝宫 李嫣然又敲了李红脑袋一下 睡魔症了吧 你忘了昨天搂着本姑娘的胳膊 让我讲齐天大圣了 棒锤 阿姐的寝宫 对了 阿姐你说要给齐天大圣 安排吃桃子 桃子呢 这下李红是彻底清醒了 直接抱住了李嫣然的胳膊 要他实现诺言 给孙悟空安排桃子 不能让齐天大圣饿死 桃子是吧 我给你李嫣然下了请床 从桌子上抓起一个桃子 扔到了李红的手里 你给我桃子干嘛 要给齐天大圣 看住手上的桃儿 李红也愣了 你给我桃干嘛 我吃了齐天大圣 还是要饿死 赶紧给我滚出去 再拖延 我就让齐天大圣 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李嫣然也郁闷了 哪那么多事 哦 李红说罢 劈了肩外伤 抓着桃子就冲了出去 孙旭 出门看见孙旭在门外挨忧 李红也是愣啊 殿下 殿下 您可要为奴婢做主啊 这刁奴竟然敢踹奴婢 您一定要将他大卸八块 以警校友 孙旭连爬带滚地 冲到李红的腿边 脸上满是阴狠 彭李红还没说话 李嫣然就冲了出来 一脚将对方踹倒 然后噼里啪啦的一顿暴揍 刁奴 你敢说本公主的亲位是刁奴 李嫣然瞪着双眼 看住告状的孙旭 眼中满是怒意 李红是自己的人 你个刁奴竟然敢说 把李锋大卸八块 反料你了 啊 公主 莫打 殿下 救命啊 面对李嫣然的暴击 孙旭根本不敢反抗 谁都知道 这位骊山公主的皇帝和皇后宠爱 得罪谁都不能得罪她 所以 她只能将求救的目光 放在李红身上 希望自己这位主子 能帮忙来一下 我阿姐说你是刁奴 那你就是刁奴 该打谁知道 李红看了眼被暴打的孙旭 眼中也是爆出一丝冷意 加入了暴打的团队 孙旭傻眼了 难道不应该是主仆情深吗 为什么会对这么对自己 好了 刁奴你再敢得罪李锋 后果自负 李嫣然又替了孙旭一眼 看这嫣然就不是什么好货 满眼都是阴狠 以后要让小李红离他远点 孙旭都要哭了 我什么时候惹李锋了 明明是被他打 自己这是招谁惹谁了 宫里何在 谢公主殿下 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 嗯 红帝 你赶紧收拾一下去重文馆吧 阿姐我要出宫了 李嫣然看了眼天色 时候也不早了 再不去重文馆 估计小李红又要挨骂了 阿姐 红帝想要跟你出宫 重文馆太没意思了 我可以帮你抓额 李红的小脸 马上就拧巴起来了 凭什么自己要上课 而阿姐就能独自出宫 这不公平 父皇和母后就是偏心 太偏心了 抓额 还是算了吧 你还是赶紧去上课吧 李嫣然一扭李红的小脑袋 然后让李峰准备一下 自己要出宫了 是李红马上离开 安排马车 再驻李嫣然朝宫外行去 李嫣然来到兰桂坊中 看住久违的鞦韆 沙发 他也是有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长孙燕几人来到重文馆中 看到李红却没有看到李嫣然 几人不由的也是愣了 硬住头皮来到李红的身边 开口问道 殿下 离山公主呢 李红正不高兴呢 瞥了眼长孙燕冷冷地回了去 阿姐以后不会来重文馆了 听到这话 长孙燕几人全都傻眼了 自己是被李嫣然给坑过来的 现在李嫣然不用来了 可是自己呢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咱们怎么办 李斯文看了眼长孙燕 眼中满是苦涩 怎么办 李哥不在 咱们还不得被于九正那几个英人 给霍霍死长孙燕 看住一边的于九正几人 也是一阵头疼 不行的话 我有个方法 成楚碧看了眼苦闷的两人 直接就是一阵冷笑 你说长孙燕和李斯文看了成楚碧眼 不知道他有什么想说的 咱们为什么会来这重文馆受罪 还不是因为李哥无聊 要陪李哥上学 现在李哥都走了 咱们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啊 成楚碧看了眼三人 继续说道 咱们不是看于九正他们不顺眼吗 找个由头直接揍他们一顿 将事情闹到陛下那里去 陛下就知道咱们不适合在重文馆了 必然会放咱们出去了 但是这样的话 陛下恐怕不会放过咱们吧 挨顿板子少不了的 合适吗 听到要闹到皇帝那去 李斯文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按批后 挨顿板子就挨顿板子 只要能不在重文馆 挨认了一边的玉石环 却是点了点头 上这几天课 他脑袋都大了 相比在重文馆受煎熬 挨顿板子而已 他又不在乎 我也认为成楚碧的意见不错 虽然可能挨板子 但是挨板子之前 也能出口恶气 不是长孙燕扫了眼 对面的鱼九征 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那就这样吧 先打了再说 既然三人都同意了 李斯文还有什么好说的 只能点头同意了 谁叫他们是同生死 共进退的兄弟呢 等会咱们这样 第187章斗殴 长孙燕鬼点子最多 马上就想到了办法 冲三人低语 他们听到之后 也是一阵冷笑 鱼九征 今天看你们死不死 鱼九征 我怎么感觉浑身发冷 怎么回事 戴梁绍看了眼鱼九征 不知怎么的 突然感觉有些发冷 你肯定是昨天晚上助粮了 上课完了 去找医师看看 鱼九征摆了摆手 什么鬼 助粮就助粮了 还特么煞有其事地说出来 闲得你 也许把戴梁绍打了得哆嗦 也是摇了摇头 走吧 时间到了 靖客堂重温馆开门 李红直接跨了进去 鱼九征也是紧随其后 捧谁知道 陈楚碧抢先一步 直接撞到了鱼九征身上 哎呦 鱼九征没事 陈楚碧的大个子 却是直接摔到了地上 看了眼陈楚碧 鱼九征整个人都傻了 这特么是什么情况 他怎么就倒了 鱼九征 你竟然敢撞我兄弟 赶快给他下跪道歉 长孙燕直接冲到陈楚碧身边 给了他一个 矮油不错的眼神之后 瞪着眼珠子吼道 鱼九征真是遇了个大门啊 自己怎么了 明明是陈楚碧撞的我 怎么反倒是自己的错了 还下跪道歉 你怎么不说 让我叫陈楚爹呢 长孙燕 你要找试试 把戴梁绍窜了出来 看住长孙燕 这特么摆明了 是来找茬的 老子跟鱼九征说话呢 哪有你的事 下见长孙燕一巴掌 就扇到了戴梁绍的脸上 眼中满是不屑之色 靠 老子跟你判了被人打脸 戴梁绍要是再没点反应 他就真不是男人了 紧握右拳 直接朝长孙燕脸上 垂了过去 一边的李斯文 却是飞起一脚 直接把他踹了一个跟头 给我打 看到小弟被打 于九征怎么能忍得了 直接就将长孙燕扑倒 骑在他身上就要进攻 却被御赤环一拳砸了出去 打死你个龟孙 长孙燕翻身骑到于九征身上 左右开弓 罩住他的脸上 扇了起来 就九哥 揍他们一群人 直接杀了过去 开始围殴长孙燕四人 但是他们这群 都是官宦子弟 也就能欺负欺负 长孙燕这个顽固 面对惩处必三人 简直就是白给 一番打斗下来 很快就变成了单方面的殴打 你们在干什么 徐语师龙行虎步而来 看住面前的殴斗场面 眼珠子都爆出来了 在重温馆打架 你们当真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了 也是最不要命的一波人 徐师 快停下 完了完了 快快快 躺地上装死 于九征几人 看到徐语师来了 很潜粹地躺在地上装死 其他人也是有样学样 管他是谁 先打了再说 长孙燕一擦鼻子上的血迹 直接就扑了过去 特么许师都来了 你还来是吧 老子跟你盼了戴梁少的眼睛上 又被砸了一拳 也是不装了 跳起来跟长孙燕 扭打在了一起 其他人怎么能做事 戴梁少挨揍 又跟长孙燕他们斗在了一起 你你们 靖军何在 给我拿下他们 看到他们又扭打在了一起 徐语师胡子都飞起来了 很快 重文馆的靖军直接冲了过来 将长孙燕等人拉开 然后两人一个将他们全都扭住 都长本事了 压着别动 老夫这就去禀明陛下 猜你们个不遵重文馆之罪 徐语师一甩袖子直接离开 只留下一伙人被靖军按在那里 无法动弹 陛下 徐语师求见 听到徐语师又来了 李治不由抬头一愣 李嫣然不是都出宫去了 这徐语师怎么又来了 难道是要求着李嫣然回去 让他进来吧 是瑞安赶紧出去 向徐语师行礼让他进去 徐语师 怎么了 为何如此生气 看出徐语师吹胡子瞪眼的样子 李治更疑惑了 陛下 重文馆出现了自建馆以来 从未有过的恶劣事件 那些生员 竟然在重文馆内打架斗殴 简直太放肆了 还望陛下严惩 徐语师直接跪在了地上 将长孙燕斗殴的事情 说了出来 彭李志直接拍阿而起 眼中满是怒火 在重文馆斗殴 已经不是简单的私得问题了 而是藐视黄泉 还反了天了 来人 百驾重文馆李治在前 徐语师和瑞安在后面紧追 三人就这么静止 来到了重文馆中 父皇唯一置身世外的李红 看到李志来了 赶紧过去行礼 李志看到没看李红 静止来到了被禁军压着的生员面前 都把他们给我松开 李志一声冷哼 命令禁军将长孙燕等人放开 陛下陛下陛下一行人 直接跪在地上 尤其是与九争几人 哆哆嗦嗦的人都傻了 所谓打架一时爽 打完火葬场 就是他们现在最真实的写照 都长本事了 敢在重文馆打架 你们还真是我大唐开国以来第一波人啊 李志双手背后 冷冷地看住面前的众人 尤其是长孙燕几人 想都不用想 这件事肯定跟这几个脱步了前夕 陛下 都怪于九争撞倒了成楚碧 非但不道歉认错 还动手打人 您可要为我们做主了 那么多人围有我们四个 你看把我打得长孙燕鬼机灵一个 任何人都是有先入为主的基因 直接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 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于九争他们身上 你放恶人先告状 陛下 分明是长孙燕他们故意找茬 我等实属无奈才奋起反击 还望陛下民间于九争顶住两个乌青眼 向李治行礼 你被打的 你怎么不说把我们打成什么样了 要不是这里是皇宫 说不得自己这些人就要被打死了 还望陛下民间 严承于九争等人 以正重闻管风气 李斯文也是赶紧开口 请李治民间 朕又不瞎 全都看到了李治当真是被长孙燕他们给气笑了 特么成楚碧被于九争撞倒了 成楚碧撞得跟小牛犊子一样 于九争好像一个竹竿 他能撞倒成楚碧 真当阵老眼昏花了 摆明了就是你们想要找事 徐语师 你认为这些人该怎么处置 李治扭头看了眼 废多气炸了的徐语师 想听听他想要怎么处置这些魂囚 陛下 陈认为将这些声援 全都隔出重闻管 同时每人再打几十板子 方能证重闻管之威风 徐语师这次是真生气了 这些学生在他看来 简直就是来污染重闻管的 宁缺无烂 不要也罢 第188章打欠条 交学费 隔出重闻管有些过了 打板子倒是可以 另外每人罚超视讯一千遍 李治皱了皱眉 打架确实不对 也确实有损重闻管风气 但是这些都是自己帮儿子选的班底 哪个人的父亲都是正直壮年 如果真的把他们扔出去 那自己儿子以后该怎么办 陛下 这 徐语师皱了皱眉头 在他看来这些处罚太轻了 就这么办吧 李治瞪了徐语师一眼 眼中满是不悦 老臣 遵旨徐语师赶紧向李治行礼 陛下 打板子可以 臣有个请求 本来长孙燕几人听到 要隔出重闻管还高兴呢 没想到 让大表哥给否了 这怎么能行 要是板子挨了 重闻管还要继续待 那这场打不就白打了 说李治邪了长孙燕一眼 不知道这家伙 想要搞什么门儿子 陛下 臣自知才书学浅 重闻管教导的经意 我根本就消化不了 还望陛下能采纳许诗的建议 将我隔出重闻管 以正风气 长孙燕一边说话 一边冲大表哥 露出祈求的眼神 臣也希望陛下 能将我隔出重闻管 臣也一样 安安也一样 三人也是借着长孙燕的话 向李治表态 于九征几人看到这个场景 都被惊呆了 这几个人是不是傻了 这可是重闻管啊 陛下都下旨 不隔人出去了 你们还自己请辞 当真是不知所谓 你们就是亥军之马 重闻管没你们 也多不了这些事 想走是吧 也不是不可能 不说还好 一说李治 直接就气炸了 一脚就把长孙燕给踹开 亥军之马 都是说轻了 本来也没指望你们能成事 要不是为了让你们 陪自己的宝贝女儿 就你们那两根葱 也能进重闻管 还自己请辞 真是高峰亮节啊 谢陛下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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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听到这话 也是瞬间兴奋了 终于 终于还是被皇帝给毙了 恩典 朕知道你们的想法 但是重闻管 不是你们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 每人罚款一万贯 全当这几天的学费了 交钱走人 否则就老老实实 在重闻管上课 再敢生事 当真以为朕的刀不利吗 李智说完嘴角一歪 就你们那点小心思 朕还不懂 想要出去找李嫣然 一起赚钱 朕给你们机会 交钱走人 大家都安生 否则别怪我上手段了 长孙燕几人看住李智 人都傻了 进重闻管不用交钱 出重闻管要交一万贯 自己才来几天 三天有木有 合住每天学费三千多贯 这特么也太贵了吧 这不是学费 是熟身器吧 而且一万贯让自己去拿偷 外债现在还没还清呢 不要跟朕说你们没钱 你们的家底 朕可是门清理智看住愣神的四人 别人不知道你们有多少钱 朕可都是一清二楚 因为朕跟你们是合伙人 我最近都赚了不知道多少钱了 你们要是连一万贯都套不出来 打死他都不信 长孙燕几人不由地撇嘴 你是自己赚钱自己花 咱们可不一样 李哥客扣点 自己在花点 家里又凯了大头 他们现在可是债台高筑 哪有钱再给大表哥交学费 大表 陛下 我真是没钱了 要不宽限一段时间 或者我给你打个一万贯的欠条 长孙燕苦住脸 直接冲李智哀求 打欠条 李智是彻底傻眼了 跟朕你竟然敢说打欠条 当真以为我是傻子吗 你长孙燕是什么声誉 你打的欠条不跟白纸一样吗 陛下 咱们的情况您也知道 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还上 反正您现在要我拿一万贯出来 我是没有看到李智有所怀疑 长孙燕也是很光棍地探了探手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大表哥 您也不想人财两失吧 陛下 打欠条虽然有风险 但是也要看对谁的 您是九五之尊 谁敢欠您的钱不给 不过是早两天晚两天的问题 李斯文赶紧凑过来跟李智说话 自己的欠条在别人那里 可能会变成一张白纸 但是你是皇帝 谁欠你的账 那不是找死吗 说得倒也是 但是这欠条不能白打 一万一千罐的欠条 限期一月偿还 欠了走了李智看了眼几人 这几个家伙难道真是穷了 一万罐都拿不出来了 横数都是死 我欠成储币是受不了了 直接点头同意 俺也签 欲吃还也是同意了 签吧 长孙燕看了眼李斯文 现在人家刀都架脖子上了 不签也没办法 如果被自己老爹知道了 指不定要被打成什么样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先签了熟身器再说 哎 李斯文也是无奈向李智行礼 表示同意 朕就知道你们是我大唐的大好青年 瑞安 准备笔墨 给他们签熟身器 不对 打欠条是瑞安看了眼李智 不由的也是一笑 陛下到底是陛下 三言两语就把长孙燕这几个顽固子弟给拿捏了 每人一万一千罐 四个人就是四万四千罐 这钱赚的那叫一个风驰电车 自己拍马也赶不上 拿来笔墨 放在长孙燕几人面前 他们也是各自写了欠条 最后签字画鸭 嗯 写得不错 但是这还不够 瑞安 去取朕的丝印过来 李智将四份欠条拿在手中 又瞅了眼长孙燕几人一眼 丝印 听到这话 瑞安傻了 还是马上去取了李智的丝印过来 这就完美了 朕的丝印可是盖上了 如果你们敢签朕的钱 我就面你们满门李智拿四份 盖了大行皇帝丝印的欠条 在几人面前晃了晃 长孙燕几人已经彻底崩溃了 不就是一张欠条吗 您至于用皇帝的丝印吗 这是不给自己留一点余地啊 还愣着干嘛 给朕滚扫了眼四人 李智又是一脚踹到了长孙燕身上 是一塌麻溜滚蛋 陈马上就滚长孙燕嘴一撇 直接在地上翻了一个 麻溜滚蛋 你们还愣着干嘛 不用上课的吗 扫了眼四人的背影 李智又扫了眼看热闹的鱼九争几人 不由的也是脸一撇 陛下 他们的板子还没打呢 徐宇师愣了愣 直接冲李智说话 那几个混小子 罚钱比较他们命还难受 就不打了 倒是他们 今为何在 一人给我打二十大板 李智这才想起来还没打板子呢 但是事已至此 均无戏言 他们罚了钱了 也算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陛下 饶命啊 我 我们也可以交钱听到要打板子 与九争几人也是郁闷了 赶紧开口要花钱免罪 交钱 朕不要 给我打第189张彩票 李智白了与九争一眼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长孙燕几人的钱 都是自己一分毅力赚过来的 哪像你们都是从家里要钱 掏钱根本就不心疼 朕要罚的是你们 不是罚你们爹 李智甩手离开 近卫们也是分工合作 打得与九争等人一阵鬼哭狼嚎 今天休目都给我回去好好反省 二十大板打完 人都快废了 徐语师也没什么心情上课 直接甩袖离开 长孙燕 这一万一千贯 我们去哪偷啊 李斯文看了眼长孙燕 一万一千贯 当真失掉了他的小命了 我哪知道 现在只能求李哥再搞点东西出来 帮咱们补窟窿了长孙燕 瞥了李斯文一眼 现在他们只能找李嫣然了 只有他能帮自己解决眼前的问题了 现在只能这样了 四辆马车停在了兰桂方外面 看了眼马车 几人也是面色一喜 直接狂奔上楼 彭长孙燕直接推开了雅间的大门 吓得正在赤桃子的李嫣然一个机灵 疯了 吓我一跳 李嫣然瞥了眼进门的长孙燕四人 直接将手里的桃子扔了出去 不对 你们现在不应该在皇宫重温馆吗 怎么到这里来了 扔了桃子李嫣然才反应过来 这几个憨批怎么就回来了 李哥 我们太难了 长孙燕直接过去就要搂李嫣然的腿 却被对方一脚踢开 有时说是 别在这装可怜李嫣然瞪了长孙燕一眼 什么时候这么腻歪了 长孙燕抹了一把泪 直接将在皇宫里的事 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你们给父皇写了一万一千罐的欠条 还限期一月归还 李嫣然傻眼了 这几个憨批是没有金钱的概念了吗 一万一千罐 不是一罐一百钱 你们四个人就是四万四千罐 当真以为本姑娘是财神爷转世 抖抖身子 钱就出来了 所以李哥 你这次一定要帮我们 否则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长孙燕一脸委屈的看住李嫣然 就是主就在眼前 要是不抱紧大腿 他们就真的完了 你们不会去找国公府要钱吗 凭什么来找我 我又不是你们阿娘李嫣然郁闷了 这么大一笔钱 你们难道不应该去找自己老子吗 来求我干嘛 自己造的孽 为什么要转嫁到我这个九岁的孩子身上 不能啊 要是被我父亲知道 非得打死我不可 几人一起点头 要是跟老子要钱 那还不得给打成残废 李哥 我还年轻 你也不想我英年早逝把长孙燕抓住机会 一把搂住了李嫣然的腿 说什么也不肯放开 看住长孙燕的鼻涕都要抹过来了 李嫣然赶紧开口道 你先松开我 我想办法 好 听到这话 长孙燕才停止了自己的生化攻击 一个月内想要赚六万罐不容易啊 李哥 是四万四千罐李斯文赶紧提醒李嫣然他说的不对 废话李嫣然直接捶了李斯文一下道 合住你们赚钱我不要赚的 还是老李不要赚的 也是李斯文捂住头 点了点头 想要赚这么多钱 我想想李嫣然堕住小步子在雅间里面走了起来 李哥 要不我再去搞点花瓣来 扩大香水产能 这样的话多少也能赚些钱吧 长孙燕看住李嫣然 直接又将采花大盗的旧业提了出来 现在长安周边的花基本上已经被你采没了 去哪弄 李嫣然白了长孙燕一眼 这些花都要鲜花才行的 你弄点钱花过来有个屁用 现在云南那边花卉基地还没弄起来 原水解不了尽壳 根本不适用 那不行李哥你在发明点好吃的 比如冰淇淋什么的 咱们再搞个活动出来 李斯文想了一下 香水不可取 那弄好吃的总行了吧 反正原材料自己那里都有 不会出现鲜花这样的问题 你以为那些东西说有就有啊 李嫣然摇了摇头 自己倒想做 但是他又不是职业甜品师 会做的就那么简单几种 哪还有新花样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总不能去抢钱吧 成楚币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整个人都抑郁了 抢钱倒也不是不可以李嫣然 拍了拍成楚币的肩膀 这大愣子总能点醒梦中人 抢钱 是不是有点过了李斯文 看了眼李嫣然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废话 我说的抢钱跟你说的不一样 我的意思是卖彩票 彩票 几人愣了 不明白李嫣然到底是什么意思 长孙燕眨了眨眼 冲李嫣然问道 李哥 何为彩票 何为彩票 我该怎么给你解释呢 彩票说白了 好比赌博 讲究个一小博大 李嫣然微微一笑 将彩票最根本的东西 说了出来 赌博可是违法的 这样不好吧 提到赌博 长孙燕直接打了个哆嗦 当初打麻将 负债累累的经历 还历历在目 而且自己老子也说了 如果他敢沾染赌博 就把自己腿给打折 为了一万一千罐 不值得 废话 我能不知道吗 这样跟你说吧 你给我两文钱 我给你一个 能赚五罐钱的机会 你钱还是不钱 李嫣然撇嘴 我还不知道赌博违法吗 棒锤 那自然要干了 毕竟用两文钱博五罐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长孙燕看住李嫣然 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那如果我们就这么钱的话 岂不是要赔死 李斯文想了一下 好像明白了李嫣然的方法 但是这么做真的可以吗 自然不会赔本 我们这样 李嫣然微微一笑 将自己的想法全都说了出来 这么做 岂不是跟蒙采的性质一样 如果被朝廷知道了 可能会招惹祸端 李斯文摇了摇头 虽然李嫣然的想法很好 但是小范围施行还可以 要是大范围的推发 必然会让有心人惦记 尤其是那些世家大族 看到彩票能赚钱 必然会群起效仿 届时说不定会引起动荡 嗯 你说的倒是个问题 李嫣然微微皱眉 彩票的利润 瞎子都能看到 如果把这个当成敛财的手段的话 天下必然动荡 但是现在能赚钱的手段 只有这些 六万贯了 如果想要施行 必须要通过陛下 将这个变成官营 如此才能杜绝彩票 可能带来的危害 李斯文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既然要做 就要杜绝是世家 将这个作为敛财手段 而能压住这些世家的 唯有当朝皇帝 以皇权去压制 方能稳定 嗯 你说的很对 你们先商量一下 我刚才说的 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我马上回宫 去见父皇 第190章 皇权特许 李嫣然点了点头 李斯文倒的是聪明 带着李峰踏上马车 离开兰贵方朝皇宫行进 陛下 离山公主求见瑞安三步行来 直接向李治汇报 告诉离山公主 朕有事 不在李治放下手里的奏章 扫了眼瑞安 李嫣然不是出宫去了吗 现在回来要干嘛 怕是没有好事 父皇 您要去哪 李嫣然已经闯进来了 看住正要离开的李治 不由地撇了撇嘴 去哪 父皇准备去迎接朕的好女儿啊 李治善善一笑 用眼弯了下瑞安 狗东西 连个孩子都拦不住 还能前点什么 瑞安也是一阵郁闷 你以为我不想拦吗 谁知道他直接跟我进来了 他当长是太监这么长时间 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胆的公主 从来没有 父皇 我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 李嫣然直接抱住了李治的胳膊 然后看了眼一边站立的瑞安 瑞安看到李嫣然的眼神 不由地也是哭笑不得 自己可是李治的梯级人 是他的绝对心腹 你现在要赶我走 是不是有些过了 瑞安 你先下去 守住屋门 没有真的允许 谁都不许进来 李治看了眼李嫣然 缓缓冲瑞安道 是 瑞安撇了撇嘴 直接行李 缓缓退了出去 说吧 现在这里没有外人 李治摸了摸李嫣然的小脑袋 一脸的问号 父皇 宁可想让大唐的赋税增加三成 李嫣然甜甜一笑 说了一句让李治大惊失色的话语 大唐赋税增加三成 你是在说胡话吗 大唐百姓虽然负数 但是贸然加税的话 可是亡国之祸啊 李治瞪着眼睛 大唐赋税增加三成 他能想到的唯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加税 现在大唐赋税 但是也不是能随意加税的 而且现在自己手里也不缺钱 根本用不住这样 老李 我是那样的浑人吗 你知道什么叫彩票吗 李嫣然瞥了自己老爹一眼 咱是那样不顾名声之人吗 听到这个久违的称呼 李治直接在李嫣然头上敲了一下 没大没小的 叫父皇李治瞪了李嫣然一眼 开口问道 何为彩票 父皇 彩票其实就是脱胎于猛彩 李嫣然缓缓将彩票的构想 全都说了出来 等到李嫣然说完 李治却是皱了皱眉头 彩票之力 他马上就看出来了 如果真能推行开来 别说增加三成赋税 五成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彩票也有弊端 如此高额的回报 必然会让百姓趋之若鹜 这彩票一旦被有心人利用 其害更甚于山洪 李治摇了摇头 缓缓道 死法不妥 如此一来 岂不是鼓励百姓赌博 等到推行开来 全民皆赌 此时万万不可 李嫣然摇了摇头 三步跨出 看了眼李治 缓缓道 父皇 赌虽国境 但是就算您不卖彩票 好赌之人就不会赌了吗 所谓十赌九诈赌 有多少赌徒被赌场坑得倾家荡产 和他们相比 我们至少不会骗人 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件事 打击那些私利赌场 何乐而不为呢 听了李嫣然的话 李治又开始沉思 过了半赏 他还是摇了摇头 嫣然 你这个办法或许不错 但是一旦彩票推行开来 世家大族岂不是又多了一个敛财手段 李嫣然微微一笑 继续道 父皇 你担心这个 咱们完全可以将彩票设成官办 其余人只要谁敢私自开设 不论过往全部斩立决 如此就能杜绝您的顾虑了 彩票官办 这倒是李治没想到的 如果将彩票官办的话 确实能杜绝自己担心的事情 不妥 朝堂上那些官员肯定会群其反对 恐怕很难通过 想到朝堂那些官员 李治就感觉头大 父皇 我说的官办 其实是由皇室负责承办 只要将卖彩票的钱积攒起来 一旦大唐出现灾祸 就能将彩票的营收 拿出来就知灾民 这样就不用劳烦户部支出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拨款 百姓也能秉承皇恩浩荡 提亮添加恩情 李嫣然早就想好的说辞 官办没用 要让自己老爹看到实打实的利润 他才能定下心来 跟自己一起搞这个彩票 皇室成办 李治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 看了李嫣然一眼 已经动了心思 没错 天威不可犯 如果谁敢动皇室的蛋糕 那杀他个人头滚滚 也没人敢说什么 李嫣然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那些世家要是赶出皇室的眉头 谁都救不了 这件事我要跟你母后商量一下 看看怎么施行李治扫了眼自己的女儿 现在的情况 他只能跟武则天商议一下 这是一件大事不是自己能轻易做决定的 那女儿就等父皇的好消息了 李嫣然向李治行礼 马上就要退出去 你要跟朕去 朕怕自己嘴捉 说不清楚李治直接颠住了李嫣然的衣领 想跑 让我独自去面对武则天 那怎么可以 你这个始作俑者必须要一起去 我我 还是不去了李嫣然一缩脖子 眼里满是犹豫 他是天不怕地不怕 唯独惧怕老娘 毕竟那可是武则天 千古无一的女皇 必须要去 瑞安 百嫁李嫣然被李治低溜住上了龙眼 朝武则天的请殿行去 陛下武则天正在批阅奏章 看到李治和李嫣然同来 不由的也是一乐 妹娘 嫣然有件天大的好事 是把李治直接搂住武则天 无情地将李嫣然给推了出去 李嫣然看住老爹老娘 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 不是你来说 我来介绍吗 怎么现在成了自己了 老爹 你当真是坑女儿一决啊 嫣然 武则天挑了挑眉 看住李嫣然 阿娘 我 我想的是让皇庭筹办彩票局 经营彩票 所有收入收归那趟 等到出现灾情 将彩票的利润拿出来用于赈灾 安抚灾民所用 李嫣然叹了一口气 把跟李治商议的东西全都说给了武则天听 此举 恐怕会引起朝堂动荡啊 武则天直接就想到了关键 所以正才来问妹娘你的意见 你说可以办 咱就办 如果不可以 那就搁置李治冲着武则天微笑 一点都看不出来异国之君的浩荡威风 倒也不是不可以 如果陛下认为可以的话 施行的话只要定下言法 应该不会有人铤而走险 武则天瞅了眼李治 又看了眼李嫣然 最后也是点了点头 那明日朝会 朕就宣布这个决议 第191章尘埃落定 李治点了点头 眼中满是兴奋 虽然卖彩票的收益不是自己的私房钱 但是也算皇家的钱 皇家的钱也就是自己的钱 放谁呢也是一样的 好 那中午在这里用膳吧 朕还有事 那边奏折堆住呢 急待解决 阿娘 我也有事 彩票的东西还要琢磨一下 就不陪您了李治和李嫣然对射一眼 一起开口推托 然后携手就要离开 是吗 都不愿意陪我用膳 我可太悲凉了 武则天眉头一条 瞪了眼两人 突然想起来奏折什么的 也没什么紧要的 下午再批阅也可以 就是 什么彩票不彩票的 都没有陪阿娘用膳重要 两人打了个哆嗦 赶紧坐到了武则天的旁边 一副三好学生的样子 这才对嘛 来人 准备午膳 武则天满面春风的点了点头 事宜外面的那事 马上去办 三人其乐融融地吃了一顿午膳 然后李嫣然和李治一起离开 老李 你今天这么做 可是有些不厚道啊 两人坐在龙脸上面 李嫣然气愤地看住李治 想起来 他刚才将自己推出去挡枪 就有点生气 那不是我嘴桌吗 你看你这么一解释 你母后不是就同意了李治丝毫不以为意 他只感觉自己今天做的太对了 看来自己这个女儿当真是快宝 以后能让她在前面顶住 自己绝对不会出头 我去你个肘子 李嫣然白了李治一眼 你就是害怕母后 当真以为自己不知道 父皇既然已经跟母后决定了彩票的发行 那咱们又能从里面分认多少出来呢 事情已经过了 李嫣然也没什么好说的 他现在只关心自己能够有多少利润 怎么 彩票已经决定了由皇室承办 你还想从中分认好处 可能吗 李治瞥了眼李嫣然 钱已经放进自己的口袋了 你还想掏出来 哪那么容易 父皇 你听清楚 我说的不是我 而是咱们 咱们 你是想 不妥不妥 这样的话恐怕会遭人诟病 品读了一下李嫣然的意思 李治也是两眼放光 但是马上又摇了摇头 父皇 彩票发行不是件小事情 印刷 组织 贩卖 这些当真交由皇室来进行 可能到最后就变了味道 与其如此 还不如将这些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来负责 这样的话 既能保证了皇室的收入 又能保证彩票不会走歪 何乐而不为呢 李嫣然微微一笑 不就是理由吗 我给你 嗯 你说的不错 何乐而不为呢 是吧 是吧 李治也是拍了拍李嫣然的肩膀 眼中满是笑意 那我这就去安排 去吧 这些就交给你了 明天朝堂通过之后 三天之内我要发布第一张彩票 李嫣然跟李治分离 跨坐马车 离开皇宫 朝栏贵方行去 李哥 怎么样了 李嫣然返回 长孙燕几人瞬间就围了过来 父皇已经同意了 但是彩票要由皇室独家承办 而我们就是经销商 能够从中分润一定的好处 李嫣然直接坐在了沙发上面 大眼睛里满是激动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听到李治已经同意了 而且彩票交由自己经营 这钱不就来了 嗯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 拿下一家印刷厂 专门负责彩票的印刷工作 想要买印刷厂容易 但是没钱啊 长孙燕一脸郁闷 印刷厂简直太简单 长安就有 但是买印刷厂要有钱 他这会别说买印刷厂了 一个子都拿不出来 这个买卖蓝贵方投了 从蓝贵方的流动资金拿出钱来 当作启动资金 钱 好嘞 交给我 一个时辰搞定 长孙燕点了点头 直接离开 愣着干嘛 准备别的东西去啊 哦 三人也是离开 只留下李嫣然坐在了秋千上 享受着难得的安静时光 第二天朝会之上 李治直接将想要筹备彩票的事情 说了出来 此言一出 立马在朝堂上掀起了轩人大波 众臣左顾右盼 一时间都不敢说话 陛下 老臣以为彩票之风不可涨 此等所为跟提倡赌博又有何意 如此实行的话 我大唐岂不是要人人参赌 到底还是人雅相 投铁 第一个就站了出来 陛下 臣认为丞相所言极是 如此一来会造成民风浮荡 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朝堂根基不稳 戴志德看了眼人雅相 也是站了出来 陛下 还请三思 陛下 还请三思其余众臣也是纷纷敬言 要让李治收回成命 徐靖宗 你以为如何 关键时刻还要看午后的亲信 他相信徐靖宗绝对不会让自己失望的 陈臣 以为赌博自古有之 朝廷百进而不决 而赌博的危害就在于十毒九诈 才会让无数人倾家荡产 而且百姓好赌 可谓是人之天性 根本无法根绝 所谓赌不如输 如果皇家真的要经营彩票 倒不可谓不是一件好事 最起码皇室不会骗人 而且陛下也说了 彩票的盈利借是会积攒起来 勇于抗争救灾 如此等于是为大唐减轻负担 取之于名用之于名 用百姓的钱财去救济百姓 难道不好吗 许静宗到底是许静宗 不说真实本领如何 单论这份随风符合的能耐 确实是天下独一号的 怪不得他能辅佐武则天 斗倒长孙无忌 又能成为大唐一带全乡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没错 许静宗说得很对 彩票就是这样的用意 你们还有意见吗 高智周 李芝又扫了眼高智周 这是武则天一步步提拔起来的 他一直跟许静宗走一个风气 相信对方也不会有反对意见 高智周没有意见 彩票只有掌握在皇家手里 才能是立国立民的知策 陛下此季甚好 高智周看了眼身边的众臣 又看了眼李治 打了个哆嗦 直接表明了自己的心计 他这个官位来自于皇权 现在皇帝需要他 他自然要做一个忠心的殷权 为皇帝冲锋陷阵 陛下 如果非要实行的话 老臣建议还是先以长安为试点 如果效果不错 再从其他地方实行 如何 任雅相看了眼高智周和许静宗 不由地催了一口 按骂了一声狗腿子 嗯 倒也不是不可以 那就先由内努牵头组建彩票不嘛 就以长安为试点 推行一次彩票 再说任雅相已经妥协了 李芝也是微微一笑 只要彩票这第一步走好了 他就不信谁能抵挡住自己在全国推行彩票的步伐 陛下圣明 陛下圣明 陛下圣明文武百官一起行礼 高呼圣明 瑞安 马上准备一下 咱们出宫散朝之后 李芝直接让瑞安安排出宫 朝栏贵方行去 呀 都在呢 第192章满城皆知 推开雅间大门 李芝看了眼里面的几人 眼中满是笑意 长孙彦参见陛下 李斯文参见陛下 乘处必参见陛下 俺 俺也参见陛下四人 看到李芝的身影 全都愣了 赶忙跪在地上向李芝行礼 这是宫外 不用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李芝直接坐在了沙发上面 李芸然则是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个桃子递了过去 芸然 怎么样了 我那边可是派胸脯保证了 要以长安为试点 先行推行彩票 你可不能让朕丢了脸面啊 李芝一口咬掉小半个桃子 冲着李芸然开口道 放心吧 印刷厂已经就位 这是刚刚印刷出来的彩票 父皇请看 李芸然直接将桌上面的彩票 递到了李芝手上 这就是彩票 这东西要怎么玩 看住面前的小东西 李芝也是一阵诧异 昨天刚决定的东西 今天就有了成品 这效率当真是让他满意 只要父皇揭开上面的封纸 就会露出下面的东西 有图案就是中奖 有金珠者 走为六等奖 可兑换十钱 经济者为五等奖 可兑换二十钱 然后是金猴 金马 金虎 一等奖则是熊猫 可兑换一百万钱 李芸然直接将自己的构想说了出来 一等奖本来他想画上龙凤的 但是出于谨慎 还是选择了憨太可举的国宝熊猫 如此有趣 有趣李芝直接就将彩票上的蒙层掀开 露出了里面的谢谢 会顾四个大字 这是个什么意思 看到这四个字 李芝不由的也是傻了 这特么谢谢会顾 还真是让他有些错不及防 父皇 这就是没有中奖的意思 李芸然歪了歪头 冲着李芝微笑道 朕还就不信了 我可是皇帝 怎么可能会不中奖呢 李芝扫了李芸然一眼 又拿起一张彩票 揭开了上面的蒙层 很不巧 这次还是一样 谢谢会顾四个字 简直要亮瞎李芝的双眼 再来李芝还不信邪了 自己天安浩荡 怎么可能连个奖都中不到 又接连拿了几张彩票 一一揭开 全都是谢谢会顾的字样 这下李芝不干了 一拍桌子就站了起来 长孙燕 你都搞的什么鬼 这么多张彩票 全是谢谢会顾 你想做甚 李芝本来想骂李芸然的 但是那是自己的女儿 怎么能骂 只能踹着长孙燕一脚 将火撒到了对方身上 长孙燕听到这话 整个人都猛了 这些都是你女儿 搞出来的动作 你不骂她 你骂我 你当真是甩了一手好锅 呵呵 其余三人也是忍不住一笑 父皇 您试试这个 李芸然坐到了李芝的身边 推了一个盒子出来 递到了李芝的手上 李芝狐疑了一下 将蒙层拨开 一只憨态可居的金珠 直接出现在她的眼前 中了 正中了经过前面的谢谢会顾 出现了现在的金珠 李芝也是兴奋了起来 嗯 不对 为何这里面的都是谢谢会顾 而这盒子里面却能中奖 经过短暂的兴奋 李芝马上明白了其中的猫腻 父皇 这彩票女儿安排了一等奖一张 二等奖十张 三等奖三十张 剩下的四五六等奖若钱 如此才能保证彩票的利润 李芸然马上将自己的安排 全都说了出来 听到这个解释 李芝现在才明白 这彩票里面可玩的东西 简直太多了 如果自己将一二三等奖 全都交给自己人去兑换 那一场彩票下来 岂不是要赚饭了 那你要是将一二三等奖 全都摘出来 让我们自己人去领取 岂不是赚得盆满钵满 李芝马上将自己的想法 说了出来 父皇 咱们是为了做福利 虽然也是为了赚钱 但是不能昧住良心赚钱吧 这样不妥 会让彩票蒙羞 一旦被百姓知道咱们的行为 彩票就废了李芸然 自然也想到了这个方法 但是现在彩票刚刚推行 要是这样的话 就完了 也是 还是你想得远 但是这彩票印刷如此简单 会不会被有心人钻了空子 届时可是会出乱子的 放心 女儿早有定义 每张大奖彩票中间 我都有布置 如果谁敢来冒领 我就让他吃不了 多着走 李芸然怎么会没想到这点呢 要是真有人赶快自己买卖 绝不留情 好 那彩票交给你 几天可以开始售卖 李芝点了点头 自己这个女儿当真是再是小诸葛 可谓是算无一策 看了眼自己的女儿 李芝不由得有点感叹 为何你是女子 如果你是男儿身的话 大唐江山也不是不能托付给你 可惜 可惜了 彩票还是要宣传 五天的时间差不多 李芸然想了一下 有了哈根达斯之前的经验 五天的时间 足够他将彩票 传遍大街小巷了 好 那阵就静候佳音了 李芝说吧 抓了把彩票 直接起身就要离开 父皇 您这是何意 李芸然愣了愣神 不知道李芝这是要干嘛 怎么 正回去刮住完 不行吗 白了李芸然一眼 李芝禁止甩秀离开 真是贪玩李芸然一阵郁闷 又菜又爱玩 这个词就是为自己老爹发明的 李哥 接下来是不是能让驴骑士 发动了李斯文看了眼里之的背影 直接冲李 芸然问道 这样 你安排驴骑士 在发放传单的时候 将在哈根达斯购买甜点 超过一百钱的送彩票一张的消息 也散播出去 既然要打广告 总不能白白浪费人力吧 我明白了 这就去安排 哈根达斯麾下的驴骑士 瞬间发动 披着蓝马甲 将一张张印刷好的传单 散播到了长安的大街小巷 不只是长安城里 就连长安城外的百姓 也收到了彩票的消息 听到只要花十钱 就能博一百万钱的奖励 所有人都是摩拳擦掌 准备去一搏生死 不止长安周边 就连远处城镇的居民 也是闻声而动 纷纷涌向长安 这样一来 直接导致长安城中 牛皮选泛滥 到处都是等待购买彩票的百姓 老爷 听闻最近长安之中 出现了一种名为彩票的巫师 当真有趣 您要不要去看看 长孙氏来到长孙无忌身边 眼中满是笑意 彩票 何物 第193章开始 长孙无忌 虽然卸任了大唐丞相一职 但是却还兼任编转唐室的工作 对城中的事情没太过关注 听说石钱一张彩票 最高可中一百万钱呢 老爷要是有空 不如陪我去见识见识 石钱中一百万钱 这不是赌博吗 此等事情 怎可在长安出现 听到彩票的玩法 长孙无忌最直接拍案而起 眼中满是怒气 老爷 你已经卸任大唐丞相了 这些不是你该管的东西了 长孙是白的长孙无忌一眼 你这是当丞相当魔证了吧 现在你不过是个 编转唐室的孝书了 那些军国大士 好像不归你操心了吧 这不是职位的问题 这是关大唐 我怎么也要去向陛下汇报 参他们一本长孙无忌一愣 但是马上又一等波 他确实不是大唐丞相了 但也是皇帝的舅舅 怎么能让不法之徒 如此堂而皇之地发布彩票 祸乱国本他岂能做事 老爷 这彩票可是由皇家发布的 长孙是郁闷了 你去参一本 这就是你那外甥搞出来的 现在过去 岂不是要参皇帝自己 皇家发布的 听到这话 长孙无忌也是一愣 不明白自己那小外甥 为何要做出如此不知的决议 那也不行 我身为陛下的娘舅 不能做事陛下犯错 来人老爷 稍安勿躁 既然朝堂能够通过 必然是有他的道理的 您现在过去 岂不是要打陛下的脸面 与其如此 还不如静观其变 先看看这彩票 到底是什么样子 再说 长孙是赶紧拦住了 长孙无忌 你就是当丞相 当魔证啊 现在去找皇帝 那不是自讨没趣吗 好 那就去看看这彩票 到底是什么 长孙无忌 瞅了眼自己的发漆 眼中满是压抑不住的怒气 理智下了早朝 直接问道 瑞安 彩票是今天发售吧 瑞安点了点头 今天确实是第五天了 禁军都调派过去了吗 回陛下 禁军统领一早就带着禁军过去了 还有金无畏 金石颖 还有长安万年两个县的衙役 全都过去支援 不会出问题的 瑞安赶紧将下面的部署 全都说了出来 那还等什么 收拾一下 出宫 听到这话 瑞安的脸 瞬间就崩起来了 这次可是长安大杂会 预估参加的人数 肯定会过万了 说不好 还会有好几万人 里面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 这皇帝要是去了 万一出现什么问题 不但自己小命不保 大唐的根基 说不得都会以此而崩断 费什么话 朕岂是那种不治之人 离山公主将场地定在了哪里 你从周围包一个酒楼 朕登高望远 这总可以了吧 理直瞥了眼瑞安 自己难道真有那么傻吗 如此的话 奴婢马上去安排 听到这话 瑞安也是放心了 直接下去安排 李燕燃选定的地方 在长安最大的广场 一千进军 一千金无味 还有数百牙翼 将会场围得水泄不通 在广场中央 李燕燃命人搭建了一个高台 当作颁奖的地点 至于彩票销售的地方 则是分别安置在广场的四周 足足有几十个售票点 广场外面是无数百姓 都是翘首以盼 等待进场购买彩票 安保措施都准备好了 把李燕燃看了眼面前几人 还有过来支援的 近卫统领李德善 和金无味将军 正选风 遵照公主的御令 全都准备完毕了 李德善向李燕燃行礼 这是皇帝安排的差事 他不敢有丝毫马虎 金无味也准备好了 随时维持会场治安 正选风也是行礼 那就明罗 放百姓入场吧 李燕燃点了点头 紧接住悬挂在高台上的大罗 瞬间敲响 彩票售卖开始 精选的几十个敬卫士兵 一起大呼 然后外面把守的进军 也是直接放行 百姓们听到彩票售卖开始 直接就从各个入口 朝广场涌了进去 一时间几十个售票点外 全都围满了购买彩票的百姓 但是有进军和金无味维持秩序 所有人也是排成三列 买完彩票直接去其他地方挂奖 这是啥子意思 一个庄户看了眼彩票上的 谢谢会顾四个大字 不由的也是一阵疑惑 意思就是你没中奖 没看上面写着规则的吗 挂出图案者为中奖 旁边一个读书人模样的柿子 看了眼庄户手上的彩票 直接将意思说了出来 我中奖了 我中奖了 一个人挂出了一只金珠 眼中满是兴奋 是金珠 六等奖 能兑换十钱旁边一人 扫了眼金珠 也是微微一笑 那也不错 回本了 我再去买几张 但凡中了六等奖的人 基本上就没有对钱离开的 因为中奖就算是一种运气 说不得再买 就要中那一百万钱的头奖了 中了 中了 是金马 是金马 我靠 那可是三等奖 能换一万钱呢 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之下 中奖那人 直接在对奖处的人的引领下 前往中间的高台对奖 长孙燕撇了撇嘴 将一万钱交给中奖之人 然后当众将中奖的彩票销毁 李燕燕这次没有安排演员 中奖之人 乃是实打实的长安百姓 他中的三等奖 虽然不过一万钱 但是也掀起了一阵小高潮 毕竟这在百姓眼中 已经算不少的了 于是没中奖之人 也是纷纷再次购买彩票 希望幸运之神 能够眷顾自己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三四等奖 相继被刮了出来 众人的热情再次高涨 老爷 你说我会不会中一等奖了 长孙氏跟长孙燕并肩而立 手中攥着十张刚买的彩票 此等实乃骗术居多 现场销售的彩票 最少也有几万张 中奖的才有多少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长孙无忌摇了摇头 他才不信皇帝会做慈善呢 毕竟对方是为了赚钱 充斥内奴 怎么可能真的把一等奖拿出来呢 全当游乐了 老爷这张给你 剩下的我自己刮 长孙氏哪管那些 十张彩票 不过才一百钱罢了 就当作福利了 好吧 都随你长孙无忌 随手抽了一张出来 然后就在那 看住长孙氏 一点点的揭开彩票的盲层 谢谢会顾 谢谢会顾 谢谢会顾长孙氏 连刮了好几张 都是谢谢会顾 长孙无忌看了眼道 我就说都是骗人的 你还不信 我中了 我中了长孙氏突然一声大叫 长孙无忌 文声赶紧凑了过去 金珠 能兑换十钱呢 看到是个金珠 长孙无忌瞬间就没了兴趣 你花了一百钱 才中了十钱 这有什么好激动的 随手揭开了手上的彩票 一只金虎 跃然直上 嗯 看到这只老虎 长孙无忌不由地擦了擦眼睛 然后又看向了对讲图案 撕 我中了第194张老乞丐 长孙氏正高兴呢 听到这个赶紧凑到了长孙无忌的身前 二等奖 老爷 你中了二等奖 长孙氏的声音马上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老伯 可以啊 竟然中了二等奖 就是 这好像是第一个二等奖吧 要知道这次的二等奖也不过只有十张罢了 老伯 握个手 让我沾染一下好运气 对 我也摸一下 很快周围的人就开始对长孙无忌摸了起来 但是你们沾好运气摸手就得了 你好我胡子干嘛 一会的功夫 长孙无忌感觉自己好像经历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 多亏进军行来将众人隔开 才就了长孙无忌一命 这位老伯 我带您去队奖的地方 一个进军小队长看了眼长孙无忌 不知道为何 他总感觉这个胡子拉长的老者有些眼熟 去高台队奖 老夫还是算了吧 听到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领奖 长孙无忌瞬间就郁闷了 虽然说能中二等奖十万钱确实是逆天的运气 但是相比自己的名声 这什么都算不了 算了 这怎么能算了呢 老爷 这可是你的运气啊 长孙是不乐意了 十万钱虽然不多 但是也够买一瓶香水了 这样扔了岂不有为勤俭持家的道理 就是 十万钱呢 老伯怎么能不要呢 我看老伯就是面皮太薄 大家送老伯过去 没错 送老伯过去 一众百姓都是热心肠 看到长孙无忌这么好面子 直接就簇拥着他朝高台行去 老夫不去 老夫不去 我的衣服 要烂了 你拽我裤子干嘛 有没有点礼仪廉耻了 就这样 长孙无忌在人民的海洋里被淹没了 最后稳稳地被送到了高台上面 一来是不想看长孙无忌扔掉这份运气 二来也是要看看 这十万钱到底彩票到底会不会兑现 结果金虎的二等奖彩票 扫了眼对方 一脸狼藉 满身碎衣 乞丐都来买彩票 看来自己这波宣传简直太到位了 不对 这老头怎么看住这么眼熟 怎么这么像自己老爹呢 摇了摇头 长孙艳将脑海里的形象甩了出去 自己老爹怎么能是这个德行呢 微微一笑 长孙艳摸了摸长孙无忌的头道 这位乞丐老兄 没想到你运气这么好 有了这十万钱 您就不用再去醒起了 他听到这话 长孙无忌直接就赏了长孙艳一个大耳瓜子 这一耳瓜子直接就把长孙艳给打懵了 什么鬼 这老头想死吗 说着就要还手 但是长孙无忌将披散的头发掀开 冲着长孙艳低吼道 乞丐 老子让你乞丐 长孙无忌又是一个耳瓜子扇了过去 打得长孙艳两眼冒惊心 整个人都呆了 自己老爹竟然来买彩票 还乔装打扮成乞丐 这是玩得哪出 父父亲长孙艳赶紧把长孙无忌扶住 眼中满是羡媚 虚 不要声张 赶紧对讲 老夫丢不起那个人长孙无忌 瞅了眼台下汹涌的人群 赶紧把头发盖上 现在自己都这德行了 要是被人认出来的话 那自己这张老脸就彻底丢尽了 哦 敲锣 对讲 长孙艳赶紧吩咐张思敲锣 然后将价值十万钱的金饼 交到了长孙无忌的手上 对讲了 真的对讲了 我啥时候要是能中个二等奖 也能摸摸黄金到底是什么感觉了 那还等什么 还不快去买 买了就有希望 不买你也只能想想了 对 老子判了 读一把这十万钱兑换成功 下面的百姓全都疯狂了 前面最多也就一个三等奖 现在二等奖一出 尤其是那金灿灿黄金 大大刺激了百姓对彩票的欲望 一时间人人奋走 再次买起彩票来 看到是黄金长孙无忌 也是松了一口大气 要是真的搞十万钱出来 他就真的无奈了 将黄金揣进腰里 长孙无忌灰溜溜的下台 看了眼冲自己微笑的妻子 他也是用袖子掩面 没脸见人了 李智在离广场最近的九楼二楼 看了眼领奖的长孙无忌 也是一愣 看了眼瑞安 开口问道 瑞安 我怎么看那人如此眼熟 瑞安听到李智的话 也是手搭梁棚 朝高台望去 扫了一眼之后 也是有些惊骇道 陛下 我看那人也眼熟 好像好像是长孙郡王 长孙无忌 哈哈哈哈 他怎么狼狈成这个样子了 当真是天道好轮回啊 李智拍着窗檐 连眼泪都要笑出来了 在他印象中 自己的舅父从来都是温文尔雅 不说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变色 最起码也是中正平和 不慌不忙 现在可好了 简直太狼狈了 确实可笑 瑞安在旁边也是微笑 如果那人真是长孙无忌 这就太可乐了 大胆李智眉头一挑 瞪了瑞安一眼 吓得对方一个哆嗦 赶紧跪了下来 长孙郡王是朕的亲娘舅 是我大唐的赵州郡王 谁敢嘲笑他 就是嘲笑朕 你想死吗 毕毕下 奴婢 奴婢知错了 瑞安低住头 眼中满是惶恐 好了 念你出饭 朕就不予追究了 再有下次的话 严惩不待 李智只是将目光死盯住 长孙无忌 可乐 简直太可乐了 瑞安听到这话 整个人都郁闷了 所谓的只许周关放火 不需百姓点灯 陛下宁荡真是数九的 六番了 二等奖 又一个二等奖 竟然是三赖子 这家伙竟然有这样的运气 简直太不长眼了 这就是彩票 人人皆可中奖 人人都有机会 一等奖是我的 谁都不要抢 随着第二张二等奖出现 看到领奖的 还是一个赖子 众人再次开始疯抢彩票 随着一个个彩票点的彩票授庆 原先设置的奖项 全都出现 就剩下几个 稍微偏点彩票 还有鱼票 所有人抓住机会 也是纷纷涌了过去 你别急我啊 踩我鞋了 谁摸我 哪个流氓敢摸老娘 那小子 你干嘛 手都伸我裤子里面了 第195张骚动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来 彩票售卖点 也是出现了一些骚动 那边什么情况 李嫣然在远处指挥 看住那里的情况 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到现在 一等奖还没出来 所以百姓就全都涌了过去 李斯文也是皱了皱眉 脑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愣着干嘛 李德善 郑选风 赶紧带人过去 千万不能出大乱子啊 李嫣然猛地站了起来 冲户为在自己身边的 李德善和郑选风吼话 公主殿下 我如果去了 你的安危谁来保护 李德善一愣 自己出来 虽然是为了保证会场秩序 但是陛下可是有过御令 一定要保证 李嫣然的安全 郑选风也是点了点头 其他人他不管 要是李嫣然出了问题 那他也就活到头了 保护个屁 赶紧带人去 要是出了乱子 坏了彩票的大事 我就先让父皇 砍了你们的脑袋 李嫣然直接踹了两人一脚 我的安危有李峰 有李斯文和程楚碧 还有你们保护 卑职遵命 末将遵命 两人对视了一眼 都看出李嫣然生气了 不敢怠慢 马上带人就朝那些彩票店 狂奔了过去 谁也别拦我 这个彩票箱里的彩票 老子包园了一个 伤骨模样的人 冲到了最前方 看出硕大的彩票箱 直接提出了包园的意愿 一等奖还没出来 那可是价值一百万钱 也就是一千贯 说不得那张彩票 就在这里面 包园 不行 你全都买了 我们买什么 就是 不同意 我要买彩票 凭什么听到这话 周围的人全都不干了 你买了咱们买啥 凭什么 就凭老子有钱 你们这群穷鬼 还想跟我争 给我打伤骨眼中 闪过一道狠翼 直接开口 让身边的家丁打人 靠 谁敢当老子赚钱 我就跟他判命 对 咱们人多 揍他周围的人 也不是善茶 你敢包园 敢断自己财路 他们就打你个憋孙 双方一时间 就交上手了 还好李德善 带人及时赶到 这才制止了 骚乱的扩产 饶是如此 那个商家 也被打得鼻青脸肿 凄惨无比 将军 我要告这些刁民 当街行凶 你看把我打得 哎哟 好疼啊 商骨一眼凄惨 抱住李德善的大腿 指着身边的百姓 低吼道 滚开李德善 一脚将商骨踢开 然后冲着彩票 售卖的人员开口 这里什么情况 负责售卖的人员 向李德善行礼 然后将这里发生的情况 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你还有脸告状 投机投到皇家了 打你都是轻的 李德善眼中 闪过一道冷意 又踹了商骨一脚 所有人每人一次限购十张 想要再买就继续排队 谁要是再敢造次 严惩不带李德善开口 周围百姓一片喝彩 机会均等 这样才公平 商骨一脸凄惨地看住李德善 泪眼汪汪地说道 大人 既然一人限购十张 我是不是也能买十张 李德善满脸冷意 冲着商骨道 此事皆因你而起 想要买 去后面排队大人 大人 求您了 不要让我去排队了 商骨这下真是哭了 直接抱住李德善的大腿 来人 帮他去后面排队 李德善根本懒得搭理那商骨 要不是你搞么儿子 自己能过来这里吗 特么的 我还没找你试呢 你还想买彩票 买个锤子 两个竞位架住 鬼哭狼嚎的商骨 就朝队伍的后面走去 好了 林庆 你带人在这里看住 谁要是敢再生货端 直接给我敲断他们的腿 李德善留下一对敬畏 带人朝下一个售票点赶去 还好李德善和郑选风支援的及时 那些小骚动瞬间就被平定 有重兵保护秩序也没有问题 很快所有的彩票全都被席卷一空 所有人都左顾右盼的开始最后刮奖 毕竟大奖就在这里面 指不定谁是下一个幸运儿 一百万钱 足够普通百姓一飞冲天 快活一辈子了 我中了我中了三等奖 我也中了我也中了 二等奖十万钱呢 我客们怎么是个猪啊 晦气随着越来越多的彩票刮开 所有的奖项全都被兑完 只有一等奖还没有开出来 一时间所有人的都将目光投向了高台 毕竟没有一等奖 这件事可就大了 不对劲啊 长孙燕也等了许久 没有一等奖出现 不由的也是一阵急躁 倒不是他舍得将一百万钱扔出去 而是所有彩票都兑完了 如果没有一等奖 那天就要被捅破了 一等奖呢 对啊 一等奖呢 不是说有一等奖吗 骗子 骗子不知道从哪来的风雨 一时间也是群情激愤 纷纷冲着高台大喊 一等奖呢 李燕然看到这情况也是一愣 他明明记得自己将一等奖放进去了 怎么可能没有呢 难道说有人找事 故意拿了一等奖不对换 为的就是让彩票失去明星 如果是这样的话 事情可就完了 李哥 要不要动用备选方案 李斯文看了眼李燕然 这些东西对方早就想到了 一等奖的彩票不只有一张 而是两张 一张在彩票箱里 一张则是在李燕然手上 就是为了防止出现突发状况 你安排人拿一等奖的彩票过去 再等等看 伺机而动 如果到最后还没人对奖的话 就让咱的人过去李燕然点了点头 这是彩票的第一枪 如果这一枪没有打好 还想靠彩票赚钱 赚个锤子 很快一个轻信 便将一等奖的彩票揣进怀里 朝高台方向行去 商谷拿着好容易买到的彩票 眼中勤满了泪水 彩票啊彩票 我能不能补上门店的亏空 就靠你了商谷说罢 正准备揭开盟层 不知道被谁撞了一下 彩票直接就飞了出去 我的彩票 我的彩票呢 商谷傻眼了 放眼望去哪哪都是人 地上满是被丢弃的彩票 整个人已经崩溃了 愣着干嘛 赶紧给老爷找彩票啊 商谷直接大吼 旁边的家丁 也是纷纷趴在了地上 开始帮商谷寻找 他丢掉的彩票 放牛的三壮 正为了今天的冲动后悔嘛 突然一张彩票 飘到了他的脚下 彩票 第196张圆满 看住这张从天而降的彩票 整个人都愣住了 随手揭开 一只憨态可惧的熊猫 直接出现在他的面前 熊熊猫三壮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擦了一下又看了眼 确实是熊猫 我中了 我中了三壮 直接跳了起来 眼中满是兴奋 中了 中了什么 旁边人听到三壮中了 不由的也是投来了目光 毕竟现在一等奖还没出现 难道这货中的是一等奖 如果真是的话 说不得这三壮就要抖霉了 感受到周围人的目光 三壮也是不傻 直接大喊 金猪 我中了金猪 切 我还以为你刮出熊猫了呢 就是 咱还以为你中了一等奖呢 浪费感情 听到三壮只是中了金猪六等奖 周围人也是没了兴趣 与其关注你一只金猪 老子还不如指望高台 对不出一等奖 能够退钱呢 三壮揣着彩票 傻兮兮地笑了一下 然后就混进了人群里面 李哥 时间差不多了 这里可是有两三万人 如果他们真的被煽动起来 可会出大乱子的 让咱们的人出手吧 李斯文看出越来越激动的人群 眼中满是担忧 要是再不出手 可会出问题的 嗯 让那人行动吧 就算造假 也要把这场戏给圆满了 不能出乱子 李嫣然点了点头 直接让李斯文动手 这里可是有好几万人 这还不算已经走了的那些人 这次参加彩票集会的 最少也有十几万人 真要是出了乱子 别说自己了 就算是老爹 可能也要下最挤兆了 是李斯文马上去吩咐人行动 三壮身材健说 左挤右挤终于挤到了高台附近 看了眼群情积分的百姓 直接就跳了上去 你上来干嘛 看住一副庄稼人打扮的三壮 掌孙燕也是一愣 我来对讲 五六等奖从售票点队就行了 掌孙燕一阵郁闷 自己现在正烦住呢 你就别来添乱了 我是中了熊猫 中了一等奖 三壮哆哆嗦嗦地将怀里的彩票 抛了出来 看住彩票上的熊猫 掌孙燕直接就跳了起来 明罗 快明罗 多认一声罗响 台下的百姓全都愣住了 看住憨厚的三壮全都有些 不明所以 众位 一等奖得主已经出现 就是这位 你叫啥 掌孙燕又看了眼就是主三壮 询问他的名字 三壮三壮憨憨地向掌孙燕 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一等奖得主 就是这位三壮掌孙燕 直接一挥手 直接掀开了高台上的红丑子 下面正是早已准备好的黄金白两 靠 这不是城外放牛的三壮吗 这个憨批也能中一等奖 就是 前段时间他还跟我借钱 要给老娘看病呢 说什么呢 那是三壮吗 那是老夫的成龙快婿三壮 虽然身在城外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识 这下好了 三壮都能中一等奖 当真是让人又羡慕又嫉妒 毕竟那可是一百万钱 百两黄金 这是他们一辈子都挣不到的家财 三壮 这些都是你的了长孙燕 看住发愣的三壮 直接拍了拍他的肩膀 眼里既可惜又庆幸 这这些都是我的了 三壮傻傻地看住面前的黄金 眼里满是不相信的神采 没错 都是你的长孙燕 能够明白三壮的心理 一百万钱 不要说普通人了 就算对自己来说 都是一笔剧才了 那我 我要怎么带回去呢 看了眼下面的人群 这里面有好人但是也有坏人 自己怀揣这么一笔剧款 想要离开也是个问题 放心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安排人护送你回家 长孙燕一撇嘴 这家伙看住憨厚 但是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傻 直接跟旁边人打了个招呼 一个金无卫队长 带着50名金无卫 也是上了高台 多谢公子了 如此我只拿50两就行了 剩下的就全当送给公子了 看了眼神舞的金无卫 三壮当即就是大喜 不用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送这位三壮回去吧 是小队长直接向长孙燕行礼 然后直接冲三壮 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多谢 多谢三壮直接用红丑紫 将黄金一包 然后在金无卫的护送下离开 三壮 慢走 上次你借我一只鸡 到现在还没还呢 三壮哥哥 你不是要娶我为妻吗 我答应你了 就你那样子 也配成为三壮公子妻子 我妹妹年方十八 妹夫 贤婿 你慢点 老夫要跟你谈谈聘礼的事情 一时间百姓雷动 跟住三壮一起离开 一等奖都被开出来了 围在旁边的百姓 也是有些异形阑珊 纷纷向高台询问 下次彩票开奖时间 这个大家等消息就行了 现在所有奖项均已对完 我宣布此次彩票售卖结束 多按一声裸响 百姓们也纷纷离开 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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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算账 咱们赚了多少 掌孙燕狂奔而来 眼里满是兴奋 你是猪吗 当我是电脑吗 还赚了多少 李燕燃白了掌孙燕一眼 眼中满是郁闷 这几十个售票点 每一个都卖了海量的彩票 这些地方不只是贩卖 还要记录兑换 哪那么容易得出结果 哦 那我去催催 为了统计这次的彩票售卖 李燕燃专门找了几十个互部利员 专门负责统计收益 现在后台的互部利员 已经都快崩溃了 他们却是擅长统计数据 但是眼前这些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了 这一笔笔的账目 他们手里的笔都快冒烟了 还特么催 有没有点功德心了 李斯文 安排所有互部利员 一步拦贵方 然后带人打扫现场 咱们是大唐的好公民 维护长安卫生 人人有责 要做到人从场中走 片纸不落地 看住李燕燃的背影 所有人都愣了 扫了眼面前的狼藉 这要清理 清理到什么时候了 李哥 你甩甩屁股走了 留这么个烂摊子给自己 合理吗 李哥 我帮你千驴 长孙燕一步跨出 朝李燕燃跑去 李哥 我帮你护卫 俺也一样 成储碧和玉池桓两个憨批 也是一样 跟住长孙燕跑路 李斯文双眼一黑 刚想跟住跑路 却被李德善和郑选风 拦了下来 李公子 我还要回去跟陛下复命 这里就交给你了 金无卫还有案子要处理 有劳李公子了 两人向李斯文行礼之后 头也不回地离开 只留下李斯文看住会场 一张小脸已经拧巴到了一起 数子 数子啊 第197张500万张彩票 前乡封存 由禁卫军保护 户部立元则是带着账策 前往蓝贵方继续算账 经过半天的时间 各个售票点的账目也计算了出来 开始了最后的汇总工作 等到汇总完毕 已经是傍晚了 立元将最后统计的单据 送到了李嫣然手上 看住立元汇总的单据 李嫣然也是提笔计算了起来 李哥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长孙燕看住李嫣然 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 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 算账啊 李嫣然摆了长孙燕一眼 继续在纸上奋笔集书 李哥 你还会算账 程楚碧瞪着眼珠子 看住天书一样的草纸 整个人都有些呆滞了 废话 算账有什么困难的 李嫣然懒得搭理几人 计算了一阵之后 也是得出了一个精确数字 我们的利润应该是 750万钱到850万钱之间 拿着最终的数据 李嫣然也是跟 互不利元的答案 对比了一下 820万钱 嗯 差不多点了点头 看来这些互不利元 确实专业 差距不大 李哥 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看住李嫣然这么大会 得出的结果 跟互不利元的结果相差不大 掌孙燕是彻底震惊了 虽然她已经领教过 李嫣然的算术 但是没想到 对方竟然这么精通 这还不简单 咱们这次 一共发行了多少张彩票 李嫣然看了眼掌孙燕 直接询问她 这次发行彩票的数量 第一批是试点 一共发行了100万张彩票 掌孙燕负责印刷厂的统筹 彩票的发行 也是由她负责的 这些她还是知道的 那咱们这次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各自有多少呢 李嫣然点了点头 再次问道 我知道 我知道 一等奖一张 二等奖十张 三等奖三十张 四等奖一千张 乘处必在旁边 看住李嫣然 将具体奖项全都说了出来 好 那咱们一百万张彩票所售价格为一千万钱 刨去一二三四等奖的奖金 也就是一千万钱减去二百五十万钱 还剩下七百五十万钱等等 让我算一下听到这七百五十万钱 长孙燕的CPU已经过载了 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算什么 假设四等奖的中奖人 还会继续购买 所以咱们的利润 也就是在七百五十万钱到八百五十万钱之间 笨李嫣然敲了长孙燕一下 眼中满是不屑 这算术题放在前世 不过是千位以内的加减法 三年级孩子都能对答如流 至于你 还是算了吧 李哥 高啊 成初必在旁边竖了一个大拇指 虽然李嫣然说的他听不懂 但是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反正他是不如对方 对了 你们都回来了 李斯文呢 干嘛去了 李嫣然扫了眼三人 发现没有李斯文的踪影 奇了怪了 李哥 你忘了 你不是安排他负责打扫场地卫生了吗 成楚必一愣 将李斯文的情况说了出来 李嫣然看了眼三人 自己明明说的是你们几个负责打扫卫生 啥时候说要让人家李斯文一个人负责的 彭就在李嫣然抑郁的手 雅间大门被一把推开 李斯文满身吐气 满眼血丝地闯了进来 我要你们血债血偿 长孙燕 受死李斯文瞅了眼 身材魁梧 胳膊上能跑马的玉池环和成楚臂 直接朝长孙燕扑了过去 长孙燕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李斯文扑倒在地 框框就是两拳 赏了他两个乌青眼 李斯文 你疯了 跑的又不是我自己 你为什么不打成楚臂和玉池环 长孙燕怒了 凭什么就照住自己打 为什么不找那两个憨批的麻烦 李斯文扭头看了眼成楚臂和玉池环 两人也很乾脆的一露袖子 露出了两条健壮的胳膊 打的就是你 谁让你是带头跑的 李斯文打了个哆嗦 他又不是傻子 我倒想去揍那两个憨批 但是实力有限 还是你好欺负点 好了 别闹了 准备分钱了李燕燃敲了敲桌子 直接使了一招必杀技 分钱 李哥 我能分多少 就是820万钱呢 四人马上凑到了李燕燃身前 乖乖地做成了一排 820万钱 根据咱们跟陛下的协议 皇室占比八成 我们占两成 也就是164万钱 其中三成是流动资金 剩下的咱们各自占一成 李燕燃微微一笑 将分配方案说了出来 164万钱 一成也才16万钱 费这么大劲 才赚了一百多贯 还不够打牙记呢 听到自己只能分一百多贯 长孙燕是彻底没劲了 对这次彩票的发行 他可是煞费苦心 到手才这么点 有那时间 他还不如去想办法 拔点羽绒 采点花 来得快 就是 这么点 我要怎么还上 欠陛下的钱呢 俺也有意见 成处碧和玉石环 也是皱了皱眉头 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 到最后 大头全都被皇室赚走了 太不公平了 不对 这里面有问题 李斯文确实皱了皱眉 因为他从里面 听出了一个大的漏洞 有什么问题 长孙燕一愣 不知道李斯文又要说什么 按照李哥分配的三成 作为流动资金 咱们算上李哥 也才五个人 再加上陛下 也才六个人 一人一成 还剩下一成 到哪了 李斯文话一说完 成处碧和玉石环 全都傻眼了 对啊 剩下的那成 到哪去了 虽然自己 没李嫣然聪明 但是 十以内的加减法 还是算得轻的 长孙燕看住李嫣然 眼中满是狐疑 此时此景 他怎么看住 这么眼熟 好像 好像 好像兰桂方 卖香水 那次分钱的场景 李嫣然 不会又要搞这一出吧 我身为彩票的创立者 和统筹指挥 多拿一成 很合理吧 李嫣然 瞥了眼李斯文 你个李二傻 也不傻吗 这这合理吗 李斯文愣了一下 看了眼身边的 成处碧和玉石环 我认为 我认为这很合理 要是没有李哥 咱们别说彩票了 一分钱都赚不到 应该的三人发愣 只有长孙燕 见怪不怪的 点了点头 顺便拍了拍李嫣然的马屁 三人看住长孙燕 好像没见过他一样 这家伙什么时候转性了 李哥 下次彩票 咱们什么时候开售 一百罐也是钱 最起码让我先把 陛下的零头 还上也行啊 李斯文撇了撇嘴 虽然说这次的利润 有些少 但是一百多罐 也算聊胜于无 有镜像 总比没镜像来得好 时间的话 定在七天之后 以后每七天 彩票开奖一次 这次彩票只是实验 下次我准备 发行五百张彩票 届时我保证 你们的收益 最少也有一千罐 看住无精打采的几人 李嫣然也是开口 给他们打气 五百万张彩票 第198张打赌 李斯文直接被 李嫣然的话震惊了 长安才有多少人 几十万 最多不过百万人 五百万张彩票 岂不是整个长安 一人都要买五张彩票 这怎么可能 那咱们要不要打个赌 我赌肯定能卖完 李嫣然却是信心满满 瞪着李斯文 赌世人的天性 第一次试点 都能卖一百万张彩票 等到彩票发酵 那些一夜报复者 就会成为彩票最好的代言人 人们毕竟对彩票 趋之若无 届时很可能会有几十万人 参与购买彩票 按照大唐百姓的 复数程度 每人买个十张 根本不成问题 五百万张彩票 洒洒水了 他可是在后世 见过那些成本成本 买呱呱乐的人 大唐百姓也是一样 李斯文 我劝你善良 就是 你忘了以前 李哥是怎么赢我们的吗 嗯 没错 长孙燕仨人 看了眼李斯文 跟李哥打赌 到现在为止 他们都吃过多少亏了 还不长畸形 我还就不信那个邪了 赌了李斯文 却是没有搭理他们 咬了咬牙 要跟李嫣然对赌 打赌自然可以 但是你能输给我什么呢 李嫣然有些不屑地 看了眼李斯文 跟我赌 你也要有资本不适 我有欠陛下的欠条 李斯文一点都不害臊的 把欠条说了出来 李嫣然整个人都郁闷了 什么鬼 什么叫你有陛下的欠条 我要跟你赌 又不是要给你还债 赌个屁的欠条 我的意思是我赌赢了 我欠陛下的一万一千罐 你帮我还 李斯文看了眼李嫣然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你的欠条我可以接住 但是你要是输了怎么了 你有钱吗 李嫣然瞅了眼李斯文 小样给我玩缩哈 想要偷鸡 是吧 那本姑娘就再给你上一课 我根本不会输 要什么赌住 李斯文却是一昂头 一副我赢定了的样子 彭李嫣然直接跳起来 给了李斯文一下 想什么呢 还不会输 你当自己是谁 赌神吗 给你能的 看把你能的 既然你想要打赌 输了我也不多要 再给我写一万罐的欠条 怎样 行 一万罐就一万罐 反正已经欠了陛下 一万一千罐了 不在乎再多一万罐的外债了 再说 我根本就不会输 李斯文捂住自己的脑袋 看了眼李嫣然 小小年纪 哪来那么大力气 疼死了 李李哥 我能不能参与 程楚毕看住李斯文 也是一阵思绪 想了一下之后 也是提出了要参与的打算 输了不过就是在背一笔外债 赢了可就解脱了 这买卖 他还是算得轻的 行啊 你们俩呢 李嫣然眼角一笑 看向了一边的玉石环和长孙燕 安安也要赌玉石环 犹豫了一下 也表示要参加 所谓富贵险中求 赢了上岸 输了跳海 他判了 李哥 我能不能赌你赢 长孙燕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愣了 尤其是李嫣然 谁说顽固子弟 都是吃亏没够的主 人家长孙燕 这不是失意欠掌一致了 我不同意 这是我跟李斯文他们打的赌 你只有选择玩与不玩的权利 没有选择押宝到谁那的权利 听到李嫣然的话 长孙燕 直接凑到了李斯文面前 李二郎 要不咱们也赌 如果这五百万张彩票能卖完 你输我一万一千块 如果卖不完我的欠条 你就接了 如何 李斯文一愣 然后直接给了长孙燕一拳 差点被你小子给绕进去 你听听 你说的是人话吗 合住不管输赢 老子都要输是吧 错了 错了 是你输了将我的欠条接过去 我输了给你一万一千罐 长孙燕被捶了一拳 这才明白自己刚才嘴瓢了 不前李斯文直接摇头拒绝 凭什么 你凭什么跟李哥赌 不跟我赌 看不起我是吧 长孙燕怒了 凭什么你跟李嫣然赌 却不跟自己赌 很简单 李哥有钱 你有钱吗 就算我把欠条给你 陛下就不跟我要了 没意义李斯文甩了长孙燕一眼 就凭你也敢跟我赌 大哥不笑二哥 都是穷哥们 我赢了你也拿不出钱来 瞎凑什么热闹 长孙燕费都要气炸了 不跟自己赌 竟然是因为自己没钱 不行 我不能做事赚钱上岸的机会 就这么溜走 长孙燕直接将目光 放在了陈楚币和玉赤桓身上 你看我干啥 李斯文都说多清楚了 我不跟穷鬼打赌 俺也不傻 不赌陈楚币和玉赤桓 也是给了长孙燕一个不屑的眼神 你看我干啥 我们又不是傻子 跟你赌不是脑子有病吗 你你们 数字不足于 某长孙燕是彻底无语了 一群傻子 你们就赌吧 殊死你们也不为果 好 那就这样定了 七天之后 第二场彩票发售 长孙燕 你是见证人 李燕然直接一拍桌子 然后带着李峰静止离开 天都要黑了 没功夫跟这几个憨疲唠嗑 再耽搁下去 回去晚了 要挨老娘骂的 父皇 李燕然回到皇宫之中 看住在自己宫里的李治 直接就凑了过去 震得小燕然回来了 来 快坐李治 直接拉了沙发出来 让李燕然坐了上去 他也拉了一个沙发 坐在李燕然的对面 怎么样 父皇等我 原来是为了询问彩票售卖啊 我还以为父皇是想我了呢 李燕然故意撅起了小嘴 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怎么会呢 父皇知道小燕然辛苦了 所以特地在这里等你 李治尴尬的一笑 自己这女儿哪哪都好 就是这点跟他娘一样 武则天是个大醋坛子 女儿就是一个小醋坛子 这还差不多 第一次彩票售卖 一共一百万张全部售庆 总共利润八百二十万钱 出去给内努的八成 你还能分一百多罐吧 听到自己能分一百多罐 李治不由地开始计算了起来 一次能分一百多罐 这还只是在长安一地的收益 如果推行到全国 那自己的小金库 可就封营起来了 好好好 当真是真的好女儿 做得不错 李治巍巍一笑 直接拍了拍 李燕然的小肩膀 父皇 一百多罐 您不嫌少吗 长孙燕他们可还是抱怨了 第199章五姓期望 李燕然瞥了眼李治 他没想到 对方这位大唐帝皇 竟然这么容易满足 当真是稀奇了 你当父皇 是跟长孙燕一样的短视之人 他们看的是这一场 朕看的是整个大唐 这样算下来 富可敌国 只可待李治不高兴了 直接敲了一下李燕然的头 你拿朕跟长孙燕他们比 真龙和猎蛇有可比性吗 当真是大胆 啊对对对 父皇启示长孙燕 那等凡夫俗子 富可敌国 你就是大唐的皇帝 可不是富可敌国吗 这还差不多 朕有个想法 你要不要听一下 李治瞥了眼自己的女儿 开口道 父皇有话就说 彩票售卖不可太过急躁 彩票赚钱只不过是顺势而为 真正的用处是福利 所以彩票发售不宜太过频繁 否则必然会造成民心浮荡 导致江山不稳 李治站得高看得远 即能看到彩票的利润 也能看到彩票可能带来的祸害 父皇所言甚是 女儿的意思也是如此 所以我的想法是 每七天开办一场彩票售卖活动 等到彩票真的推行到全国 我建议每月开办一次或者两次 父皇以为如何李嫣然点了点头 到底是自己老爹 能够看得更远 不愧是为大唐开疆阔土的唐高宗 嗯 如此甚好 这样既能保证彩票的销售 也能与民生息 让他们不会为了彩票而疯狂 到底是真的好女儿 大唐的好公主李治 直接摸了摸李嫣然的小脑袋 这女儿当真是聪慧 就是不是男而生 可惜 可惜了 李嫣然嘟了嘟嘴 怎么大人都是这样 喜欢摸人家的头 当真是让人郁闷 父皇 七天之后的彩票 可能会出现波澜 瞅了眼里志 李嫣然将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 你的意思是 那些世家大族 不会做事如此赚钱的手段 掌握在皇室手中 皇室越强 他们也就越弱 李治能成为大唐的皇帝 自然不是淫于之辈 听到波澜 他马上就联想到了很多东西 李嫣然看住李治也是疑论 自己没想那么多啊 他只是担心 可能会出现 有人仿冒彩票来领奖 毕竟这么大的金额 足够有些人铤而走险了 而且现在的防伪技术 又没有那么先进 总会有人出来抖乱 至于世家大族好像不是自己一个孩子该考虑的吧 这件事确实需要预防 如果世家大族从中作梗 然后提出皇室没有能力经营彩票 届时还是个麻烦事 李治没有理会猛逼的李嫣然 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自言自语了起来 父皇 其实此事也不用太过担心 李嫣然看住愁眉不展的李治 不由地微微一笑 就算如李治所说 世家大族从中作梗 最多也就是在彩票上动些手段 这些他早就想到了 怎么不担心 彩票必须掌握在皇室手中 皇室强则世家弱 相反如果世家强的话 皇室就会雷若 这种事朕断然不能让其发生 李治瞪了李嫣然一眼 小孩子家家 你懂什么 这可不是小事 是可能影响大唐根基的大事 自己怎么能不担心呢 父皇 彩票交给我 你还不放心吗 如果不出事还好 出事的话 那女儿就让那些人吃不了 都助走李嫣然郁闷了 世家大族暂时不是我担心的事 但是谁要是赶来找彩票的麻烦 那就不要怪他了 你准备怎么做 看到李嫣然这么有信心 李治也是疑惑了 五性期望可都是庞然大物 自己都要挠头 自己女儿又有什么良策 彩票女儿可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李嫣然直接将彩票的防伪技术 说了出来 李治听到之后也是大喜 他从来没想过小小的彩票 李嫣然竟然能玩这么多花样出来 当真是绝了 如果照他这么来 那些人想要仿造彩票的可能性 无限趋近于零 真要是有人要跳出来 自己就能借此对世家鞭挞一番 好 那父皇就拭目以待了 我倒要看看 是不是有人会蹦出来 李治直接起身 眼中满是寒意 他苦世家久矣 这就好比当初的王皇后 如果他不是王家女子 自己将其废掉 怎么会那么困难 世家 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 是时候让他们知道 这大唐的主人是谁了 看住李治离开的背影 李嫣然不由得也是摇了摇头 到底是皇帝 想的就是比自己多 与此同时 长安之中帝崔玉庆府中 数名崔氏子弟赫然位列 比如时任刑部侍郎的崔首业 太子通氏社人的崔修业 还有主角郎中的崔元畅等人 叔父 不知你叫我们此来何时 崔首业看了眼崔玉庆 时任上书所成的亲叔父 首业 你很聪明 当能猜到我为何叫你们过来 崔玉庆微微一笑 自己这个侄子 大有大哥崔墩里的风采 年纪轻轻就当上了 刑部侍郎 这个正三品的大员 叔父可是为了纳彩票 崔首业看了一下身边的大哥崔修业 缓缓开口道 没错 彩票往大了说是立国立民 但是这前提是把这些钱花出去 如果彩票赚取的利润 一直保存在内努之中 对我们来说 却是天大的获释了 崔玉庆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玉庆 你的意思是 天子强则施加弱 如果天子将彩票 牢牢地掌控在皇室手里 对我们施加的依仗就会减少 这对我们来说 是或非福崔元畅看住自己的兄弟 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兄长 我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我们想要将彩票夺过来很难 那么现在能做的就是将彩票彻底毁掉 不能做是天子的实力再次增强了 崔玉庆点了点头 自己的兄长是个大财 只不过有些淡薄名利 这才不过是个主角郎中 否则以崔家的名望 他就算做个上书甚至丞相也不为过 叔父 那可是皇家的产业 如果贸然出手的话 一旦被陛下察觉 恐怕会搞得满城风雨第二百张阴谋 崔修叶看了眼说话的两人 不由地眉头一紧 皇帝是始终是皇帝 大唐帝国的九五之尊 就这样跟对方对上 最起码在他看来是不合时宜的 你以为叔父想吗 我是沉得住气的 但是有些人沉不住气 非要逼迫我崔家 跟他们一起拿下彩票 崔玉庆微微摇头 你以为你能看到的叔父看不到吗 实在是有些人怕了 这才联合起来 想要遏制皇权 自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叔父 现在彩票刚刚发行 我们还没找到其中的破绽 贸然出手 非但解决不了问题 还会打草惊蛇 我不同意崔守夜身为刑部侍郎 自有一份威风所在 看住三人 眼中满是拒绝之意 世家之所以能长久地留存下来 靠的不是争强斗狠 而是靠投资 靠共存 虽然现在大唐事情的科举 对世家的地位会有冲击 但是真正得力的 还是世家子弟 毕竟他们藏书更多 见识更广 相比寒门来说 有先天优势 可是有些人 就是害怕受到寒门的冲击 所以才想要遏制皇权 想要抹杀科举 在他看来 这是很不智的 大唐立国 现有太宗皇帝 文韬武略压制的世家 抬不起头来 现在皇帝又是英明睿智 同样对世家 采取打压姿态 所以他认为 世家现在应该做的 不是对抗 而是服从 唯有让皇帝知道 世家的用处 才会对自己重用 真要跟皇权对抗 想要依靠士族 来对抗皇权 最后的结果就是 鱼丝网破 谁都逃不到好 他们已经有了对策 只要在第二次 彩票发行的时候 做些手脚 一等奖的奖金 是一百万钱 对奖时忽然多出几十张 届时恐怕彩票 就无法收场了 一等奖奖金一百万钱 在他们看来 虽然不多 要是多几十张 就是好几亿钱 届时皇室别说盈利了 恐怕要赔个底朝天 如果不赔那更好 皇家和彩票的声誉 就会毁于一旦 再也没人会来购买 无论哪种情况发生 彩票都别想再卖了 没那么容易 陛下岂是如此马虎之人 再说您怎么就能保证 那一等奖 一定会出在咱们的手上 而且彩票必然会有防伪 请客之间 恐怕很难奏效 翠元畅看了眼自己的兄弟 微微摇头 彩票说到底才出现一次 而且每次对奖 彩票马上就会被销毁 根本无从仿造 如果硬要这么做 多少会出现破绽 没办法 我也想到过这个情况 但是他们执意如此 我又能何如 崔玉庆皱了皱眉 他又何尝不知道这个情况 但是 哎 我就怕这会是陛下的一个圈套 如果世家之人 真要冒领被抓 届时陛下会不会以此为由头 对世家展开镇压 那就是捡了芝麻丢西瓜了 崔手叶 看住手作的叔父 也是不赞成 好了 这是大家都决定 咱们世家共进退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修业叔父知道 你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兼且精善临摹 届时说不得 就要靠你了 崔玉庆摇来摇头 不管你们谁赞成 谁反对 这件事都要做下去 这前夕到天下 修业明白了 崔修业起身 向崔玉庆行礼 好了 那就各自离去吧 崔家商讨之时 其余五姓期望的世家 也都在商讨 安排闲人 准备等待第二场彩票的发售 时间一天天流逝 彩票之风 在长安也是愈演愈烈 不只是迎头百姓 世家之人 也是在等待时刻 下场围猎 与此同时 李治和武则天 也是将目光 放在了彩票上面 毕竟这可能会是 黄泉和世家的 又一次碰撞 由不得他们 不谨慎对待 七天之后 第二次彩票发售会 也是如约发布 有了第一次的实践 这次禁卫军和金吴卫 也是严阵以待 三千禁卫和三千金吴卫 再配上各班牙役 足以应付几十万人 同时参加集会的场面 而且在场地方面 也是做了重心的调整 售卖点 直接增加到了200个 足以满足500万张彩票的 售卖工作了 都准备好了吗 李嫣然扫了眼会场外面 人山人海的场景 眼中满是冷意 今天最好不要出现什么问题 否则的话 他保不准自己老爹 会不会杀多少人了 都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开始 李斯文点了点头回道 那就明罗 开始吧 明罗 彩票售卖开始 独问一声罗响 会场外的禁卫军直接放行 百姓也是如过江之际 一路小跑朝涌进了会场之中 一会功夫 偌大的会场就挤满了人 饶是如此 外面还是有数不胜数的百姓 没有进场 李哥 这人有点多啊 现在长安可谓是万人空向 抢彩票 这人数已经有些超乎李嫣然的想象了 封锁会场 启用第二会场 引流李嫣然早就有预案 主会场旁边还有第二会场和第三会场 就是为了防止这边人太多出现状况 只不过他没想到这才刚开始就要启动了 第二会场开启 引流李斯文直接将李嫣然的命令传达 李德善也是直接领命而去 带着敬畏引领百姓朝第二会场行去 第二会场之后第三会场也是随机启动 如此才将那些准备购买彩票的百姓全都满足 中奖了 你中奖了 二等奖案 一个世家之人 乔装的人刚揭开彩票的盟层 就听到身边的那人一声惊呼 一时间周围之人全都将目光投了过去 然后就看到无数双手开始在他身上乱摸 一如长孙无忌 所有人都想沾染一下对方的好运气 乔装之人看住手中的金蛇图案 整个人都猛了 这是什么情况 自己的衣服都被撕烂了 你们到底要干嘛 抢劫 还是什么 送他去高台 不知道谁又喊了一嗓子 周围的人便簇拥着那人朝高台兴去 我不要 我不要对讲 你们干嘛 干嘛 还摸 裤子都被撕烂了 第201章开始搞事 那人根本不想去高台对讲 他这张彩票还有用 不能就这么毁了 虽然他内心拒绝 但是却如一夜偏周 在人海的推动下朝高台兴去 看住被挤到高台上的那人 和他手里的彩票 长孙燕直接将彩票接了过来 然后吩咐人名罗 多恩一声罗响 长孙燕马上吩咐人 将十两黄金拿了过来 你很幸运 这十两黄金是你的了 那人接过黄金 眼中满是苦涩 看把你小子愁的 一等奖跟你就一步之遥了 下次继续努力 看住那人满脸不爽的样子 长孙燕直接拍了一下 他的肩膀 这小子当真是人心不足 蛇吞象 都中了二等奖了 还跟吃了死苍蝇一样 你可是把人心不足 蛇吞象给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我听到长孙燕的话 那人更郁闷了 我说我要对讲了吗 你能不能把我的彩票还给我 我要去玩任务啊 好了 让我们为这位二等奖的幸运儿 一起欢呼台下众人 也是响起了山呼海啸的欢呼声 而世家中人 看清楚那人的相貌之后 也是一愣 这特么不是王浩泽吗 他中了二等奖 为什么不把彩票拿过去 反而自己对奖去了 等到中奖那人下来 马上有人围了过去 王浩泽 你领奖这事 欠家主一个解释 我可以解释 我可以解释 王浩泽满眼苦涩 有人陷害我 真的有人陷害我啊 我不想的 你留着给家主解释吧 一个身材高中的汉子 直接拧住了王浩泽的脖子 滴溜住他朝远出行去 崔修叶也混迹在人群之中 手里抓着几张彩票来回行走 他的任务很艰巨 要及时发现一等奖的彩票 然后记忆临摹 难啊 漫无目的地逛了一大圈 崔修叶感觉自己都要崩溃了 每个人看他的眼神 都好像看贼一样 他可是堂堂崔家的子嗣 看得上你们那撒瓜俩走 依依 崔修叶瞅了眼女子眼中的彩票 不由地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又看了一眼 这才确定那人彩票上的图案 不是一等奖金麒麟 又是什么 这位阿摩 你能不能给我看看你手上的彩票 崔修叶说吧 伸手就要去拿那张彩票 他要临摹 要记忆 自己这回看着那麒麟的图案 都是猛的 这位公子 老婆子有些眼花 正好您帮我看看 这中的是几等奖 我家那个赤儿 可是等着我中奖之后 帮他请医师治病呢 老婆子一手捏着彩票的一角 一边递到了崔手叶的面前 听到对方是要等着 为自己儿子治病 崔修叶也没什么好说的 开始仔细观看 记忆麒麟的图案 要想造假 就要将所有的细节 全都记清楚 然后再临摹出来 公子 公子 看完了吗 老婆子到底中的是几等奖啊 阿摩 将彩票收好 你儿子治病的钱不用筹了 这是一等奖 一百万钱呢 催修业记忆的差不多了 直接帮阿摩将彩票放回怀里 老婆子中了一百万钱 公子 你没骗我 听到自己中奖一百万钱 老婆子整个人都呆滞了 他本来想着自己能中个二百钱 就能帮自己儿子拿点药了 竟然是一百万钱 什么一百万钱 给老子看看 一个身材健硕的男子 听到这话 马上凶神恶煞地转了过来 伸手想要将彩票夺走 你要坐慎 催修业瞪了瞪眼 看中那名壮汉 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闲吃萝卜但操心 有你什么事 一边待着去 壮汉一推催修业 眼中满是凶狠之意 你还敢当街强强不成 催修业也是向前一步 世家贵子的气势全开 旁边的百姓健壮也是愤怒地看住那壮汉 这可是关系到自身的 这次中奖的是阿婆 要是自己呢 如果不将这歪风给打压了 自己到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那壮汉看到这一幕不由得也是一阵惆怅 眼前此人看住气宇轩昂 旁边也是来者不善 只能留下一句狠话 灰溜溜地离开 谢过公子了 谢过公子了 阿婆用手死死地攥住彩票 浑浊的眼珠之中满是感激 敬畏 敬畏 这位阿婆中奖了 一等奖崔修业摇了摇头 直接喊了一遍的敬畏 敬畏听到之后也是眉头一拧 还是凑了过来 护着阿婆前去高台领奖 做完这些之后 崔修业也是引入人群 朝会场外面行去 是大哥来了崔守业在旁边的茶楼等待 看到崔修业过来 直接冲身边的崔玉庆喊话 嗯 命人准备笔墨纸燕 崔玉庆点了点头 崔修业现在回来 肯定是有了收获 说不得就是找到了一等奖的彩票 快快快 崔修业走进茶楼 看住早已摆开的笔墨纸燕 直接就坐了下去 纸笔开始将脑海里的麒麟图像画了出来 麒麟 这就是一等奖的麒麟吗 崔守业看住月染纸上的麒麟 眼中满是惊喜 自己的大哥当真是个能人 不但能幸运地找到一等奖 还能临摹地唯妙唯笑 不对 不对 还差两笔崔修业看了眼画上的麒麟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又舔了两笔之后 这才最终订稿 好了 赶快安排人印刷 时间不等人崔玉庆看到最终订稿 马上挥手安排人去印刷 是很快有人骑快马朝他们的印刷厂奔去 这次李燕然安排了三张一等奖 现在已经中了一张出来 购买彩票的人更疯狂了 一百万钱 谁不想要 彩票一张张地售出 李燕然的心却是悬了起来 到现在还没出问题 要么就是有心之人还没行动 要么就是他们在等 等住给自己一个大惊喜 老爷 回来了一个家丁手中 拿着一叠刚刚做出来的彩票 冲进了茶楼里面 给我看看崔修叶直接将彩票接了过来 仔细端详了起来 怎么样 崔玉庆凑到崔修叶身边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手里的彩票 应该差不多了 可以了 崔修叶翻来覆去查看的彩票之后 也是点了点头 叔父 这彩票不能由我一家去做 李燕分给其他世家 大家一起行事 崔守叶看住面前的彩票 不由地皱了皱眉 嗯 你说得很对 此等大事我们怎能专想 马上派人将彩票送给其他几家 崔玉庆点了点头 马上吩咐亲信将彩票送了出去 接下来有好戏看了第202章好戏开场 崔元昌看了眼不远处的会场 眼中闪过一丝寒意 陛下 面对如此场景 不知道您会怎么面对呢 四人也是一起坐在了茶楼的二层 默而不语 各家得了彩票 马上派人带彩票混进了会场之中 看出汹涌的人群 被派去的人也是有些忐忑 毕竟这么多人在呢 要是这彩票出了问题 怕不是会被当场打死 他们怎么还不行动 王家掌事人王罗琼看住对面的会场 不明白那些人为何还不动手 兄长 许是许是在等其他世家动手吧 毕竟这彩票是崔家送来的 谁知道是真是假 要是出现破绽 说不得会成了大事 王罗琼身边一名身住华福老者 看了眼对面的情况 也是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那就等等看吧 恩时间越来越久 第二个一等奖的得主还没出现 倒是二三等奖连出数注 让百姓的热情再起 看来大家都挺沉得住气啊 崔元昌看了眼会场 到现在还没有听到第二个一等奖出现 看来大家是都不想当这出头鸟了 如此最好 大家谁都不愿意当这出头鸟 就只能坐视彩票发行了崔守夜微微一笑 现在的结果就是他最希望看到的 大家和平共处 哪怕皇族势力扩张又能如何 没有千年的皇朝 只有千年的世家 世家大族只要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 就行了 盲目对抗只能让自己被皇帝无情镇压 看住吧 这里面总有人要搞事情的崔元畅摇了摇头 现在的情况只是一时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总会有人跳出来的 至于谁会当这个出头鸟 那就要看谁的涵养功夫差了 李哥 你是不是想多了 彩票售卖都过了大半了 还没有人跳出来找事啊 李斯文皱了皱眉头 彩票已经卖了这么多了 为何还没有所谓的做梗之人 与其担心那些从中作梗之人出现 你还不如担心一下自己的欠条吧 这彩票可是快卖完了哈 李嫣然扫了眼里斯文 咱们开始还有赌约呢 五百万张彩票卖完 你本就贫寒的家境又要雪上加霜了 斯听到这话 李斯文整个人都呆了 看住面前汹涌的百姓 他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 五百万张彩票 说不定还真能卖完 如果自己输了 可就要身背两万多罐的外债了 届时还不上钱的话 他就只能去跳海了 不能再等了 让王源马上去对讲 王罗琼看了眼天色 这特么都好长时间了 要是再拖延 彩票就完事了 是很快一个小四离开 混进人群去找王源让他行事 王源 家主让你抓紧时间赶紧行事 从人群里揪住了王源的衣领 那人直接威胁道 三哥 不是我不去 我实在是怕 这彩票要是假的 说不得会是怎样呢 王源一脸苦闷地看了眼那人 不是他不去 而是他根本不敢去 上面那禁军胳膊 都赶上自己的大腿粗了 这要是偷鸡被抓 估计他当场就领盒饭了 你个废物 彩票你自己不敢领 难道还不能给别人吗 三哥唬住脸看住王源 眼中满是不屑 三哥 你以为我不想骂 要是这彩票真的对了 那这一百万钱 我上哪去给家主 您可一定要救救我啊 王源郁闷了 连你这大脑袋 都能想出来的 我能想不到 现在的情况 他是左右为难 是又怕彩票对步了 又怕彩票对得了 他是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就你 我就不了你了 三哥一甩脸子 直接把王源踹到了一边 然后指着对方道 一等奖 这家伙中了一等奖了 王源看了眼三个 不知道对方这是什么意思 一等奖 这家伙中了一等奖 厉害啊 厉害听到这声音 周围的百姓全都围了过来 开始在王源身上摸索了起来 想要沾染好运 一边的近卫 看住这里的动静 也是框框框地打了过来 近卫小队长看了眼 已经被摸得不成人样的王源 直接开口问道 就你中了一等奖 王源先是点头 然后摇头 毕竟这彩票 现在就是一个烫手山芋 他是对奖也不是 不对奖也不是 将军 就是他 他中了一等奖 你看三哥看了眼王源 直接从他手里 把彩票抢了过来 甩给小队长看 嗯 没错 是麒麟 多让开队长眼中满是嫉妒 但还是挥了挥手 让身边的近卫 护送王源上高台 领奖 三哥 被禁军护着 王源的眼眶里 已经沉满了泪水 这条路在别人看来 可能是百万奖金 但是在他看来 可能是一条不归之路 兄弟 一路走好啊 三哥冲王源摆了白手 眼中满是得意 兄弟 别怪哥 要是你真死了 你那老伯哥 绝对帮你好好看住 公子 又一个一等奖 咱给送来了小队长说罢 直接就把王源给推了出去 你中了一等奖 长孙燕看住一脸凄惨的王源 已经猜到他受到了怎样的对待 赶紧一脸微笑地冲他说话 小小人确实中了一等奖 王源已经哭了 眼泪汪汪的 你看把你激动的 都哭了 把彩票给我长孙燕拍了拍王源的肩膀 小样 看给你激动的都哭了 结果王源递来的彩票 长孙燕看了一眼 又瞥了眼对方 不错 这彩票不错 你叫啥 小人 王 王源 看住长孙燕的脸色 王源也是一愣 难道说这彩票仿制的没问题 对方没看出来 呵呵 还姓王 不错 先站在一边 等着我给你去拿奖金 长孙燕给了旁边人一个眼神 示意他们看好这小子 然后拿着那张伪造的彩票离开 多安还有没有人中奖呢 都站出来吧 咱们的彩票是皇家金银 只要你中了就会兑换长孙燕站在高台上面 直接冲着下面人大声喊话 那不是王源吗 看来那彩票没问题 走王家几个带住彩票的人认清了台上的王源 既然他的没事 那自己手里的也没事 纷纷就挥着彩票登上了高台 王家的人上台了 其他世家之人也是接踵而至 拿着彩票要求长孙燕对奖 好好好 慢慢来啊 看住已经快挤满了高台 长孙燕眼中的寒光都快溢出来了 还有没有喊了一阵之后 崔家的人也是对视了一眼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静观其变 等他们的奖对完了再说 崔首叶混在人群之中 看住高台心里已经有了不妙的感觉 是崔家的人听到崔首叶的话 也是安耐住了自己的心思 等住高台的对讲 没人了是吧 敬畏何在 长孙燕直接一声令下 周围的敬畏一声正呼 全都站了出来 把他们全都给我拿下 是第203章一网打尽 敬畏出手 直接将高台上的人全都积压 等候长孙燕发落 果然看到高台上的情况 崔首叶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这里面果然有猫腻 等等 你凭什么积压他们 看到自己的人被抓 王家的贵子王平也是站了出来 这不是王家的王平吗 怎么 这里面有你的人吗 长孙燕看了眼王平 眼中满是冷意 这家伙现在蹦出来 里面的事跟他脱步了前夕 五星期望果真是好手段啊 你们跟谁斗自己都管不了 但是你们来招惹咱们 那就不要怪我了 怎么可能有我的人 我王家其实在乎那一百万的人 我只不过是看你们此举霸道 出来为人名不公罢了 就是彩票可是皇家经营 你们难道就是这么对待大唐百姓的吗 没错 彩票原来这么龌龊 亏我还买了十几张彩票 原来都是骗局随着王平的话 王家之人也是开始煽风作雨 煽动百姓闹事 长孙燕看住下面的百姓 直接走到铜锣旁边 用力敲了下去 对 速进 速进进军们一起高呼 瞬间就将百姓震住 包括王平也是瞪着眼睛 想要看长孙燕还有什么话说 王平 你说我行事霸道 有位公道 那我就让你看看 为什么我要抓他们 长孙燕直接拿出阿摩兑换的一等奖彩票 跟王源的彩票放在了一起 将第一张彩票揭开 背面印着一个二维码 还有一个李燕然设计的六芒星图案 把第二张彩票揭开 里面却是什么都没有 看到了吗 这就是区别 你以为我们的彩票是那么好仿制的 笑话长孙燕直接一口浓痰涂到了王平脸上 然后一巴掌就扇了过去 长孙燕 你你 欺人太甚 王平直接救偶了 他实在是没想到 对方竟然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做出如此侮辱人的行为来 当真是要气死他了 欺人太甚 敬畏何在 把他给我拿下 是几个敬畏直接冲了出去 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王平给擒了下来 我有官职在身 你敢动我 长孙燕 你敢动我 王平的脸已经变成了铁青色 他可是王家的贵子 何时受到过如此对待 懒得搭理你 你们 最好老实交代 谁派你们来的 要知道 这可是皇家的买卖 跟陛下作对 后果你们可要考虑清楚 长孙燕扭头看向高台上 被积压的众人 直接威胁他们道 呵呵呵呵 长孙燕 你不要妄想栽赃给谁 他们都是自己的行为 根本没有什么主使之人 听到长孙燕的话 王平赶紧大声喊话 他这话不是给长孙燕听的 而是给各家之人听的 你们要考虑清楚 自己是什么身份 自己的家人是什么情况 要是敢供出来自己 后果绝对比被杀更惨 果然王平话一说 那些人全都低下了脑袋 他们都是各家精挑细选出来的 都是有父有母 有妻有孩之人 所以没人敢供出身后之人 还挺硬气 全部积压长孙燕一挥手 直接让敬畏将那些人全都积压下去 彩票继续开奖 希望不要有人自不量力 再出来搞事 这些人不是自己的事 他将人抓住 相信自己大表哥会让他们开口的 他的任务是卖彩票 彩票继续售卖 多让随着闹剧的结束 百姓再次开启了购彩之旅 公子 咱们怎么办 崔家之人看住身边的崔首叶 眼中满是恐惧 还好刚才公子没有让他们上去 否则被积压的人里少不得他们这些了 走崔首叶又看了眼高台 直接带人离开 李哥 果然出问题了李斯文来到李燕燃身边 将高台发生的仿制事件说了出来 这些人还真是愣啊 竟然被长孙燕给完了 当真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对于这些事件李燕燃根本就没当回事 他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的出现 只不过没想到这些人这么蠢 竟然被长孙燕一个憨批来了个一网打尽 这难道就是父皇一直担心的世家吗 就这点能耐 那些人怎么办 李斯文也是郁闷 没想到长孙燕这次还真长脸了 竟然都用上兵法了 这招是敌已弱 引蛇出洞当真是钱的漂亮 怎么办 我们只经营彩票 那些事不是我们要担心的 让李德善交给父皇处置就行了 李燕燃摇了摇头 不在其位不谋其正 他做事最好的一点 那就是从来不做自己不该钱的事 这些还是交给自己老爹去烦心吧 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第二张一等奖再次出炉 而长孙燕在验证了一番之后 也是很利落地把奖金兑现 到最后五百万张彩票全都被一扫而空 三张一等奖也是名花有主 全都有了自己的主人 李哥 我肚子疼 我先走了李斯文看住已经销售一空的彩票 马上想起来那天当保洁的惨状 找了个油头就要开溜 哪里走李燕燃直接拽住了李斯文的腰带 李哥 怎么了 你是不是想溜 我那一万一千罐的欠条怎么说 李燕燃瞥了眼李斯文 现在想开溜 是不是想不认账 哪有 李哥 我是真的肚子不舒服 你再拉我 我就要献丑了李斯文小脸煞白 书前已经成定局了 他不认也得认 跑了也没用 但是要是继续在这里待着 他已经想到长孙燕他们让自己负责打扫卫生的说辞了 无他 为首数二 书前又前活 他只要不傻 他都不会同意 现在不找机会开溜 等会就晚了 真恶心 赶紧走李燕燃嫌弃的摆了摆手 你好歹也是英国公的贵子 形势既然这么粗俗 当真是让自己错看了 好嘞 李斯文一提腰带 飞时的离开 彩票售完 长孙燕名罗示意 三张一等奖全都开出 二十张二等奖也都是名画有主 看了眼彩票会场 百姓们只能遗憾离场 当然那些幸运而例外 这一天的时间 就造就了三个百万钱的小富翁 当可谓是让人欲罢不能 李哥 李哥 我今天没有给你丢人吧 第二百零四张 俺也有劳了 长孙燕一脸兴奋地 来到李燕燃面前 眼中满是的色 今天他注视威风了一把 不但侮辱了王平奈的憨批 还拿下了一群混蛋 笨 长孙燕今天当即首宫 到时候父皇肯定会大为高兴 说不得让你娶个公主 也不一定李燕燃派了派长孙燕 眼中满是欢喜 看住略有成长的长孙燕 不知道为何 他总有种看自己儿子长大的念想 算了吧 咱这不在那个 我要当大唐第一富翁 而第二 不对 第三富翁长孙燕摇了摇头 自己现在是何等逍遥 何等快活 要钱有钱 有人有人 何苦要娶个公主回来 找不自在 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搞钱 搞钱 搞钱 当不了第一 第二富豪 他也要当第三富豪 对了 李斯文呢 长孙燕瞅了眼 根本没有李二郎的影子 不由的也是一愣 他肚子不舒服 我让他提前回府了 糟了 上当了 长孙燕一拍大腿 眼中满是郁闷 怎么了 他走了 谁来打扫卫生 这次可是三个会场 五百万张彩票啊 长孙燕满眼都是苦闷 李斯文不在 那两个憨批 一个只会装傻 一个只会冲闹 说不得这活最后 还要落在自己头上 你不说我都忘了 今天的卫生 就交给你们三个了 听到李燕燃这么说 长孙燕是庆幸 程楚毕和玉池桓 则是一脸苦闷 不停地在心里 骂李斯文不够朋友 另外 今天长孙燕表现突出 主会场的卫生 就交给他这位能人了 程楚毕和玉池桓 分别负责二三会场 就这么定了李燕燃说完 长孙燕整个人都呆滞了 自己今天表现突出 为何要将主会场交给我 这是奖励还是惩罚啊 李哥 咱可是表亲 你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啊 李哥 这有位公平 长孙燕红住脸 冲李燕燕提出反对意见 公平嘛 我给你 咱们举手表决 同意长孙公子 清理主会场的举手 李燕燃说罢 就举起了自己的小手 而程楚毕和玉池桓 自然也是不甘示弱 蓄如闪电地将手举到 长孙燕脸上 好了 这下公平了吧 一定要做好卫生 李峰咱们走 李燕燃说完 直接一扭小腰 朝栏贵方而去 户部立员 也是带着一个个 封存的钱乡和账母 跟助李燕燃离开 长孙公子 有劳了 安安也有劳了 两人说罢一起大笑 带着人朝二三号会场行去 只留下长孙燕 看出偌大的主会场 一番计算之后 户部立员也是有了最终的答案 4300万钱 相比第一次的820万钱利润 翻了五倍不止 这还是李燕燃秉承诚信为本 真要是遇到黑心的 弄他的一千万张彩票 安排自己人将一二三等奖 全都领了 到时候岂不是一场下来 就要过意的收入了 想都不敢想 安排户部立员风胀 自己则是坐上马车 朝皇宫奔去 陛下 李德善来报 抓住了几十名访冒彩票之人 已经派人送来皇宫了 瑞安进屋 直接将刚收到的消息念了出来 几十名访冒者 这些世家之人 还真是胆大包天啊 听到这话 李治直接一拍桌子 就站了起来 眼中满是森寒之色 陛下 先皇对世家 先皇对世家一直采取高压态势 以媚娘之鉴 正好趁此机会 好好整治一下 隔些大人出去 好让科举高中的寒门子弟 有机会进展所能 武则天嘴角 也满是冷意 敢跟皇家作对 他怎能容下这些贼人 哎 你说的没错 审讯的工作 我看就交给许静宗来办理吧 相信他必然会给朕一个满意的答复 李治点了点头 武则天跟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朝堂之上 世家差不多占据了半壁江山 这不管对国家 还是对帝皇来说 都不是好现象 所以他当初才会同意李燕然的彩票 就是为了这个机会 没想到自己女儿果然是个宝贝 心想失诚 臣妾晓得了武则天款款行礼 马上有人去向许静宗下达旨意 许静宗得到旨意 不由的也是陷入了沉思 他自然知道皇帝想要的是什么 但是那可是要面对武姓期望 盘踞在历史上的庞然大物 他这回也是陷入了两难 来人 马上去请御使大夫过来 为我要是商谈许静宗想了一下 派人去找高智州过来 高阳俊功 何事换我 高智州听到许静宗的召唤 赶忙驱车而来 高御使 最近的彩票宁可知道 许静宗看了眼高智州 直接将彩票提了出来 彩票最近传得一事无两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高阳俊功换我过来 难道跟着彩票有关 提到彩票 高智州不由地皱了皱眉 没错 许静宗直接将那些世家之人捣乱 然后全部被抓的情况说了出来 陛下这是要对世家出手了 高智州能够被武则天看中 自然不是庸才 马上就明白了李治的心意 这是要借机对世家再次打压 毕竟这是以前唐太宗就钱过 不稀奇了 所以你感觉 咱们是应该全力帮助陛下 对世家打压呢 还是应该给世家留下点余地 毕竟这些人一旦疯起来 我们就会成为重视之地 许静宗也很苦恼 虽然他是武则天的绝对英权 但是也要分情况的 世家的力量太大了 如果他真的将人都得罪完了 一旦李治跟世家妥协 很有可能自己会成为双方斗争的牺牲品 高阳俊宫 咱们能有今天的地位 全赖陛下和皇后娘娘的扶持 墙头草作不得 与其左右逢源 还不如坚定一方高智州看住许静宗 他明白对方的担忧 但是自己也不过是为人鹰犬罢了 当鹰犬就要有当鹰犬的觉悟 明白自己的主人 身为武后和皇帝的一把刀 要是有了自己的思想 不用别人怎样 皇帝也不容不下他们 嗯 老夫明白该怎么做了 许静宗点了点头 高智州一席话 直接点醒了许静宗 如此下官就告退了 高智州向许静宗行礼 就要离开 却被对方拦住 高御史既然来了 就随我一起去审问一番吧 这 第205章别压榨孩子了 高智州傻眼了 你叫我来 原来是为了分担伤害 你还真是好人啊 怎么 高御史不想为陛下排友解难吗 许静宗挟了高智州一眼 既然来了 那就不要走了 你刚才说的那么好 现在是为陛下排友解难的时候了 高智州自然愿意为陛下排友解难 高智州郁闷 只能跟许静宗一起去审问那些捣乱之人 经过许静宗的言行拷打 那些世家之人也是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到最后也咬不住了 毕竟这些人只不过是普通家仆 又不是什么死士 只能将身后之人全都交代了出来 拿着审问得到的情况 许静宗和高智州一起进到宫中 来向李治和武则天汇报情况 李治和武则天对视了一眼 这些人除了第一世家崔家之外 剩下的全都在绑 两人也是有些挠头 陛下 事已至此 无需再过多犹豫 当断则断武则天看住李治 直接将自己的意思说了出来 嗯 列举一些名单 先将他们贬出了再说 也算给这些世家一个警示 如果他们再有一栋 就不要怪证了李治点了点头 现在的情况已经成了这样 如果自己没做出应对 世家还以为自己怕了他们 就全当给对方一个教训了 嗯 臣妾晓得了李治返回御书房 屁股还没雾热 就看到李嫣然已经越过了瑞安 冲了进来 父皇 父皇李嫣然来到李治面前 眼中满是兴奋 怎样 这次收益如何 李治摸了摸李嫣然的小脑袋 眼中也充满了期待 世家之人已经被自己擒货 接下来就是彩票的收益了 4300万钱李嫣然 直接爆出了这么一个天文数字 500万张彩票 4300万钱的利润 注实让人感叹大唐百姓的负数 竟有这么多 李治整个人都有些傻了 他也没想到竟然会有这么多 父皇 这只是前期的 等到后期推广到整个大唐 那利润当真不可想象 李嫣然点了点头 真等彩票推广开来 那利润只能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嗯 父皇自然能看到李治微微一笑 富可敌国 值日可待了 嫣然 你难道就不好奇 真要怎么处置 你送来的那些捣乱之人 李治看了眼李嫣然 开口道 父皇 那些事情该是嫣然担心的事情吗 李嫣然瞥了眼自己的老爹 我只是一个小孩 那些事情好像不是自己该担心的吧 不再其为不谋其事 这点道理他还是懂的 再说要是什么事自己都干了 还要你这个皇帝干啥 怎么不应该 你可是皇族子弟 这些人都是豪族之人 他们要给你老爹找麻烦 你做女儿的就不应该问问吗 李治轻轻敲了一下在李嫣然头上 父皇 不再其为不谋其政 我还是个孩子 你就别压榨我了 那些朝堂上的大事 有您跟阿娘就够了 我我还是算了吧 李嫣然嘟了嘟嘴 您就别压榨我了 我又不是皇太子 这些东西 您跟李洪还说得过去 跟我就算了吧 也对李治摇了摇头 这些事情确实不是李嫣然应该打听的 谁让她是女儿身呢 多说好像也没什么用处 父皇 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李嫣然 从李治手下跳了出来 款款行李之后 直接掉头就走 返回自己宫中 推开请殿的大门 只见李洪正摊在自己的沙发上 阿姐 阿姐 你回来了 红帝可是等候多时了 看到李嫣然过来 李洪直接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哪声哪气地呼道 你怎么在我寝宫里面 李嫣然一揪李洪的耳朵 眼中满是愤怒 与孩子的闺房 岂是你一个男人说来就来的地方 当真是不知趣 阿姐 我的孙悟空 我的齐天大圣李洪虽然被揪着耳朵 还是双眼放光 询问孙悟空的事情 你今天的书都被完了吗 整天就想着听孙悟空李嫣然郁闷了 一个西游记就把你给迷成这个样子 哪里有点大唐储君的样子 那些书我早就被完了 许师还夸我聪慧 一点就透那李洪眼珠子一转 直接回道 说谎都不打草稿 要是被父皇知道你不务正义 说不得又得抽你几鞭子了 小屁孩还想骗自己 李嫣然直接在李洪头上敲了一下 真的 阿姐 快继续讲 那齐天大圣后来怎么样啊 李洪小脸一红 还是催促地询问齐天大圣 齐天大圣后来怎么了 阿姐只能告诉你 他脱困了李嫣然想了一下 唐僧西天取经 好像就发生在贞观年间 自己如果将西游记后面的内容 全都说出来 说不得会有什么麻烦也不一定 怎么说西游记也算封建迷信之类的 大唐也没有所谓的妖魔鬼怪 那是被谁救了呢 李洪歪了歪脑袋 眼中满是疑惑 你管那么多干嘛 李嫣然又敲了一下 在李洪的脑袋上 西游记的后续 他还没决定怎么来 所以这会儿 也没想着跟对方怎么说 不管 我就要知道 阿姐 你就跟我说嘛 李洪还是不依不饶 是要追问出 齐天大圣的后续出来 阿姐给你讲个别的故事吧 李嫣然算是服了 李洪这个小老六啊 你要是在学习上 有这么切而不舍的决心就好了 真是让人无语了 什么故事 李洪一愣 不知道自己的阿姐 又有什么好故事 要给自己听 我要给你讲的 叫做倩女幽魂 李嫣然微微一笑 将自己最熟悉的 一个桥段说了出来 倩女幽魂 什么东西 李洪皱了皱眉 一听这个名字 就不是什么豪鸟 哪有齐天大圣听的 辉弘大气 话说有一个书生 叫做宁采辰 赶赴郭北县收账 结果突风大雨 只能躲进 传说纷纭的 兰若四投诉 但是却被寺内的 道士烟赤霞所拒 于是宁采辰半眼 第206章 烟赤霞死了 没有搭理李洪 这个小鬼头 只是自顾自地 讲述起了 倩女幽魂的故事来 故事讲到一半 李洪也是听得 津津有味 看住李嫣然 眼中满是星星 虽然那些情啊爱啊 他不懂 但是烟赤霞 这位大能 却是让他有些欲罢不能 后来呢 后来呢 那个死书精怎样啊 烟赤霞 有没有用飞剑把他钳掉 看到李嫣然停了下来 李洪也是一阵郁闷 阿姐就是这样 每次讲到高潮之时 就戛然而止 让人好生心痒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李嫣然白了李洪一眼 这都什么时间了 还讲 再讲的话 就要讲通宵了 你小子难道不知道 晚睡是女人最大的敌人吗 想要打扰我睡美容觉 就是天王老子 来了都不行 更何况你个小鬼头了 阿姐 再讲一段 再讲一段 李洪不依不饶地 拉住李嫣然的手 树精没有死 烟赤霞死了 宁采辰死了 聂小倩也死了 李洪直接捂住自己的耳朵 小眼睛中满是郁闷 阿姐是坏人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看住李洪纠结的样子 李嫣然不由地露出一个冷笑 小样 还治不了你了 那还不赶紧睡觉 我睡觉 我马上就睡觉 阿姐 你可不能让烟赤霞死啊 李洪搭拉着小脸 乖乖地钻到了被子里 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 孙旭又来到了李嫣然的寝宫之外 看住门神一样的李峰 不由地也是打了个哆嗦 这位李小哥 劳烦通报一声 太子该上早读了不敢造次 孙旭乖乖地向李峰行礼 知道了孙旭这么说 李峰也是点了点头 直接敲响了寝宫的大门 公主殿下 太子该去早读了 听到李峰的声音 李嫣然也是揉了揉眼睛 一脚踢在了李红的身上 谁 谁敢偷袭本太子猛然被踢 李红马上醒了过来 迷迷糊糊地呵斥 偷袭你个肘子 到了早读的时候了 还不赶紧去上课 李嫣然又赏了李红一个抱头 还偷袭 亏你也能想得出来 哦 李红这下也是彻清醒了过来 委屈地冲着李嫣然回话 然后从床上爬了起来 朝外面行去 殿下 要迟到了 快走吧 看到李红出来 孙旭赶紧凑了过去 本宫知道了 废话真多李红 携了孙旭一眼 本宫什么时候 要听你的嫣然的话了 当真是不知所谓 是 是是孙旭哪敢说什么 直接迎着李红上了碾车 朝崇文馆方向行去 老李 咱们也走吧 是李嫣然上了马车 直接朝皇宫外面行去 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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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孙燕几人 早就在兰桂方中等待 看到李嫣然过来 直接就为了上去 嗯 昨天辛苦你们了 李嫣然点了点头 一屁股就坐到了沙发上面 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 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 李斯文 话刚说完 长孙燕三人 就投来了愤怒的目光 合住 你是不辛苦了 知道咱们昨天可是一直忙到了傍晚 才将会场打扫完毕 不辛苦 不辛苦个锤子 李哥 昨天的盈利听说有4300万钱 长孙燕看住李嫣然 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盈利 挣钱他才能还钱 毕竟自己可是欠了大表哥一万一千贯 太难了 嗯 昨天盈利确实是4300万钱 刨去给皇室内努的八成 咱们的盈利是860万钱 你们每人有86万钱的收入 李嫣然点了点头 每人86万钱 也就是860贯钱 两次彩票收入 每个人也有一千贯了 800多贯不错 足够我还欠陛下的零头了 长孙燕撇了撇嘴 如果是平常这利润也不算少了 但是放在现在 却是有些杯水车薪了 爱其余三人一起叹了口大气 要知道他们三个 现在不只是欠皇帝亿万一千贯 还欠了李嫣然亿万一千贯 这可是一个天坑 什么时候才能给填上 别心急 这只是长安一地的 相信父皇马上就会以长安为中心 向四周扩展 届时彩票的收益 绝对超乎你们的想象 李嫣然白了眼长孙燕 要不自己父皇不待见你呢 只顾眼前的迎头小利 就这还是长孙无忌的好儿子 说出来都丢人 李哥 要不您给陛下说说情 再宽限几个月如何 李斯文满眼苦涩 这都过半个月了 一万贯自己还没编呢 就是 这一万贯实属太多 成储碧也是挠了挠头 这个到时候再说 就算你们拿不出来 相信父皇也不会苛责你们 李嫣然看了眼几人 谁叫你们跟父皇签纳熟生气了 当真是一个比一个虎 可是 好了 没什么可是的 都好好准备一下 这几天光顾着收拾彩票了 沙发准备的差不多了 是时候搞个活动 再售卖一波了 李嫣然看了眼三人 让他们准备一下 养殖场都开好了 不能浪费了不是 明白了几人点了点头 然后各自离开 去准备沙发的售卖活动 金兰殿上 李志坐在龙椅上面 看住下面的群臣 不言不语 几大世家之人的官员 却是心有揣测 都能从各自眼中看出 他们心里的惊慌 朱冠有事早奏 无事退朝 瑞安看了眼李志 直接清了清嗓子 陛下 陈友本奏 许敬宗直接跨了出来 守执玉归向李志行礼 咯噔 看到许敬宗出来 所有人都是一阵心铲 这可是皇帝和皇后的头号鹰犬 他现在站出来 肯定没有好事 眼李志看住许敬宗 又扫了眼朝堂中的其他臣子 眼中满是冷意 皇家发行彩票 乃是立国立民之举 然 有人却罔顾国法 公然派人破坏彩票的发行 臣以为当是最大恶极之举 还望陛下能够予以言成 许敬宗说完 重臣惶恐 果然皇帝还是冲他们发难了 当有此事 实属可恶 许敬宗这些人都是谁 此贼不除 国法何在 天威何在 李志听到此处 直接拍案而起 眼中满是愤怒 陛下 臣有本奏 卢成庆直接站了出来 向李志行礼 卢成庆 真让你说话了吗 第207章 清扫 李志携了卢成庆一眼 我都没让你说话 你就站了出来 心虚了 陛下 臣以为彩票之事 当属国家大事 岂能听一人之言 理应三思会审 才能晾定真凶 卢成庆看了眼 身边的官僚 直接开口 将自己的想法 说了出来 谁都知道 你许敬宗善用酷刑 炮制罪名 那是天下无双 要是被你这么一整 五性期望 指不定会被怎么编排呢 现在是已经出了 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三思会审 自己参与到其中 才能查漏补缺 将危害降到最低 三思会审 用不到 这些人在皇室的彩票上 兴风作浪 是跟皇家作对 有许敬宗就够了 理智摇了摇头 对方的心思 他已然看了出来 先要三思会审 朕岂会让你们如愿 陛下 臣以为皇家之事 就是天下大事 岂能如此武断 理应三思会审 王家在朝堂上的 中流砥柱 王芳义缓缓站了出来 向理智行礼道 朕之家事 和足为外人道也 你且退下吧 理智看了眼 王芳义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他是王皇后的堂兄 才能卓绝 是个有用之才 而他也不在理智 这次的倾角范围之内 所以不想跟他多说什么 陛下 你住口 谁再敢多言 当是以下犯上 许敬宗 你继续说 理智瞅了眼百官 直接一派龙案 眼中满是威胁 陛下 陈根御史大夫连夜审问 那些贼人也是通盘交代 说来可能陛下不相信 这些人都是出自豪族 王 卢 郑家赫然在列 许敬宗再次行礼 扫了眼卢成庆之后 将那些人身后的家族 给捅过了出来 怪不得你们要三思会审呢 原来竟然是你们搞的鬼 说 你们为何要这么做 李智虎目争云 冲着堂下的官员怒喝倒 陛下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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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李智这么生气 卢成庆等人带头下跪 其余官员也是纷纷随同 息怒 朕息怒的了吗 彩票乃是邮政的皇家发布的 你们在彩票上兴风作浪 是故意跟朕作对不成 当真以为朕不敢杀人吗 息怒 朕要是能息怒 就起了怪了 你们现在犯到朕的手上了 要是不包你们一层皮 我这皇帝就白当了 卢成庆 你卢家还有何话说 李智点了卢成庆的名字 刚才你不是叫的花吗 现在朕就先打你卢家开刀 陛下 亥群之马自古有之 就算有卢家之人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在彩票上搞事 也只是个人之意 还望陛下明察 卢成庆也是一阵郁闷 现在李智都把话说这么明了 自己还有什么话要说 犯错要挨打 挨打要立正 这点他还是知道的 所以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卢家认罚 想要怎么处置 你看住办吧 呵呵 亥群之马 你们呢 李智又扫了眼群臣 主要还是问王芳义和郑元泽 郑元泽乃是当朝郑贵妃的生父 现任中书摄人 也算是郑家在朝堂的中流砥柱 陈以为如成庆所言甚事 亥群之马 理应揪出 以还我王家清明 陈也以为甚事 还望陛下明鉴 王芳义和郑元泽也是一起行礼 表示愿意接受处罚 好 徐静宗 那你就将这些人身后之人的名单 递交上来吧 陛下 这是名单许静宗直接将李智列出来的名单递了上去 好 但凡有所涉及的人 全部贬出地方 就这么办吧 李智看都没看名单 直接让许静宗按照名单上的内容进行处置 一番朝会之后 王 卢 郑三氏在朝堂上的势力也是损失了将近三成 唯有崔氏见机的快 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三家被贬处 腾出来的位置也是迅速被李智的人填充 又是一个礼拜之后 彩票再次售卖 这次不只是长安 周边几线也是同步开展 长孙燕四人没有在长安 而是分派四方主持彩票售卖 一番操作下来 彩票的销售再上新高 除了长安的彩票销售一空 周遭线也是赚了个盆满钵满 一番计算下来 利润已经达到了七千多万钱 七万贯的收入虽然对整个大唐来说 不过是沧海一速 但是这只是彩票的第一步 真正推广到全国 那可就是天文数字了 父皇 彩票的事已经纳入正规 这些天长孙燕他们几个 也是忙前忙后 操劳无比 那欠条不如您就宽限他们点时间 李嫣然身为几人的老大 自然要为自己的小弟 谋福利了 宽限点时间倒不是不可以 但是欠证的钱总不能白欠吧 我要利息理智看了眼 好女儿李嫣然 不由的也是微微一笑 他自然知道这些天长孙燕几人也是跑前跑后 但是挣的钱是那么好欠的吗 想要晚点还 得加钱啊 父皇 薅羊毛也不能可助一只羊硬蒿吧 虽然说压力使人进步 但是那几个 还是算了吧 李嫣然瞅了眼里至 眼中满是郁闷 老李啊 你可是大唐的皇帝 咱可不能掉前眼里了 浩羊毛可助长孙燕他们一只羊蒿 这就有点过分了 放心 朕又不是放债的 每个月利息一千贯 他们总说得起吧 李志白了李嫣然一眼 想什么呢 朕可是大唐的皇帝 怎么可能跟长孙燕他们一般见识 再说一万一千贯 一个月要个一千贯的利息不多吧 好好吧 李嫣然无奈了 你一个月要一千贯的利息 一年就是翻一翻了 这还不多 亏得你是当今皇上 要是别人 恐怕长孙燕他们几个都要报关了 恩 李志点了点头 欠皇帝的钱 每个月收你们一千贯的利息 如果这都接受不了 那我只能跟你们老爹要了 毕竟你们也不能太过分不适 老子是皇帝 跟你们要点利息 这很合理吧 李嫣然来到李志身后 一对小手开始帮自己老爹揉起了肩膀 父皇 我有一个想法 第二百零八张封地 有话就说 这能做到的自然没事 要是我做不到的 你给我献殷勤也没用 看到李嫣然的动作 李志不由地打了个机灵 父皇 女儿有了封地 但是我还没去看过 是不是能请的假 我去封地看看 李嫣然冲李志甜甜一笑 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你去封地干嘛 那里有官员负责 该给你的实意都会给你 没必要亲自过去 李志瞥了眼李嫣然 不明白他到底想要干嘛 父皇 那毕竟是我的封地 我不去看看也不放心 而且那边距离长安也不远 你就让我去看看嘛 李嫣然小脑袋凑向前面 眼中满是期待 彭李志轻轻地敲在了李嫣然的额头上 去看看倒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要答应我 到了封地不能惹事李志知道李嫣然惹货的本领 这要是到封地了再给自己找点事 那就有的他头疼了 那是自然 我只不过是去看看封地的情况 又不是去打家劫舍去了 怎么可能惹事呢 李嫣然捂住自己的脑门 脸上满是委屈 好吧 这件事我答应了 但是还是要跟你母后知会一下 以你的性子去封地 最少也得待上两三天 李志白了李嫣然一眼 所谓织女莫若妇 李嫣然说的去看看 多少也要待上两天 这就要跟武则天知会一生了 毕竟对方对李嫣然可是宝贝的紧 一连几天不回宫 肯定会担心的 好吧 李嫣然点了点头 自己只不过是去离山转一圈 想必阿娘也不会不同意吧 那就走吧 李志直接起身 带着李嫣然一起离开 去跟武则天见面 什么 你要去封地 武则天听到李嫣然要去封地 整个人都报了 在长安好好的去什么封地 那里又脏又乱 穷乡僻壤 有什么好看的 阿娘 我就是去看看 毕竟是我的封地嘛 我不过去看看 总归不好啊 李嫣然赶紧凑到武则天身边 又是捏腿 又是揉肩的 那也不行 不行的话 让李峰带你过去看看 不得了武则天一边享受李嫣然的服务 一边开口帮他想办法 李峰那个闷葫芦 过去能干啥 您不总是教导 嫣然行事都要亲力亲为吗 我去封地 正式践行这个啊 您就让我去吧 李嫣然一撇嘴 李峰过去跟没去 有什么区别 他去封地 是有事情要做呢 让李峰过去 不是抓了下了 好吧 你去可以 但是不能生事 就算封地有什么问题 你也要交由你父皇决断武则天一阵郁闷 这是拿阿娘的话来堵阿娘的嘴 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怎么说 阿娘问阿娘最棒了 看了也一边的李志 李嫣然也是赶紧改口 要知道万岁这个词只能用在皇帝身上 自己当着李志的面这么说 少不得又要挨顿呵斥 嗯 右边使劲 好嘞 晚上李嫣然兴高采烈地返回自己的寝宫 李红正坐在台阶上面 手里一个木棍在地上 不知道在写话什么 李嫣然给了李峰一个眼色 然后 捏手捏脚地凑到李红身前 小李红 干嘛呢 啊 阿姐听到李嫣然的声音 李红被吓了一跳 赶紧用脚将地上的东西擦掉 哼 敢说阿姐坏话 李嫣然直接揪起了李嫣然的衣领 刚才对方在地上画的他都看到了 竟然敢说自己坏话 当真是该打 阿姐 误会了 李红那是想您呢 李红一边被揪了起来 一边用小脚用力将地上的痕迹擦去 想我 你不咒我就行了李嫣然高兴 也懒得跟李红计较 小孩子能有什么坏心眼呢 阿姐 阿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看到李嫣然的小脸上飞扬着兴奋 李红歪了歪脑袋问道 阿姐得了父皇的应允 明天我要去封地楼有好消息自然要分享 李嫣然直接将自己明天要去封地的情况说了出来 阿姐 你要去封地了 带我一个被听到李嫣然要去封地 李红也是满脸羡慕 封地啊 天高皇帝远 去哪里多自由啊 我自己去都费了一番口舌 你还是好好在宫里上课吧 李嫣然摆了李红一眼 带你去封地 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自己可担待不起 阿姐 不要这么绝情嘛 我可以给你吹腿 揉肩 如何 李红赶紧凑到李嫣然身后 垫着脚尖帮对方揉起了肩膀 想都别想 跟我出宫 我还不想被父皇和母后指着鼻子骂 李嫣然给了李红一个抱头 你就是个小货金 带着你出去就等于带了个炸弹 这要是炸了 非得让自己老爹老娘做自己不可 切 不去就不去 多大点是李红捂住脑门白了李嫣然一眼 阿姐 烟赤霞 烟赤霞快继续啊 烟你个头 阿姐困了 我要早点休息 李嫣然没搭理李红 直接进到寝宫里面 李红则是意不意去的跟在李嫣然后面 一支巴巴让阿姐继续讲 阿姐 你就跟我讲讲嘛 求你了 李红一拽李嫣然的胳膊 满脸都是哀求 真打你没办法 李嫣然也是怕了李红了 直接开始讲后面的剧情 一直到倩女幽魂的剧情讲完 李红却是有些意犹未尽 烟赤霞果真厉害 当是神仙中人啊 所谓个人有个好 如果放在成年人眼中 可能看到就是聂小倩和宁采臣的爱情 但是在李红这个六岁孩子眼中 烟赤霞就是他的偶像 这样的神仙人物 谁能不喜欢 好了 睡觉吧 李嫣然扫了眼李红 直接掀起被子就要休息 阿姐 你说要是宁采臣没碰到烟赤霞 他还能碰到聂小倩吗 李红突然来了一句 搞得李嫣然也是一愣 没有碰到烟赤霞 宁采臣要是碰到聂小倩 早就变成孤魂野鬼了 哪还有倩女幽魂的戏粉 如果你现在不烦我 抓紧时间睡觉 等我从封地回来 就给你来个倩女幽魂2 要是你再说话 可就没有了李嫣然 一扭头不去看李红 小孩子的好奇心起来 根本抑制不住 所以他直接抛出来了 倩女幽魂2出来 还有二呢 阿姐不要骗我 听到还有第二部 李红也是眼前一亮 原来阿姐说的不是电影 而是电视剧啊 好玩好玩 说吧 他也是抓紧时间躺下 不敢再言语了 看了眼李红 李嫣然也是摇了摇头 还拿捏不住你了 跟我斗你还嫩了点 小鬼头 第209章童网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大早 孙旭好像闹钟一样准时出现 带着李红前去重文馆上课 而李嫣然则是换上了一身男装 刚准备离开 却见周笋带着十几个侍卫 来到了他的面前 周笋 看了眼周笋 李嫣然不由得也是一愣 公主殿下 周笋凤皇后娘娘一指 护卫殿下前往封地 周笋直接单膝下跪 将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 远远厚住 别打扰了本宫的兴致 李嫣然一脸郁闷 我就是去封地看看 你这么多人跟住 我还怎么体察民情呢 是周笋直接行礼 对李嫣然的话 根本没有意外 毕竟这是要出去呢 前呼后唤的谁都不得进 走吧跨上马车 李嫣然直奔皇城之外 周笋等人则是跨其骏马 跟在马车后面 李哥 今天怎么带了这么些护卫来 李嫣然先到兰桂坊 周笋等人在外面等待 长孙燕等人看到这个情况 不由的也是一阵疑惑 没事 你们欠条的事我跟父皇说了 他也答应了可以宽限时间 但是有个要求 每晚一个月 就增加一千贯的利息 你们怎么说李嫣然瞅了眼长孙燕 直接将欠条的事说了出来 每个月一千贯 听到这么高的利息 长孙燕整个人都傻了 这也太黑了吧 九出十三规都没你这狠啊 你要不是皇帝老子 说不得自己已经要过去 好好说到说到了 怎么说 只能认了李斯文一阵郁闷 对方是皇帝 自己惹不起 这也多亏了他们跟住李嫣然混 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 否则的话 就算杀了自己 也凑不够 我也是被猪油蒙了心了 当初为什么要手欠千纳卖身器 成楚逼一脸郁闷 现在这钱还起来是没头了 一个月一千贯的利息 一年之后就要翻一翻了 当真也是逼了狗了 嗯 话我已经带到了 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 李嫣然说吧 直接起身就要离开 李哥 你要去坐肾 看到李嫣然要走 长孙燕赶紧来了上去 你们在长安好好待着 我去离山封地看看李嫣然 看了眼整孙燕 将自己要去封地的事情 说了出来 等等成楚逼 直接挡在了李嫣然面前 唬住脸 瞪住眼看着李嫣然 干嘛 你吓我一跳 李嫣然背下了一个机灵 好端端的 你这么一下 魂都要被吓跑了 李哥要去封地 怎能不带我过去呢 我给你当护卫 保你平安 成楚逼 挠了挠头 缓缓道 安安也要当护卫 遇吃缓也凑了过来 狭白着自己胳膊上的肌肉 我去封地 你们跟住瞎凑什么热闹 李嫣然白了两人一眼 自己去封地 关你们屁事 我吸得你们去当护卫 周笋他们难道是吃钱饭的 李哥 这你就有点见外了 您的封地 就是咱们的封地 岂有独王的道理 李斯文也站了出来 看住李嫣然缓缓道 所以呢 李嫣然撇了撇嘴 就你能 就你嘴皮子利落 平常还稀罕你聪明 现在好了 把聪明全都用在自己身上了 所以李哥自然要带咱们四大天王 一起去了 长安四大天王要跨出长安 想于大唐 黎山就是第一站 长孙燕也时时跳了出来 长安四大天王是时候脱离舒适圈 去外面走走看看了 砰 李嫣然直接一拳 敲到了长孙燕的脑袋上 你要去干嘛 那是我的封地 不是你们去当土霸王的场地 要威风 你长孙燕不是也有一线的封地吗 别去祸害本姑娘的子民 李哥 你打我干嘛 长孙燕捂住脑袋 她一直怀疑李嫣然 是不是学过什么武林秘籍 否则小小年纪 手镜都赶上了李斯文了 打的就是你 怎么住 我的封地是让你们写威风去了 李嫣然瞪着眼珠子 又接连敲了长孙燕好几下 不打你 说不得你就要飞天上去了 我知道错了 哎呦 别打了长孙燕被李嫣然打得抱头鼠窜 赶紧求饶 你们可以跟住我去封地 但是你们要答应我 一切都要听我指挥 否则麻溜地给我滚蛋打得有些累了 李嫣然气喘吁吁地看了眼另外三人 先把丑话都说在了前面 保证听从指挥 一起行动听指挥 俺也一样 三人一起站好 好像他们什么时候没听李嫣然的话一样 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是基本准则而已 那还等什么 走吧李嫣然说吧 直接一甩袖子 朝外面走去 走对视了一眼也是紧随其后 出了蓝桂方看住李嫣然的马车四人 也是全都愣了 这就有点欺负人了 说好的长安旅友 怎么你就弃我们而去那吗 愣什么 我先出发 让张司准备几匹好马 你们跟上就行了 骑驢是稳 但是也就在长安转转 真要出远门还得是马车 再说自己好歹也是大唐公主 要是骑个驴去封地 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不用 我跟李哥一起上马车 张司你去府里 骑我的马过来回合 长孙燕直接钻上了李嫣然的马车 马这些东西还用她自己去骑 再说骑马哪有坐车舒服 更何况还是李嫣然的高级马车 拉倒吧 男女瘦瘦不轻 让你钻了我的马车 那我的名声怎么办 一边呆着去李嫣然一脚 把长孙燕踹了下去 想上本姑娘的车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李哥 我发现自从你恢复了身份之后 越发的矫情了 说的好像你当初从宫里偷跑的时候 没有跟我一辆马车一样 长孙燕捂住自己的屁股 看住面前的李嫣然 不由得有些郁闷 在她印象里 李嫣然可不是这么矫情的人 怎么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 懒得搭理你 李峰走 李嫣然直接放帘子 吩咐李峰驾车离开 长孙燕几人对视了一眼 各自侧驴狂奔 返回自己府里 换上骑马 直接招程外奔去 公子 咱们去哪 孙旭看住马车上的李红 不知道对方准备去哪玩 出城 去离山第210张偶遇 听到李红的话 孙旭整个人都傻了 去哪 自己没听清楚 离山 什么鬼 本公子说去离山 有一件 李红掀开帘子 露出那张稚嫩的小脸 公子 老爷的意思是 您能在长安自由活动 可没说让您能去离山啊 这要是被老爷知道了 我可是要掉脑袋的孙旭 直接跪在李红的面前 眼中满是哀求之色 你要是在长安附近 还好说 但是要跑那么远 到离山去 这要是被陛下知道了 还有他的好果子吃吗 费什么话 你不过是个奴才 父皇要得了你的命 本王想杀你 也不过是眨眼的事 你是想现在死 还是想等从离山回来再死 李红的脸瞬间就冷了下来 你个奴才 怕父皇 怕母后 难道就不怕自己吗 想要杀你 不过是碾死一个臭虫 真把自己当根菜了 去离山 我连父皇和母后都不怕 害怕你个自以为是的奴才 去离山听到这话 孙旭也知道 李红是铁了心要去离山了 只能无奈地让马车出城 往离山方向去 正如李红所言 自己左右不过是个奴才 真要是得罪了李红 对方要自己死 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与其如此 还不如乖乖听命 去离山走上一遭呢 马车转头 静止朝离山行去 李燕然出了长安 领略着大唐的风光 相比长安的繁华 这里草木遍地 吹烟处处 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十几骑骏 驹马奔来 领头者正是长孙燕四人 李哥 你这跑得也特快了 跟李燕然会合之后 长孙燕不由地冲着马车抱怨 哪那么多废话 李燕然掀开车帘 给了长孙燕一个鬼脸 就你废话最多 李哥 你这封地可不好管理啊 说着是陛下恩宠 以离山为封地 实则离山为皇室别院 你实际的封地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李斯文策马行来 来的时候他也下了功夫 离山其实未属兴风 而离山就在昭印地区 所以也有别名叫做昭印山 离山之上乃是皇宫别院 太宗皇帝曾在山上设玉汤 所以李燕然真正拥有的 不过是离山之下那一片区域罢了 没关系 我只是去看看 封地大小 我又不在乎李燕然微微皱眉 经理斯文这么一说 也是让他有些头疼 本来他还以为离山封给自己了 连山上的皇宫别院也是自己的 现在看来自己泡温泉的想法是要泡汤了 李斯文又看了眼李燕然 你知道就好 别到时候再出什么乱子行了 离山距离长安也不过几十里的距离 李燕然一行人全员激动 不过半天的时间就赶到了离山下面的新丰县 这就是新丰县 我的封地就在这里 看住有些破烂的新丰县城 李燕然的脸不由的垮了 这特么是个啥 这也太残破了吧 这就是新丰县 你的封地就在新丰的管辖范围内 李斯文看了眼城楼也是一愣 然后冲李燕然点了点头 李燕然 那我的石户从在哪 这要找当地的乡里 这些他们最清楚李斯文一阵郁闷 合住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来这封地干嘛 石户 自然要找乡里 你问我我知道个啥 那还不快去找李燕然一瞪眼 周遜几人马上带人去找李燕然封地的乡里长 而他们则是一起进到了新丰县中 阿姐 阿姐 李燕然正在闲逛 就听到一声呼唤 整个人不由的也是一愣 扭头看去 李红正一步三扭地朝他狂奔 身后是一脸苦闷的孙婿 阿姐 看到我这么兴奋 都不会说话了 李红直接抱住了李燕然的腰 眼里满是兴奋 彭李燕然直接一拳砸在李红的头上 唬住脸道 谁让你来的 阿姐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李红委屈坏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准备了这么大一个惊喜给对方 却换来了一拳 不是说拿真心换真心呢 为何自己没有看到 你担心我个肘子 我过来是办事 你跟住跑过来 父皇母后知道吗 李燕然直接抑郁了 你担心我 你是怕我有好东西不带你玩才对 那必然是知道的 对吧 孙婿 李红有些胆怯地看了眼孙婿 对方也是老脸一谋 陛下和皇后要是知道 你还能跑过来吗 你这让我怎么回答 看到孙婿也是结结巴巴地答不出来 李燕然马上就确定了李红这小子在撒谎 这要是被老爹老娘知道 你跟我到了离山封地 哪怕不怪自己 少不得也得挨顿匹马 马上 立刻 给我回长安 我可以当你没来过 否则我现在就派人去跟母后报信 估计你以后再想出宫就难了 李燕然一滴六李红的衣领 要她赶紧从哪来回哪去 别给自己找麻烦 阿姐 你坏 你坏 听到李燕然的话 李红的小脸瞬间就拧巴了起来 一对大眼睛也是忽闪忽闪的溢出了泪水 好了 别哭了 扫了眼四周 李燕然不由的也是一阵郁闷 这大庭广众之下 你这么鬼哭狼嚎 知道的我是在教导不成器的弟弟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要拐卖儿童呢 当真也是醉了 阿姐 那你别赶我走 我晚上乖乖回去 保证不给你惹麻烦李红揉住眼 偷偷看了眼李燕然 好吧 你跟住就好 别给我惹麻烦 否则我马上就送你回去 好嘞 我保证听话听到这话 李红直接一抹鼻子就抱住了李燕然的胳膊 你离我远一点李燕然嫌弃的推了推 但是李红的手好像铁钳一样 根本就甩不掉 长孙燕几人看住李红的样子 不由的也是于一阵唏嘘 堂堂李哥天不怕地不怕 就连皇帝都不害怕 现在竟然被李红给拿住了 周笋带着几个人老者来到李燕然面前 这些人听闻对方竟然是大唐的公主 一时间也是心有戚戚 有些害怕 李燕然看了眼几人 低声问道 不用见理 我的十户都在何处 一个年岁最长的老者看住李燕然道 就在新丰县外 一共五个村落 两个姓张 一个姓刘 两个姓魏 总计5347户 钉口17437人 李燕然听到自己麾下 有一万七千多口子人 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待会召集他们领头的几个七老来 我要训话老者连连点头 李燕然又道 我奉旨十亿此地 以后这里都是我的地方 我问问你 这新丰附近 谁的名头最大 最响 老者立马就到 当然是殿下宁了 李燕然直接就郁闷了 瞪了瞪眼再道 我问你这里除了我之外 谁在这新丰名声最大 最凶 有个混毫叫镇山虎的 乃此地远近文明的破皮无赖 人人都惧怕此人李燕然听到之后 也是微微一笑 这名倒是挺响 镇山虎 城楚碧 还等什么 给我把人抓过来 第211张镇山虎 新丰看住残破 到底是离山之下 里面还是挺繁华的 借到叫卖声不绝于耳 不久之后 集市上就传出了 哐哐当当的啰响声 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纷纷抬眼看了过去 很快就看到 程楚碧和玉池环 扯着一个满头赖子 身材健硕的汉子走了过来 众人仔细看去 不由的身躯一震 不是别人 正是新丰有名的 泼皮镇山虎 镇山虎是远近文明的 泼皮恶霸 在新丰县也有两家赌场 本来每天清晨 都先去茶馆喝茶 再带着兄弟去及时晃荡 如果有人敢多看几眼 他便上去 没事也要惹出些事来 谁知道今天刚喝完茶 就被两个青年 直接从茶寺里拖了出来 他的几个手下刚想阻拦 甚至拿出了匕首 谁知道对方更狠 直接抽出刀来 当场就把他们砍翻 疼得几人在地上嗷嗷乱叫 震山虎牙都咬碎了 气呼呼的吼道 谁敢绑岸 有本事把名号亮出来 人越聚越多 李嫣然也是带着李峰 气定神闲地走了出来 给了李斯文一个眼色 对方马上走了过去 仰手就是一个巴掌 在咱们面前还敢放肆 震山虎被扇得眼冒金光 看住凶神扼煞的李斯文 羞愤交加道 等俺 俺兄弟来了 保准教你们 话还没说完 李斯文直接抬腿 揣在了他的下挡 震山虎两眼一翻 想要甩开 但是却被承楚臂和御赤桓 两个壮汉死死按住 分毫都动不了身 你你个杀千刀的 啊 看到震山虎如此模样 李红不由的也是倒吸一口冷气 看向孙旭 那可是小姐的地方 这么一脚下去 说不得就完了 孙旭看到李红盯着自己 不由的也是一阵郁闷 他是他 咱是咱 殿下你这么看着我 可就有点不厚道了 这不是往人伤口上撒盐吗 李嫣然看了眼被震惊的李红 摸了摸他的脑袋道 是不是感觉李斯文有点狠 李红点了点头 刚才这一下确实是有些超乎他的认知了 这李斯文以后要是没了差事 去公里前的近身之事 倒也合适 阿姐教过你什么 多听多看 多实践李红倒也聪慧 马上就理解了李嫣然的意思 继续看住 说吧李嫣然凑到震山虎面前道 听闻你还撕开赌方 震山虎痛得额头冒汗 虽然被命中要害 却咬牙忍住 毕竟是在街上混的 靠的就是一个狠字 瞅了眼李嫣然 直接吼道 是又如何 李嫣然直接用手指住远处的方向 你家赌方在那是吧 震山虎咬牙道 没错 你敢让俺去赌方叫人吗 李嫣然扯了扯嘴 嘲讽道 不必了 你已经没有赌方了 你家马上就要没了 正说住 就看到远处一阵火光升腾而起 周围的商户和百姓一看 那不正是赌方的方向吗 一时间所有人都骇然 这震山虎在兴丰县 人家人怕 人人为之如虎 谁知道今日 竟然连老巢都给点了 李虹也是双眼放光 她没想到这么会功夫 自己的阿姐竟然派人 将对方的赌方给点了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狭者风范 一言不合就烧人房宅 实在太帅了 李斯文看了眼 正珊虎惊恶愣神的功夫 又是一个耳光砸了过去 对付这种泼皮无赖 李斯文他们手熟得很 打就完了 要是不服气 就接着打 直到打服为止 李嫣然看住五大三处的正珊虎 缓缓道 你知道咱们是谁吗 正珊虎已经快要昏过去了 混了大半辈子 她所有的资财都在赌方里面 谁晓得今天竟然被人一把火给烧了 你们到底是谁 正珊虎双眼血红 瞪着李嫣然 恨不得吃她的肉 喝她的血 告诉她 咱们的名号李嫣然瞥了眼长孙燕 你不是要给四大天王扬名吗 现在机会给到你了 咱们是长安四大天王 听说在这兴风你比咱们还凶 今天便来看看 原来也不过如此 长孙燕也是一个巴掌甩了过去 打得震珊虎一阵眼韵 长安四大天王 你们不在长安混 来兴风干嘛 再说你们就算来兴风 为何要找我 我招谁惹谁了 长安四大天王 听到这响亮的称号 李虹也是愣了 他实在没想到长孙燕看住猥琐 竟然有这么厉害的称号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有本事让我召集人马过来 咱们真刀真枪的前一场 以夺欺少算什么英雄好汉 朕珊虎呲咬咧嘴的冲着长孙燕叫嚣 你们也就是仗主人多欺负人少 有本事咱就好好前一架 对付你这种恶霸还要讲仁义道德 给我一起打李嫣然一声令下 成触碧和玉池环直接把朕珊虎按在地上 盼命的锤打 啊有本事 杀了我 否则老子杀你全家 震珊虎一边被打得嗷嗷乱叫 一边嘴上却是说着硬几话 在道上混的哪有不挨打的 只要自己不死 这个场子他总要找回来的 不用李嫣然生气 李虹直接就瞪着眼珠子道 别打身子了 给我抽他嘴 直到抽乱为止杀阿姐全家 你还真敢说 那不是连层父皇母后 还有我这个可爱的小弟了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这家伙就是欠揍 打死一点都不屈的慌 长孙燕直接骑在震珊虎的脖子上面 一个又一个耳光的使劲扇震珊虎的脸 打了一阵 震珊虎实在是顶不住了 哀嚎求饶道 饶命啊 饶命 我服了 我服了可惜根本没人搭理他 李虹的命令是抽烂对方的嘴 现在还早住呢 长孙燕继续一下下的抽着震珊虎 已经肿起来的脸颊 珊虎和百姓看的也是目瞪口呆 这长安四大天王是有多凶啊 震珊虎在这片可是凶名昭著 现在被打成这个熊样子 要是对方在这里扎根 怕是以后的生活要更加艰难了 李嫣然小手一倍 扫了眼众人道 都看到了吗 什么震珊虎 穿山蛇 从今天起 新封只有长安四大天王 谁要敢不服 或者敢在这里效仿这震珊虎 下场就是这样顿了一顿 李嫣然继续道 四大天王在此 直立一个规矩 那就是所有人都要老实本分 要是有人敢坐监犯科 不用新封现出手 爷爷先给你打杀了 明白吗 第212章杀鸡害猴 周围的珊虎和百姓大气都不敢出 他们没见过比震珊虎更凶的存在 可是现在震珊虎都要被打成猪头了 随后又让人在街口竖了的木架子 叫人把震珊虎挂上去曝晒 一切搞定之后 李嫣然也是拍了拍手 十分的满意 自己这么做也算是为民除害 替天行道了 周围的人看住这几个青年 尤其是最小的李嫣然 全都战战兢兢 李嫣然又瞅了眼四周道 这狗东西还敢称自己是震珊虎 此等恶人就再次曝晒五天 若是能活 就是天见可怜 便饶他一条狗命 若是死了 便死了 全当被老天收了另外凡事 奢欠此人赌方的赌账之人 统统勉长黄赌独不分家 好像震珊虎这样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吸引人来赌博 然后再放贷 等到还不上钱之后再叫人拿田母 房产甚至妻女出来抵债 所谓小赌一情 可实际上陷进去的人又有几个人能把持住呢 时间一久 难免落了个灭门破家之祸 这就是为何大唐要禁赌的原因 听到李嫣然说直接免除赌方的债务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好家伙 眼前这几个青年不但是狠人 没想到还是善人 免除赌债 就不知道救了多少人命 保了多少家庭 李嫣然又是垮了一步出去道 以后这地界 谁要是敢催还赌债 或者再开设赌方骇人 叫人告诉我 一定要让那些人知道一下什么叫做手段 好 长安四大天王威武 小爷当真是活菩萨 不知谁起了个头 周围响起了一片叫号之声 不说长安四大天王到底是何方神圣 最起码现在看来是要比那真珊瑚要强上百倍 有他们在说不得还是件好事 在欢呼声中 李嫣然也是摆了白手 带着人离开 小李红 知道我为何要对这真珊瑚出手吗 李嫣然看住身边的李红 既然让他见识到了这些东西 就要教会他为何要这么做 否则这次封地对方就白来了 阿姐这叫替天行道 为名除害 这等人当真是死不足惜 李红照看了眼李嫣然 将自己的体会说了出来 还有呢 李嫣然先是点头 然后又摇了摇头 虽然对方说得很对 但是他还是有别的意思 阿姐 小弟愚笨 你就直接跟我说吧 李红撇了撇嘴 难道阿姐是要自己夸你侠之大者 应该不会这么肤浅 这里肯定不只有镇珊瑚这一个坏人 但是其他人很显然都没有对方厉害 阿姐也不能刚到这里就打杀许多人 所以才要做个杀鸡害猴 给那些恶人看住李嫣然白了李红一眼 小小年纪正是用脑子的时候 怎么住 你也想学长孙燕那个二世祖 当个顽固吗 杀鸡害猴就是杀一紧百 我懂了李红意外脑袋 马上就将杀鸡害猴的意思明白了 而且对方现在所做的恰如其分 杀一人而振兴风 短时间内相信也没人敢跳出来找事了 嗯 小李红就是聪明李嫣然点了点头 李红到底基因好 这杀鸡害猴真要跟长孙燕说 指不定自己还得讲个小故事呢 所以以后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 你懂该怎么做了吧 我懂了 分清主刺 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效果 李红冲着李嫣然甜甜一笑 将自己的理解说了出来 厉害李嫣然正在夸李红的时候 乡里长也是带着一些跌佬迎了过来 这些人都是在村中或者族中颇有声望的老者 他们也是唐朝管理地方村落的最下层机构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存在 别说想治理偌大的大唐了 就算治理一个郡县 都是个麻烦事 蝶老们看到李嫣然 直接跪下行李 他们现在是李嫣然的实户 虽然不用向朝廷上缴赴税 但是却是要对李嫣然负责 如果李嫣然是个好人还当作罢 如果是个狠人远超大唐的赴税 那他们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又会雪上加霜了 现在大唐的赴税制度以均填制和租庸调制为主 税率差不多是40比1的样子 相比汉朝之时轻了许多 百姓也是有了喘息的余地 人口发展 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现在好端端的来了李嫣然这个实户 倒是福祸难料啊 你们也不用害怕什么 你们是我的实户 只要安心种地 我不会那么多事的 至于实户赴税 就按照原先的大唐的赴税制度 在减五成吧 李嫣然知道这些人想的是什么 害怕自己顽固多加赴税 但是自己又岂是那种鱼目寸光 何则而鱼之人 实户自己根本没想过能赚多少钱 与其如此还不如放手 青瑶伯父才是发展的第一要务 要是把封地上的十亿百姓全都饿跑了 那他的人就丢大发了 比大唐的赴税还要减五成 殿下您说的可为真 听到李嫣然的话 所有的跌老都愣住了 比朝廷的赴税还要减五成 这就等于他们凭空多了一笔财富 这样的话 他们的生活也能变得更好一点 说的什么话 殿下的话岂会儿戏 你等还不赶快谢恩李斯文蹦了眼那些跌老 特么得了便宜还卖乖 老朽替百姓谢过殿下了那些跌老 还有什么好说的 纷纷跪在地上向李嫣然行礼 毕竟这么好的十亿主 上哪去找 你们身为跌老应该懂得丈量之术吧 听到李嫣然的问询 所有人都将目光放在了一名白须长者身上 小老儿名叫魏叔 之前曾在班房里面当过立员 倒是通晓一些丈量的手段 魏叔直接将自己的身份说了出来 陛下赐我五万亩土地在离山之下 你们就负责去丈量土地 这五万亩地给我留下五百亩 剩下的均分成五千三百四十七份 分发下去与人耕种 我不收电租 只要缴纳我每年半成的收成就行了 这些地以后算是大家的了第213章分地 魏叔听到之后 整个人都被震傻了 要知道李嫣然这些封地是不用向国家上脚说服的 只收半成收成 天下哪有这等好事 这不就等于户户多得了不到师母的田地了 看了眼李嫣然 魏叔的心思便活络了起来 这件事交给自己来办 嘿嘿 那他不发了 小老儿一定帮殿下办得妥妥当当 李嫣然看了眼笑嘻嘻的魏叔 瞬间就是面色一寒道 你不会想着要趁分地的时候 摊墨我的田母吧 不 不敢 殿下说笑了 小老儿怎么敢摊墨呢 听到这话 魏叔瞬间一愣 这的殿下虽然看住不大 心思怎么这么深沉 一下就看出自己心里的想法了 料你也不敢 要是被我知道的话 这镇山虎就是你的前车之剑 我想你也不想挂上去晒几天太阳吧 听到这 魏叔猛然抬头 看了眼远处被挂在木架子上的镇山虎 心里别提多害怕了 他这会儿才想起来 对方可不是受人欺辱的绵羊 而是一只会吃人的猛虎 那镇山虎就是前车之剑 李嫣然微微一笑 拍了拍魏叔的肩膀抱 你们分好了田地之后 先让别人挑选 等到大家全都把地选好了 你们这些负责丈量的蝶佬 再选剩下的地 这很合理吧 魏叔看住李嫣然 眼里满是苦涩 对方这一下子 可谓是堵死了他们所有的可操作空间 镇山虎还在棋杆上飘住呢 魏叔就算是有天大地胆子 也不敢说个不字 他这么大岁数了 可经不起这么折腾 还愣着干嘛 赶紧去分地 怎么住 还要我请你们吃饭不成 魏叔等人一看 麻溜的跑了 附近的百姓听到都在窃窃私语 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事 不但赴税免了一半 还白得了十来亩土地 现在他们只恨自己不是己存之人 否则自己也能沾沾好运 李嫣然扫了眼身边的百姓再次道 从今往后 大家规规矩矩的便有肉吃 谁要是不听规矩 敢在这一块捣乱 那就是跟咱长安四大天王作对 走李嫣然说罢直接带人离开 李哥 那镇山虎就那么挂着 用不用人看守 李斯文瞅眼看了下身后的镇山虎 不由的也是皱了皱眉头 你感觉有人敢来救那个镇山虎吗 李嫣然嘴角露出一丝不屑 镇山虎已经废了 这样一个没用之人 谁会冒险去救 但是你刚来这封地就搞出事来 说不得要被人弹劾了一边的长孙艳 也是皱了皱眉头 这种是他最清楚了 每当他在长安搞些事出来 必然会有人去给自己老爹告状 到时候免不得又得挨顿打骂 弹劾啥 咱们是在做善举 行善事 为名除害 替天行道 乘楚币一瞪眼珠子 以前在长安滋事打架被告 他认了 现在他们是为名除害 谁要是敢弹劾李嫣然 他乘楚币第一个不同意 谁要是敢诬告 俺 俺就揍他 玉石环也是虎住脸 眼中满是兴奋 这还是他第一次做这样的狭义之举 要是被人告了 他第二个不同意 好了 那轮得上你们出头 天塌了 有我担住呢 李嫣然瞥了眼两人 不过是烧了两个赌场 乘治了一个泼皮罢了 能有什么事 谁要是敢弹劾自己 他就把对方眼珠子扣下来 让对方好好看看 阿姐 咱们现在该做点啥 李虹也是在旁边攥了攥拳头 要是姓霞仗义都有错 那天下还会有打抱不平之人吗 做点啥 先去看看父皇给的封地 再选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将养殖厂 奶牛厂还有城外的产业全都搬迁过来 然后将长安城外的那些庄子 土地全都卖了 又能多上一笔收入 李嫣然这次来封地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考察地方 毕竟长安城外的庄园可是价值不菲 用来养牛 养鸡太可惜了 搬到这里天高皇帝远 自己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而且这里土地广袤 别说养牛了 就算是放牛都没问题 走走走李嫣然和李红同乘一辆马车 长孙燕几人则是策马在后追随 朝着封地的方向奔去 来到离山之下 摇看山上的皇宫别院 李嫣然不由地撇了撇嘴 这里我看就不错 一手南宫 建个庄园再立上几道高墙 不上一百四兵 就算来几百上千人也杀不进去 李斯文看住一处险地 马上来了兴趣 没错 此处确实不错 成处壁和御迟环也是一起点头 对李斯文选的地方表示认同 咱们要建的是农场 这里要什么没什么 地势还高低不平 你们不会要人跑到好几里外 去取水吧李嫣然白了三人一眼 我是建农场 又不是盖药赛 要什么一手南宫 当真是三个憨批 听到李嫣然的话 三人也是善善一笑 毕竟他们都出身于军人世家 选得自然而然的就朝着军事方向倾斜 倒是忘了农场的本意 建立农场是续养牛羊 家禽 而不是对抗外贼 如此说来 这里确实有些不合适了 马车继续向前 行了一会 一条小河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看到小河 李嫣然也是吩咐众人停车 然后站在马车上朝四方眺望 就这里吧 衣衫傍水 是个好地方 这里不行李斯文一愣 马上开口拒绝 这里地势太过平坦 兼且有河流 万一出现暴雨 河流必然暴涨 届时说不得会有水淹之祸 听到李斯文的话 李嫣然又郁闷了 什么鬼 就河流暴涨 水淹之祸了 但是郁闷归郁闷 李嫣然还是能听进话的 继续向前 到了一处上坡 对方这才点了点头 花钉地方 准备把你们的工匠都调过来 然后再从周围的石户之中 雇佣些人过来 半月时间我要看到庄园完成 好嘞 交给我长孙燕点了点头 这些事一向都是她负责的 看了眼天色 李嫣然直接盯上了李红 时间差不多了 你还不回宫 听到李嫣然的话 李红的脸瞬间就撇了起来 合住今天我偷跑出来 什么好玩的都没看到 就要回去 这怎么可以 怎么 非让我派人押你回去 看到李红不乐意 李嫣然却是一下敲在她的头上 眼中满是威胁 好了 我知道了李红抑郁了 惹不起李嫣然 她也只能顺从 行事比人强 如果这次真的被自己阿姐 告到老爹老娘那 那自己以后再想出宫 就真的没希望了 周笋 你安排两个人 护送殿下回宫 记住 一定要送到宫里 李嫣然喊了身后的周笋 让她安排人送李红回去 省得这小鬼头 再出什么门儿子 是很快 两名骑士护卫在马车旁边 离开李嫣然 朝长安方向奔去 那咱们呢 李红离开 长孙燕又凑了过来 这里前不住村后不住店的 要是不回长安 他们只能返回兴风了 回兴风 今天就在兴风住下 李嫣然瞅了眼天色 她可不想露宿野外 现在不比以前 这里可是有狼的 好勒一行人纷纷上马 朝兴风方向行去 半途之中突见一伙人围在一起 不知道在做什么 第214章 你就是孙思苗 绑了 看到这情况 李嫣然不由的一愣 此时此景 他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老头 你撞了咱的人 都吐血了 你是不是得拿点钱出来 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 睁着三脚眼 冲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 低声嘶吼 他旁边的地上 还躺着一个身材瘦弱的男子 嘴里红一块 紫一块的 面色红润 气息悠长 很显然他没事 老者瞅了眼地上那人 缓缓回到 倒是你 看似强壮 却是气游淤虚 该去看看狼中了 咱要看狼中 哈哈哈哈 壮汉听到老者的话 直接就被逗笑了 满脸都是宁翼 唯病者 最忌惠激一 你是否美玉起风 就会感觉双肺肿胀 有些真词质感 壮汉也是面色异灵 眼中出现了一丝凝重 还有你的两条小腿 剧烈运动之后 都会出现短暂的抽筋情况 神医啊听到老者的话 壮汉直接就抓住了老者的胳膊 古代不比现在 一个好的医生 别说普通百姓会对其爱戴 就连山匪强盗也不会对其苛责 毕竟谁都免不了生老病死 谁都能得罪就是不能得罪医生 不用说了 你这些都是小鸡 不过时间久远罢了 你儿时是否溺过水 老者摇了摇头 再次询问 没错 我七八岁的光景确实溺过水 多亏了咱命大 否则那次就没了壮汉不宜有他 这简直是神仙中人 连自己小时候溺过水的历史都能知道 你双肺的毛病 其实就是那次溺水埋下的根源 我给你开个药方 你去药房抓几副药调养一番 也就痊愈了老者点了点头 直接从身后的药箱中抛出纸笔 写了药方递给了壮汉 大恩不言谢 我只有这些了接过老者的药方 壮汉赶紧从怀里掏了几个大子 递了过去 无需如此 赶紧抓药去吧 那就多谢老丈了壮汉说罢就要离开 但是瞅了眼还在地上装死的同伴 一脚就踹了过去 该死的玩意 连神医都敢敲诈 当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还不滚那人被踹了一脚 整个人都猛了 不是老大你让我这样讹人的吗 怎么现在反倒成偶的过错 呵呵老者看住远去的几人不由地微微一笑 背起自己的药箱就要离开 追上去李嫣然看住那老头突然就来了兴趣 只是看了对方一眼就能准确说出他的病症 还能对症下药开出方子 这在他一个现代人眼中简直就是神迹 后世去医院治病 燕血拍片一条龙下来说不得什么都看不出来 这老头竟然这么厉害 几位 何事 老者看了眼围过来的李嫣然几人 不由也是一愣 无事 小子就是想跟先生结识一下李嫣然推开成储币 冲对方微微行李道 如果对方真是神医 那他怎么住都要给对方留下来 毕竟这可是古代 要是真的有个灾病啥的 也好有个照应不是 应该叫女子吧 老者瞅了眼李嫣然 微微摇头道 李嫣然一愣 老先生还懂相面 这老头当真是个厉害的角色 竟然一眼就能看出来自己是女扮男装 当真是稀奇了 你个医生难道还懂得风水术士 看向算命那一套 看到李嫣然发愣 老者微笑道 所谓男有男相 女有女相 非是相面 而是男女之别罢了 听到李嫣然说自己也是相面的 老者不由的也是摇了摇头 自己可是正儿八经的医师 哪是那些风水术士之流 原来如此 敢问老先生姓名 对方说的李嫣然也不懂 他现在只想知道对方是哪路大神 小老儿换名孙思廟 咸云也喝罢了 谁 你叫啥 听到这个名字 李嫣然只感觉自己脑袋都要抽筋了 孙思廟 要亡孙思廟 活了一百多岁的老头 他怎么会在这里 去去名号 不足挂签 如果无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孙思廟摇了摇头 背起药箱就要离开 绑了 听到李嫣然这话 所有人都愣了 什么意思 绑了 你是要坐肾 没听到吗 我让你们给我绑了李嫣然一瞪眼 然后一脚就踹到了成楚币的屁股上面 哦 成楚币和玉石环刚想动手 孙思廟也是高声大喊 等等 怎么了 李嫣然有些疑惑 我要绑你 你等什么 孙思廟可是得罪了几位公子 孙思廟大害 这几个主到底是什么路子 一言不合就要绑人 实在让他有些费解 没有得罪 咱们第一次见面李嫣然微微一笑 你当然没有得罪咱了 那为何要绑我 孙思廟有些搞不明白了 因为你是孙思廟啊 愣着干嘛 动手啊李嫣然白了成楚币眼 还愣着干嘛 这可是大唐要王孙思廟 现在不绑了 要是被对方跑了 自己上哪找去 这下 成楚币和玉石环也不犹豫了 直接动手把孙思廟给拿了下来 然后将对方举起 直接丢到了马车上面 李哥 这孙思廟得罪过您 李斯文看了眼李嫣然 不知道对方到底发什么疯 一言不合 就把一老头给绑了 这要是传出去 说不得又有人该弹劾了 没有得罪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据兴风李嫣然也上了马车 看住在自己面前的孙思廟 不由地微微一笑 这位小姐 您抓我到底合适 孙思廟真被李嫣然给整猛了 她都活了快一辈子了 还从来没见过如此蛮不讲理之人 要知道当初太宗皇帝建在的时候 都对自己尊崇有加 怎么今天就遇到这么几个泼皮 我是大唐离山公主李嫣然 你就是离山公主 韶州疫情的解药 青蒿就是你发现的 听到对方的名号 孙思廟也是一愣 直接冲对方反问道 你知道我 李嫣然一愣 她没想到孙思廟 竟然知道自己的名字 呵呵 早就听闻离山公主远见着实 能用不可能之药救活万民 当真是小老儿学习的典范 自己的千金方里面 也有治疗瘧疾的药方 但是李嫣然能另辟蹊径 用青蒿治疗 当真让她感慨世间神奇 人力所不能穷 孙老爷子 你说笑了 青蒿实乃我偶然之间发现的草药 当不得您如此夸赞 所以你知道我为何要绑你了吧 还望公主殿下施下 小老儿确实不知小殿下的意思 我哪知道你为什么要绑我 就你这样还大唐公主呢 一言不合就绑人 哪里有公主的样子 我知道你是大唐妖王 之所以绑你 其实是有一个不情之情 希望老爷子 能够去我的封地养老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李嫣然直接将自己的想法 说了出来 说了出来